这个男孩一睁开双眼 竟然发现去世已久的女友睡在身旁 当看到桌上的时钟时 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重生回到十年前 而今恰恰是当年末日浩劫来临的时间 丧尸横起动物病 整个世界瞬间变为人间炼狱 回想起当初的场景 叶忠明的脑瓜子都嗡嗡作响 但转念一想 如今带着十年的末日经验重生 岂不是等于间接开挂 随后叶忠明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甩掉身边的女友白诗诗 原来在上一世 白诗诗早已律了她 一直与另一个富二代秦军暗送秋波 即使当初叶忠明拼死拼活保护她 最终还是被她无情抛弃 但结果还是很解气 在末世中 秦军为了仅仅三罐罐头 就直接把白诗诗交易了出去 而叶忠明也尽最后一点情意 提醒她小心秦军之后 箭头也不回转身离去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末日 首先要准备药品和工具 随后拿出父母给自己留下的遗产 使出花钱如流水之术 先到医院进行一顿抢购 再到户外用品电制套装备 最重要的是武器必须安排到位 此时的老板还乐呵乐呵地觉得怒在里面 殊不知再过一阵子 钱就变得毫无价值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 叶忠明让司机赶紧送她去鼎盛别墅 因为在末世中有样东西重中之重 那就是兑换轮盘 在之后的日子里 物资装备和特殊能力 都要通过转动轮盘来获得 而根据叶忠明的记忆 第一块兑换轮盘就是在鼎盛别墅 来到别墅区大门后 被静泽的保安拦在门外 此刻的叶忠明压根不理会拦截的保安 而是直接冲卡而入 一番折腾之后 叶忠明终于来到目的地 而此时的保安也追赶着 拿着警棍对着她一顿臭骂 但叶忠明丝毫不理会 而是指向天空 示意他们往那边看 看不知道 一看就吓尿 一艘泛着金色圣光的战舰突然出现在上空 两名保安剑撞连忙拿出雪梨十四拍照 正当他们忙着发朋友圈的时候 叶忠明撒腿就跑 因为他深知五分钟后 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人间炼狱 而目前唯一要做的 就是找到第一块兑换轮盘 随后叶忠明来到一座别墅前 如无意外轮盘的位置就在这里 然后叶忠明假装送快递 按个门铃后就直接错门而入 而此时一个美艳的少傅出现在他面前 一脸警惕地看着叶忠明 窗外不断传来爆炸声响 战舰正式开始攻击 不断向地面投放莲花轻温胶囊 当众人以为是恐怖袭击的时候 胶囊突然咔咔裂胎 随后散发一种绿色的不明气体 只见男人在绿色气体中痛苦挣扎 但下一年 男人的面部突然变得十分猙獰 男孩起床发现 身边竟然是去世已久的女友 但他并没有感到开心 反倒第一时间叫醒他分手 原来男孩发现自己重生回到十年前 在上一世 女友早在暗地里把他绿得一塌糊涂 而重生后的今天 看见女主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叶忠明跟他做了简单的介绍 在末世中 想获得物资装备和强化药水 都要通过兑换轮盘 而轮盘中间的灰色水晶 代表这是一块一级轮盘 也是等级最低的 而强化药剂在一级轮盘中 是最有价值的奖励之一 能让体能增加两三倍的药剂 是前期生存的必备之物 而表盘上的凹槽 代表需要对应数量的一级水晶 才能抽一次点 但此时的夜中明一脸震惊 因为普通的一级轮盘只有五个凹槽 而面前的竟然有七个凹槽 那就意味着 这个轮盘上有比药水更重要的兑换 果然在轮盘上有张幸运卡牌 这张卡牌可以额外增加特殊能力 例如增强武感和体质 或者拥有一头半数 可女主人还是难以相信 叶中明说的胡话 直接跑向门口找保安投诉 但下一秒 一副猙獰的面孔出现在她面前 原来保安也很坏实 一下就把她扑倒在里面 并张开血泊大了 不争气的眼泪从嘴里流了出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抹绿光乍现 是叶中明 解决掉之后 叶中明从她头上抠出一个灰色水晶 眼间的女主人已经猜到水晶跟轮盘的关系 但一波未平二波又起 门口又来了两只丧尸 直接扑向两人 叶中明一个转身 凌厉的眼神一闪而过 一刀 两刀 毫不含糊干净利索 看着眼前这位少年 女主人的眼神中不禁出现了一丝的崇拜 解决完眼前的困境之后 叶中明终于想起要问她的名字 当听到她的名字后 叶中明一脸震惊 居然是沐星飞 原来眼前的女人 竟是十年后传闻中的九星强者 这个女人竟敢在家穿着拖鞋看门 不其然 门打开的瞬间 就有一副猙獰的面孔出现在她面前 穿着拖鞋的她瞬间被丧尸制服 随后丧尸张开沙哥大的血泥大脑 打算一口把她的拖鞋吃掉 而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红衣男孩一刀划过 成功救下女人和她的拖鞋 男孩正是刚刚从十年后 重生回来的叶中明 当听到女人的名字是沐星飞时 叶中明心中一震 因为眼前这个女人 正是十年后的九星强者 随后叶中明跟她讲解一下 目前的状况 由于地球遭到大规模的毒物袭击 大部分人都成了丧尸 连军队都在几分钟前彻底瓦解 如今物资补给 只能靠眼前这个轮盘 只要把丧尸头上的水晶抠下来 放到轮盘的凹槽上 只要把凹槽填满 就能进行一次抽 跟沐星飞解释一番之后 叶中明开始出门猎杀丧尸 由于带着十年末世经验重生 一级丧尸对于叶中明而言 就是杀牛用了把鸡刀 一个旋转跳跃 闭着眼的丝滑操作 瞬间拿下十一只丧尸 加上之前得到的三颗水晶 足够他们进行两次抽奖 事不宜迟 两人蹲坐在轮盘前 随着水晶消失 轮盘快速转动起来 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幸运 虽然是几个罐头 沐星飞 顺便看下未来的九星强者 究竟会抽到什么 只见他小心翼翼地 把水晶放进轮盘 随着把最后一颗水晶卡进去 轮盘再次快速转动 当结果出来的时候 叶中明直接傻了眼 虽然是珍贵的排除卡 到后期抽重要装备或技能时 这种提高命中的神器 可谓重工之重 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相比沐星飞在超市抽奖 都能抽到一头牛的人 自己母胎以来 连再来一瓶都未曾试过 能成为九星强者是有理由的 经过一碗休息整顿 叶中明继续出去收割卡拉咪 而沐星飞则拿出菜刀 待在家里负责后勤 一顿猛如虎操作之后 叶中明基本收割完小区里的丧失 但水晶数量却远不及预期 经过一顿美味的黑暗料理后 开始继续抽奖 果然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连续两次都抽到实用的武器 而此时沐星飞示意叶中明来抽最后一次 自知中奖绝缘体的他连忙拒绝 但沐星飞突然抓住他的双手 闭上眼轻轻吹了一口气 并温柔地说道 我把好晕分你一半 此时的叶中明老脸一会儿 躁动的心如小如乱撞 但下一秒 沐星飞的神仙操作 又瞬间把躁动的心给揍回去 在220年 人们只能通过轮盘抽奖来获取食物 由于地球受到大规模的毒物袭击 大部分人都变成毫无意识的丧尸 仅存的人类犹如活在人间炼狱 只能通过猎杀丧尸 换取足够的水晶 来进行轮盘抽奖 叶中明从10年后 重生回到末世刚开始的时间 凭借10年的末世经验 迅速找到第一个轮盘 还偶然收编了10年后的 九星强者沐星飞 正当两人进行抽奖的时候 沐星飞无意中 拿着排除卡随手一挥 一箱珍贵的排除卡 就这样被他用在最低级的轮盘上 这个神仙操作 直接让叶中明无语至极 随后轮盘开始快速找到 两人如今只能使出必杀计 求神拜佛 果然有光环的人到哪里都灿烂 连再来一瓶都未曾试过的叶中明 居然一发入魂 抽到价值最高的初级强化药水 至少提升三倍的近身战斗力 在前期中 妥妥地保命神器 不仅如此 重生回来的叶中明有更鸡贼的玩法 只见他拿出从医院搞到的甘肃 然后跟药水一起倒进锅中 经过30度高温慢走 成功调配出两瓶强化药水 像多出来的药水 可以跟其他人交换珍贵的卡牌或药品 看着眼前见多识广的男孩 此时的沐星飞早已像花痴一样 但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咯吱咯吱响 此时叶中明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然后冷冷地说道 李丧尸更麻烦的东西来了 随后立刻拉着沐星飞往楼梯上跑 只见房门一直咣当咣当地响 似乎有成群结队的东西想破门而入 不其然 一群受病毒感染的食人蟲蜂拥而至 直接把门吃得一干二净 然后随着楼梯紧追叶中明他们 而他们来到二楼的房间 并立刻用衣柜顶着门口 但突然轰了一声 直接把沐星飞吓到魂飞魄散 一下扑向叶中明的怀里 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前 身体不停地颤抖 而此时的叶中明做出教科书籍的模范 放心 有我在呢 超强的男友力让沐星飞瞬间破防 随后叶中明安置好沐星飞后 独自走出房间外 剩下的就交给我 啪的一下 直接把门关上 而在门外的小虫子军团早已寄可难耐 自自不倦地蚕食着不锈钢铁门 而叶中明则拿出刚才抽中的强化药水 感情深一口闷 但药水的副作用实在太大 剧烈的疼痛感让叶中明直接跪下 在痛苦挣扎的时候 殊不知小虫子早已在他后方垂涎欲滴 刷的一下 直接把他扑倒在地 其他小虫子立刻蜂拥而上 准备瓜分肥美的午餐 但就在这时 一把利剑从小虫子头上一穿而过 绿色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 啪啪一下 小虫子直接伸手一出 不是别人 正是强化后的叶中明 在两百年后 蟑螂居然长得比人还大 原来地球遭到大规模的毒物袭击 大部分人都变成无意识的丧尸 联动植物都发生一点 仅存的人们只能通过转动轮盘 来抽取生存物资和强化药品 而就在刚刚 面对一堆比人还大的蟑螂袭击 叶中明磕下刚抽到的强化药水 在强烈的副作用下使他垂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逼近 但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叶中明眼泛红光 浑身洋溢着一股浓烈的杀气 一刀两刀 张狼大军瞬间被他砍得支离破碎 但惊艳告诉他 擎贼要先擎王 所以如今要做的 就是解决张狼妈妈以锦效用 果然白天不说曹老板 张狼妈妈像是听到叶中明的召唤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后方 看着眼前惨死的子民们 张狼妈妈嗡嗡作响你是笨 随后二话不说 直接向叶中明喷出绿色铜液 古时兴完全不弱于浓硫酸 看见远程攻击失败 张狼妈妈尽直冲向叶中明 而叶中明似乎等候多时 原来叶中明早已查了本 得知他的弱点就在后背 随后咔嚓一下 绿色的血液瞬间喷涌而出 咔得张狼妈妈一直嗷嗷掉 不仅如此 叶中明还在他身上画的圈圈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刚才还要舞杨威的张狼妈妈 瞬间失去了生机 危机过后 沐心飞再次扑向叶中明 一段强有力的安抚过后 就要开始处理大自然的恩赐 由于环境变异 人们不能通过种植和养殖来获取食物 所以等市面上的物资消耗得差不多时 食物就会变得非常稀缺 而这些张狼尸体酿制成的肉感 就是我们除轮盘补给外的重要食物 把酿制方法传授给沐心飞之后 叶中明决定出趟远门收集水晶和情报 如今偌大的街道却空无一人 有的也是各种丧尸尸体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求救声 居然是一个穿着清凉的妹子 而叶中明第一时间赌上他的肚子 原来当才的求救声 已经暴露了两人的位置 其中一只卡拉蜜一下 就扯住妹子为数不多的衣服 还好叶中明手机眼快 刷的一下就直接让他吃戏 但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嫁不住人多 叶中明两人也只能先逃为敬 幸亏黄天不负有心人 妹子找到一处废置的楼房 两人算是能暂时缓一缓 但开心不过三秒 在第二秒的时候 门居然没有关紧 两人只能继续逃亡 但不是每人都像叶中明那样经过强化 更何况是一个衣着清凉的妹妹 在高强度的爬楼梯运动中 妹子逐渐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而就在这时 一只卡拉尼紧紧紧地捉住他的脚 这个男孩本想出去捡点物资 谁倒捡了个妹子 还附带一堆丧尸 于是两人不停逃窜 但由于妹子体力不支 一下就被丧尸捉住后脚跟 还好叶中明眼皮手快 刷的一下就救妹子于火海 而就在这时 天空中一道光流闪现 一下就把叶中明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虽然是秘境钥匙 是末世中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解锁生之希望秘境的唯一工具 而重生回来的叶中明可谓势在闭里 但在他分神的瞬间 一只丧尸竟然打算断他子孙 还好在最关键的时刻 及时用刀挡住命根 而此时的叶中明也不逃了 虚虚十几只丧尸根本不在话下 我不其然 一眨眼的功夫就把他们解决掉 随后两人来到天台 找到刚才要是掉落的位置 是在一所中学后 便用麻绳绕住妹子 把她背到自己身后 然后动身一跃 根本不用打草稿 一个360度转体翻身 落地无水花的丝滑操作 顺利抵达目的地 但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已经有人在远处监视着他们 经过刚才的惊魂一幕 妹子开始信赖眼前这个红衣男孩 简单介绍自己叫梁初音 但还没多说两句 校学楼上方就传来求救生 而叶中明只想到这个位置 能更好看到钥匙落面 于是叫梁初音自己藏好 然后绣了一把徒手攀爬后 一个破坑直踢拿下一血 救下一名老师和两名学生 果不其然 紫发老师的确看到了钥匙坠落的地方 但交换条件是把他们救出去 可现在叶中明的实力最多只能救两人 一番斟酌下 紫发老师愿意为了两名学生牺牲自己 等叶中明平安把两人带下楼后 经过一番细听 确定门外只有三只丧尸后 便把门打开 随后一只丧尸就出现在共人面前 但瞬间就被叶中明一脚踹开 接着乘胜追击拿下三只丧尸后 带着两名学生及时而去 留下紫发老师在风中瑟瑟发抖 幸亏丧尸都聚集在楼上 不然带着两个脱油瓶的叶中明也难以招架 但就在这时 一种惊悚的感觉犹然而生 叶中明立刻喊听两人 因为前方有种前所未有的危险感 但楼道却出乎意料的瓶颈 连两个小屁孩都怀疑 他是不是思觉失调 叶中明都开始自我怀疑 但其实 的确有个黑影一直在他们上方徘徊 这个男孩竟然大半夜不睡觉 带着两名学妹走在学校的楼道上 而且四周还经常传来阴冷的寒风 果不其然 其中一个学妹感到后脑勺凉嗦嗦的 转身一看 竟有一只血盆大口在他面前 而就在这时 一把飞刀划过 咔擦一下就把怪物的一半上唇砍了 是叶中明的小叶飞刀 看着地上不断蠕动的红唇 怪物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嘴巴被砍了 疼得一直嗷嗷叫 并不顾一切地冲向叶中明 没有武器的叶中明只能用拳头跟他硬钢 但显然面前的怪兽与之前的丧尸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是发生变异进化的丧尸铁壁 而对方根本没有给他思考的机会 未爆割唇之仇继续猛攻 但叶中明也并没有坐以待毙 一个转身回旋踢环以颜色 但铁壁只是不懈地撇了一撇 这一脚连他的毛都未伤及分好 然后就紧紧抓住叶中明的脚 用尽吃奶的力 狠狠地把他砸到地面上 而另一边的黄一妹早已下到脚软 请求短发妹拉自己一把 但此刻的短发妹把人性演绎的淋漓尽致 丝毫没有理会他 而另一边的叶中明也陷入了困境 生死竟在一线之间 轰了一伤 原以为得手的铁壁 居然不断冒出绿色血液 原来在最后关头 叶中明拿出之前轮盘抽奖的枪把他干掉 但就在这时 楼梯传来咚咚响 刚才枪声似乎又引来了其他丧尸 以叶中明目前的状态根本撑不了多久 正当几人满脸惊慌时 来人竟是梁初音 一下就扑到叶中明怀里 此时的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而梁初音连忙说道 刚才教学楼后面突然发光 所有丧尸都朝着光源过去 叶中明眼前一亮 已经猜到那里有新的轮盘 随后几人来到楼下 当看到两名学生安全下楼后 紫发老师也没有实验 把写有秘境钥匙地址的指认给叶中明 而目前就面临两种选择 一个是找秘境钥匙 另一个则是新的轮盘 考虑到带着两个拖油瓶 不能让他们知道钥匙的存在 于是决定先去梁初音说的地方 但几乎所有丧尸都在里面 安置好几人之后 叶中明拿出80米短刀就静止走进去 等叶中明进去之后 短发妹认为她不自量力 为求自保便拽着黄一妹 说服她抛下梁初音离开 不然等叶中明把丧尸惹怒了就晚了 而里面的叶中明再次面临恶斗 一群丧尸围堵她 但面对刀枪加持的叶中明 他们根本撑不过两回合 而叶中明也没有判断错误 眼前的确是一个新的轮盘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罐头都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仅存的人类只能通过猎杀丧尸 收集水晶来驱动轮盘 从而进行物资食物补给 而叶中明在一次行动中 无意中发现一个特殊的轮盘 而这个轮盘只有三个颜色 因此被称为三彩轮盘 此外还有更多颜色的多彩轮盘 对比常规的物资兑换轮盘 多彩轮盘非常珍贵 首先数量是常规轮盘的五分之一 其次是他能兑换的是职业 不仅有刀客射手等输出型的职业 还有药剂师美食家等辅助型职业 在弱肉强食的末世中 获得职业技能绝对是生存的关键 而此时的门外 正上演着一出比丧尸更恐怖的人心大片 被叶中明救下的短发妹没有丝毫感激之情 当看见叶中明进去丧尸堆送死后 就立刻拉着黄一妹 丢下凉出英后就一起离开 但报应来得相当快 当来到一个楼梯间时 就遇到丧尸的追杀 又在紧急关头 命运的扑该总会来得刚刚好 短发妹一下扑倒在地 黄一妹立刻转身拉她起来 而就在这时 更加恐怖的人心大片再次上演 当短发妹留下一颗鳄鱼的眼泪后 就直接把黄一妹往丧尸身上甩 然后头也不回地奔跑离开 随后传来的 就是黄一妹撕心裂肺地叫喊声 而另一边 仅剩一人的梁出英也遇到危险 是跟丧尸差不多的亡命之徒 在军队都瓦解的末世中 亡命之徒就是另一种危险 当梁出英即将被就地正法时 黄毛头突然嗷嗷大叫 是叶中明 把八十米短刀直接插进她的手 还没等黄毛头自爆家门 八妹哭哭啼啼地来到叶中明面前 哭诉着黄一妹的不幸 当听到叶中明一人就把丧尸团解决 就立刻意识到只有缠着叶中明 才有机会活下来 随后 叶中明安排两人先去轮盘的地方 把丧尸头上的水晶抠下来 而自己则是回去就落下的蒲老师 看见老师平安归来 八妹一下就扑向她 哭诉着黄一妹惨死的事情 并再次犯病 指责这一切都是叶中明的错 没有好好保护他们 直接把梁出英气出心脏病 但结局还是很解气 叶中明并没有惯着她 我可以救你出来 也可以把你送回去 这个女孩为了自己生存 记一手把回来救她的同伴推进深渊 自己则头也不回地逃跑 留下同伴独自承受撕心裂肺的痛楚 等到脱身后 还反咬救了自己的叶中明 责怪他没有保护好他们 但叶中明并没有惯着她 我可以救你出来 也同样可以送你回去 果然丧尸都比不上人心恐怖 默示就是人心最好的赵妖镜 一番闹剧之后 叶中明带他们来到三彩轮盘前 让他们拿出刚才从丧尸头上抠的水晶 与普通的常规轮盘不同 三彩轮盘并非按照水晶个数来算 而是按照水晶提供的总能量来衡量 叶中明把收集到的26颗水晶放进去 随后 轮盘没有让叶中明失望 如愿转动起来 封了一声 轮盘停在了红色区域 随后窜出一个红色盒子 看到是自己的本命色 叶中明满怀期待是高占的职业 学调打开居然是一个叫荣耀工匠的辅助职业 而且还是等级最低的间隙级别 直接让叶中明一脸黑人问号 浪费二十多个水晶才抽到这玩意 直接圆地网一云 但他不知道原来惊喜在最后 职业徽章上的五种颜色 就是代表他同时拥有五种技能 能抽中的几率简直微乎其微 直接给叶中明打满鸡血 于是立刻召唤众人继续抠水晶 但他们却不知道 正有人在远处监视着他们 原来是刚才那两个亡命之徒的老大五哥 当看到他们把丧尸头上的水晶抠掉时 就立刻召击中小弟集合 看来已经猜到了水晶的秘密 而另一边 叶中明把物资背包交给梁初音保管 随后动用工匠的锻造术技能 一柄精致的木毛就此诞生 把武器交给他们防身后 自己则走上寻找秘境钥匙的道路 很快 叶中明就来到普老师看到的坠落地点 正当他左顾右盼的时候 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女人 如果不是叶中明经过强化 这样接盘绝对凶多吉少 但女人立马一个转体开始 随后用琴拿手制服叶中明 但明显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就被叶中明一个反琴拿 外加逼东的强力组合驯服 得知女人竟是警察后 叶中明也失去地松开手 正当两人在自我介绍时 一颗不讲武德的子弹静止飞 让叶中明在英雄救美的路上越走越远 而开枪的人 正是比亡命之徒更疯狂的死错犯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花一个亿都买不到一个罐头 所有的物资都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军队瓦解的末世中 看守监狱的警卫 反被死囚犯拿枪追杀 但他们遇到叶中明确实运气不佳 其中一个胡子囚犯正打算大杀四方石 话说到 暗时就被一枪射穿天灵带 而另外两名囚犯立刻反应过来 正打算火力压制时 殊不知叶中明早已在他们上方攻后多时 随后五指右手一个慢动作 就把剩下两人拿下 女警卫难以想象眼前的一幕 一个少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杀得如此毫不犹豫 解决完三名死囚犯之后 叶中明终于开始进入主题 寻找开启未来的秘境钥匙 跟女警卫大致描述后 两人便开始地毯式搜索 女警卫就传来喜讯 果然树叶有专攻 但下一名 看到女警卫手上的钥匙时 叶中明一脸盲羊 明显不符合秘境钥匙的气质 然后女警卫随手一扔 殊不知这个举动 将引来一个不速之客 在烟雾缭绕的乱世堆中 一只眼泛绿光的爬行物 约影约线 等两人发现一样时 早已为时已晚 是二阶叶异群 随后叶中明立刻掏枪硬子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子弹压根看不到叶异犬的车尾洞 就这样 叶中明被一下扑倒在地 随后张开血流大 女警卫也被眼前一幕 吓出猪叫声 但下一秒 叶异犬竟想看到母狗 不停地舔着叶中明的脸 还一直摇头摆尾的 直接把惊魂未定的两人整出问号 当叶中明看到他尾巴上的伤痕时 突然恍然大悟 原来他竟然是叶中明小时候救过的流浪狗 人送外号陆卫帝黄丸 看到人狗情未了的一幕 女警卫对冷酷无情的叶中明又有了改观 就这样 一男一女一狗继续开始寻找秘境钥匙 但他们不知道 还有一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在后方飞行 而就在这时 一抹金光闪现 看着眼前的金光 叶中明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使出尘封已久的蓝翔挖掘技能 最终看到一条散发金光的古诗钥匙 我不其然 是符合气质的秘境钥匙 一旁的女警卫还顾着替他开心 殊不知有条粉嫩粉嫩的东西正在他身旁 是一只身形巨大的变异蜥蜴 等女警卫反应过来的时候 早已为时已晚 而等待他的 你就是满口丽牙的血盆大狗 在不久的将来 本该可爱的小狗 都已变成骨头向外掌的狼犬 而九成的人类都变成无意识的丧尸 仅存的人则依靠轮盘抽奖来进行物资补体 而叶中明刚寻找到开创未来的秘境钥匙 就遭到一遍的巨蜥脱袭 用粉嫩的舌头缠住女警卫 准备饱餐一顿时 叶中明突然闪现 直接把不安分的小舌头一分为二 幸好事先动用了工匠职业的强化技能 把八十米短刀进行一段强化 不然根本砍不动这个皮粗肉厚的小可爱 被砍断舌头的巨蜥彻底弄了 尖锐的力爪叙事待发 而就在这时 帝皇丸窜了出来 紧紧地咬住其中一指 为叶中明争取到反击的时间 只见叶中明举起手中的八十米粉刀 然后狠狠地插进巨蜥的卡兹兰大眼 随后一抹鲜血喷涌而出 疼得巨蜥一直嗷嗷叫 而叶中明也喘得粗气 跟庞然大物搏斗 体力消耗相当惊人 然后发出热 一场犬蜥大战叙事待发 只见巨蜥先发致人 一头砸向帝皇丸 但以速度显著的帝皇丸迅速躲开 并用不锈钢丽牙狠狠地咬住巨蜥 但身形差距是硬伤 巨蜥轻轻一甩头就把帝皇丸甩向半空 然后再一记神龙摆吻 又把帝皇丸直勾勾地砸到地上 受了重击的帝皇丸也没有了最初的气势 略显疲态 而此消彼长 巨蜥则越战越勇 举起立爪打算就此解决帝皇丸 而就在这时 叶中鸣再次挥动八十米短刀挡下他的立爪 但依旧背水车心 率不过三秒就被甩到一边去 随后巨蜥张开血盆大门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嘴里流了出来 忽然一条百米长的钢筋 不讲五德的窜了出来 从巨蜥的上额由下往上插了进去 直捅他的天灵盖 是潜水已久的女警卫 确认过眼神后 巨蜥终于郁郁而终 而叶中鸣从巨蜥的头中 抠出一颗水晶 一下就把女警卫的目光吸引过来 而叶中鸣的目的就是打算用水晶的秘密 来勾引女警卫跟自己组队 末世中 每多一份战力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 但他似乎太低估了人民警卫的傲行 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 无奈之下叶中鸣只好启动备用计划 自古真心换人心 经过女警卫的一番审视 最终说自己的名字叫末叶 来表示答应叶中鸣的邀请 但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正有两人在鬼鬼祟祟看着他们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将会是钱财如粪土 取而代之的是这种水晶 因为在丧尸横行动物变异的末世中 人们连吃的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而水晶就是驱动轮盘的关键 就在刚刚 叶中鸣和末叶合力解决掉变异巨蜥 并抠出一颗水晶时 身后有两人在鬼鬼祟祟地看着他们 并打算敲咪咪地解决掉叶中鸣两人 但就在这时 叶中鸣的帝皇丸突然窜了出来 其中一人的时候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鼻子流了出来 而末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另一人身后 让他发现的时候 就要到堂板板的阶段了 就这样三下五除二地拿下两人 在叶中鸣的逼问之下 得知他们的幕后指示人 是之前监视他的亡命之徒老大五哥 得知真相后 叶中鸣二话不说 选择指导他的老巢 而另一边 梁初音几人待在办公室等叶中鸣回来 此时的短发妹突然睁开眼 手中拿着一块开过光的玻璃 一副不怀好意的表情 恶狠狠地盯着打鼻鼾的梁初音 打算暗地解决他 然后抢了叶中鸣给他保管的物资袋 但偏偏遇上刚刚 胡老师突然起床打乱了他的计划 而就在这时 铁闸门传来怦怦声响 一副鬼子进村的阵势 把三人吓得瑟瑟发抖 很快 铁闸门就不堪重负先行一步 而砸门的人 正是武哥的手下 看到如此阵仗 短发妹二话不说先跑为净 而梁初音和普老师的后果只能一会儿 但此时的后门也很给力 并没有给短发妹逃生的机会 喜提同样的下场 但仁致见则无敌 短发妹把一秒投敌的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 还公报私仇狠狠地打了梁初音一顿 把东子哥看得乐乎乐乎的 而这些亡命之徒暗地里也是各怀鬼胎 领头的东子哥早已不服武哥的同意 怂恿众人反抗起义 随后他们回到根据地 看到武哥不在后便打算埋伏他 但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的武哥通过之前监察叶忠明 已经得知水晶的秘密 正跟一个心腹小弟在悄悄地抠水晶 而东子哥这边突发状况 刚他进门就被一块击鼓砸中 既然是叶忠明 看到猎物亲自送上门 东子哥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于是直接把梁初音拉了出来 打算以此要挟叶忠明 但他还没把话说完 叶忠明就突然窜到他的面前 男孩被自己队友两肋插刀 断气后竟发现自己重生回到十年前 是丧尸病毒即将爆发的时候 上一世的他非常懦弱 导致错过了初期野蛮生长的阶段 而带着密集重来一遍的叶忠明 一来就掌握了末世的关键 通过轮盘抽奖抽到强化药水 在面对低级丧尸和亡命之徒 基本毫无压力 而东子哥居然敢用梁初音要挟他下轨 直接帅不过三秒 第二秒就被叶忠明用不锈钢铁管刺破手臂 在第三秒就救回了梁初音 此时的东子哥觉得灵魂被侵犯 立刻召集手下围堵叶忠明 只见叶忠明眼泛红光 传说中的还原亮亮拳早已就位 一拳下去就是六颗门牙 随后摆出叶问的姿态 我要打十个 简单一句歌词过后 一众小卡拉咪就开始跪地求饶 而就在这时 东子哥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没开二度 用谱老师再次要挟叶忠明下跪 但他忽略了后方那个养不熟的短发妹 看到叶忠明回来 原本一秒投敌的短发妹再次掉转枪头 但人算不如天算 东子哥最后也做了一件好事 帮叶忠明清理了队中的淤血 然后一个滑脚 最终倒地不起 此时几人终于可以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但他们却不知道 另一边的五哥已经收集足够的水晶 成功驱动三彩轮盘 随后一张黄色的卷轴飘向五哥 一个老头从卷轴中窜了出来 然后钉了一手 宣布五哥转职为初级要师 令满怀期待的五哥直接开口大骂 什么破玩意 但他不知道 惊喜却在后头 小黄头找到了梁初音一露下的物资背包 当看到一瓶装着药水的试管时 旁边突然显示出他的详细信息 这才明白了要师职业的用处 同时也知道了叶忠明这么强的根本名 随后五哥感情深一口闷 当药水滑到钢门时 就有种触电般的感觉直冲天灵带 只见五哥轻轻净显面目真名 肛门还时不时冒出白烟 整个人像被烈火焚烧一样 小黄头看到后都惊慌失措 于是立刻去找人帮忙 但刚到门口 就有一只砂锅大的拳头挡着他的去路 定睛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只变异的丧尸兽 可还没等他回过神 丧尸兽就已经抡起裙头 在将死的瞬间 小黄头心中不停地默念着迪迦 果然奇迹发生了 但来人并不是迪迦 是强化后的五哥 这个健身猛男突然流下紫色的眼泪 只因他刚才偷偷喝了一瓶紫色雷比 身体就像被雷劈一样 不断冒出白烟 不仅如此 突然出现的丧尸兽 让他们更加雪上加霜 正当丧尸兽抡起砂锅大的拳头时 健身猛男五哥在关键的时候站了出来 只用五根手指就扛下了丧尸兽的砂锅拳头 眼神里透露出的竟是不屑于傲慢 然后下一秒 丧尸兽就被当场手刃 本就趾高气昂的五哥变得更加不可一世 但他却不知道 他辛苦搜刮的物资 已经被叶忠明几人一散了 叶忠明几人带着物资回到沐星飞的别墅 打算介绍沐星飞给他们认识 但进来后才发现别墅一片狼藉 冰箱上还留下一个血手印和字塔 是沐星飞给叶忠明留下的信息 告诉他超市有新的轮盘 叶忠明几人稍作休息后 就着手出门寻找沐星飞和新的轮盘 而就在这时 末夜开始发挥人民好警卫的作用 把警卫局的镇局之宝开了软 具备甲级防护功能 在这个末世时代中逃生的最佳选择 遇丧尸就撞丧尸 手感比完GTA6好上太多了 但下一秒 一大波丧尸源源不断地向着他们涌 可他们更像受了恐慌然后逃跑 果不其然 后方正有个大块头在追赶着他们 来者竟然是变异白元 此时的叶忠明老脸一沉 深知目前的战力难以与他抗衡 但为时已晚 白元已经注意到他们 叶忠明立刻挂上到党线跑为尽 但奈何开车是数学老实教的 一下就撞到电线杆 还没来得及报保险 白元就一跃而至 砸下车头 与叶忠明四目相对 但下一秒 叶忠明立刻疯狂打方向盘 一个神龙百尾式的走位 企图让白元晕车 但并没有如他所愿 于是叶忠明让末夜接手开车 而他则是效仿成龙大哥 跨出车外给白元送上一脚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白元的尾巴悄无声细地 绕着叶忠明的脚 硬生生把叶忠明拉下车 然后重重甩在地上 若不是叶忠明喝过强化药水 这一下估计直接把他带走 看着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叶忠明 白元露出满意的笑容 随后展示出一无声力 垂了两下胸口之后 准备给叶忠明送上最后一击 但就在这时 白元突然遭到偷袭 这个男孩只因穿着内裤开车 就被一只大猩猩拉出车外 狠狠地甩在地上 正当白元想抢他的内裤时 后方突然传来三声枪 想阻止了他 是我们的人民好警卫末夜 抢断技能被打断的白元 发出一声怒吼 随后冲向末夜 在七步之内 枪完全就是摆上 不出三秒 白元就来到末夜面前 皮粗肉厚的白元 根本不怕末夜的子弹 反倒把他彻底激怒 随着一声怒吼 白元不断摇晃军用卡车 把坐在车里的朴老师 甩到地上 然后举起小爪爪 对着朴老师一滑而过 看见都觉得疼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阵口哨声 瞬间把白元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是夜中明和帝黄丸 只见帝黄丸静直冲向白元 一个难度系数 高达5.2分的蚂蚁上树 转眼间就爬到白元的头部位置 随着一声咆哮过后 狠狠地咬住白元的后背 使他不停地转圈圈 打算甩掉帝黄丸 而此时的夜中明 一个箭骨突击 让末叶把枪扔给他 随后一个翻身落地 接过手枪 立刻使出 弓匠技能中的武器强化术 升级手枪的穿透力和稳定性 而此时的帝黄丸 已经陷入困局 被白元无情地打飞到白米开外 正当白元做好 暴打单身狗的准备时 夜中明拿着枪喊停了他 然后还没等白元回过室 就直接对他后背的白骨 开了一枪 夜中明立刻查看 梁初英几人的情况 不小心看到了 小孩子不该看的场面 由于普老师伤口较深 必须要物理缝合 但目前缺少关键的麻药 于是夜中明决定兵分两路 伸手较好的末叶 负责继续探查超市 而他则带着剩下两人 到附近搜刮医疗物资 很快就来到一家社区医院 夜中明刚跑进去 眼前就出现一阵迷雾 随后突然遭到袭击 待迷雾散去之后 眼前竟是一只圆归鳄 与其他异变的生物不同 圆归鳄并不属于地球 是伴随末日而来的天外生物 统称守卫兽 有守卫兽的地方 多数会有特殊的物资奖励 但以夜中明目前的战力 还不是他的对手 而普老师在外面也奄奄一息 可这里又是进去 药品库的必经之路 正当进退两难的时候 一个猥琐的想法油然而生 在不久的将来 小奶狗都变成这么样 大猩猩的牙也往外长 不仅如此 鳄鱼也带了个大龟壳 变成了鳄鱼龟 夜中明自知不是他的对手 但又必须要通过他 才能拿到药物救人 于是心生一计打算智取 拿出一堆普通的弓箭和铁皮铁钉 发动自己的弓匠技能 将同质化的主材融合在一起 最终一把金灿灿的弓箭就此诞手 其次还需要一张金属大网 需要用到的是弓匠技能的镶嵌术 把两种完全不同材质合并使用 于是夜中明用铁丝和环保网 合成一个金属大网 一切整个就去后立马开干 三只利剑各插一个角落 所形成的大网成功压制着 原归恶的形成 而夜中明趁此空挡 立刻冲进药品 寻找合适的医疗物资 一番挣扎就挣脱了大网 出现在夜中明身后 还好夜中明思觉敏锐 即使把门堵上才躲过一截 但同时也把逃生的路堵上 而此时的原归恶发出怒口 不断用尖锐的指甲划着铁 发出的刺耳声传到了梁初音耳中 然后不顾一切地冲进医院 发现一只背着龟壳的鳄鱼 正在不停抓门 心想夜中明肯定被堵在里面了 而夜中明对边不容乐观 原归恶打破了要品堂的窗 距离失守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看到梁初音竟然躲在后方 心里一万只草泥马奔涌而出 这个蠢女人怎么进来了 而此时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位 原归恶距离攻陷仅剩一步之遥 而另一边 梁初音发现了不远处有三个蛋 于是心生一计 这也是唯一能救夜中明的办法 只见他以最快速度向着蛋跑去 然后对着原归恶大喊 成功把他的目光吸引过来 并火速冲向梁初音 替夜中明争取了逃走的时间 但梁初音这边已经危在旦夕 原归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他面前 就在落爪瞬间 梁初音临危不乱 选择对他的蛋下手 让三个蛋向着不同方向滚去 而他最终赌对了 就这样 两人有惊无险地顺利脱险 帮普老师处理完伤口后 就要去跟超市探查的末夜会合 但他们不知道 强化后的五哥误打误撞 先他们一步找到了月华超市里的轮盘 而此时的末夜 经过一番排查后也来到了这家超市 果不其然 命运的红线让他们再次相仿 不久的将来 人们吃个火腿肠都要靠抽奖 丧失横行的世界里 轮盘成为末世生存的关键 强化后的五哥也知道了这个命运 并意外地找到一个新轮盘 警卫的末夜也是毫无压力 轻轻一拳就把他干飞百里开外 但末夜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转体翻身落地无水花的连环梯 勉强打断五哥的攻势 外加一套夜问轻瘦的永春拳 让五哥亮墙后退了数五 但对于强化后的五哥而言 就跟挠痒一般 果然不出所料 五哥瞬间占据上风 把末夜打出一口老坛鲜血 而就在五哥举起拳头 打算了结末夜时 末夜嘴角居然露出一抹坏笑 原来叶忠明已经赫然出现在五哥身后 一个八卦掌就把五哥扇飞 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 看到来人竟然是叶忠明 若是放在之前 五哥可能还会相当忌讳 但如今也喝了强化药水的他 就是跟叶忠明同一起跑线 安顿好受伤的末夜 叶忠明脸色一沉的死死盯着五哥 还没等五哥开口自我介绍 叶忠明就来到他面前发起抢功 但五哥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侧身就躲开了叶忠明的猛员 随后操起砂锅大的拳头鱼翼回击 而此时的叶忠明才发现 原来五哥也喝了强化药水 成为跟自己一样的一星战士 但如果这样就认为 能和叶忠明互相上下了 那就大错特了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足足比他多了十年的格斗经验 只见叶忠明一个闪身 躲开五哥的挥拳 随后对着他的肾就是狠狠一拳 接着迎面而来的 就是一拳 五哥被打得完全没脾气 立刻跪地求饶 但手中却悄悄拿出一个折叠军刀 带到叶忠明转身离去 就直接从后偷袭 但结果不言而喻 叶忠明一个闪身 就让他失重铺浅 随后传来一阵 清脆悦耳的骨头碎裂声 叶忠明硬生生把他的手折断 然后就是一拳断肝肠 一旁的小黄头 立刻前来扶起五哥 然后在叶忠明眼皮底下离开 末夜一脸不解地看向叶忠明 为什么不斩草除根 但叶忠明却轻蔑一笑 接着就随手把他推向丧尸群众 不久的将来 人们吃个火腿肠都要靠抽奖 丧尸横行的世界里 轮盘成为末世生存的关键 解决完五哥这个小插曲 叶忠明把新的轮盘里 有价值的东西都兑换出来了 随后开始规划他的团队 在末世中 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 叶忠明把抽到的强化药水分配给三人 三人喝下后 纷纷受着细胞强化的副作用 叶忠明叮嘱两句之后 就着手回去医院 准备干掉原归恶 因为在他重生前的记忆中 原归恶守护的是一张图纸和他的弹 而传言图纸上记录的是一种 刀型武器制造图 如今他是志在必得 但这次必须要有详尽的计划 首先把附近的丧尸清理干净 以免节外生枝 随后就是要用弓匠技能强化装备 虽然这把轮盘抽的枪还不错 但也仅仅是灰色级别 威力还不行 那就只能在子弹上做文章 之前在西翼上包取的爪尖就派上用场了 把子弹跟爪尖融为一体就能做成穿甲弹 穿透力和杀伤力都大大增强 安排好地黄丸放风后 自己则一跃而下开始狙击原归恶 而此时的原归恶正在午睡 但突然出现的红色外套瞬间让他提高警惕 随后直接一跃而起 冲向叶忠明的红色外套 果然情报不假 原归恶对红色是相当敏感 随后叶忠明直接把外套甩向高空 瞬间把他的目光都吸引过去 接着叶忠明对着他腹部就是一枪 发现子弹如自己所鸟 的确能完美穿破原归恶的后甲 而此时的原归恶已经彻底被击目 向着叶忠明就是一掌 看见没有把他拿捏 紧接而来的又是一记连环的狂风之掌 但一一被叶忠明挡下 随后一跃 坐落在原归恶的尾巴上 再借力往原归恶头部一条 把手中八十米的短刀竖起来 咔擦一下 直接卡进他的上下颚之间 然后掏出准备好的穿甲手枪 对着原归恶的喉咙 打之蹦的一下 原归恶瞬间失去生命体征 叶忠明穿回自己的本命色外套后 便朝着战利品走去 果不其然 一张发着光的卷轴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此武器居然包含了一个被动技能和指动技能 而且最终阶段还是珍稀类的紫色级 武器上带有技能已经算是极品了 而这把刀不仅是紫色级 还带有两个技能 那可是无限趋近于史诗级别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喝凭矿泉水都需要抽奖 丧失横行的末世中 轮盘成为生存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带着十年的末世生存经验和记忆 轻松拿下原归恶这只守卫兽 拿到一张千金难求的神器锻造书 但按照他目前的实力 还只能解决第一阶段的打造 而且眼前还有原归恶留下的三个蛋 人吃了能增强体质 宠物吃了还可能产生进化 于是叶忠明即刻叫来帝皇丸 把其中一只蛋煮了后分给他吃 我不其然 叶忠明吃了后明显感觉身体强度提升了一倍 而帝皇丸后赫然进化成二级一处 有了新的天赋技能 在叶忠明的命令下 帝皇丸的狗毛都树立起来 随后狗毛化作密密麻麻的尖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散发性的刺向前方 看到帝皇丸的天赋攻击后都大吃一惊 居然是细针密线的毛发攻击 虽然威力不错 但就是挺费毛的 吩咐帝皇丸继续吃蛋后 叶忠明则找到一家废弃的医院 开始神器第一阶段的锻造 按照锻造书上的要求 叶忠明发动工匠技能 把一辆小车彻底溶解营炼 然后注入到自己的八十米短包 随后再把圆归乐的爪子和牙齿 连同一颗二级魔镜一起融合到短包上 轰的一声 一抹白光天柱直冲云霄 第一阶段的风之月锻造顺利完成 叶忠明拿着他随手一挥 就直接把五十米粗的铁管一分为二 锋利程度不言而喻 完成之后 叶忠明带着煮好的蛋回去给梁初音他们 喝了强化药水的几人 很快就适应了末世的生活 打丧尸掏水晶也变得容易 也不枉叶忠明前期投资在他们身上 于是两女一狗用着蛋液来打边罗 普老师瞬间感到身体素质又在变强 而此时叶忠明打断了他们 只见他把一条紫藤边递给梁初音 随后梁初音左挥右挥上挥下挥 完全把他的体操技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简直就是为梁初音量申定做的 而相较于普老师 叶忠明还没想到做什么武器给他 总不能做和粉笔给他扔嘛 而末叶的话有点事情要处理就暂时离队 安顿好一切之后 叶忠明语重心长地跟两人说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 将会有海量的丧尸和强大的怪物 而且还会承受同类的攻击 因为他们即将要去的地方是珍珠 而湖中就有一只金元宝的轮盘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吃个方便面都需要抽奖 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轮盘成为生存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带着十年的末世经验和记忆 简直就是行走的伴儿 在他记忆中 珍珠湖的水中有一个金元宝的轮盘 只需一颗一级魔精就能驱动 激活后会得到任务提示 完成后会有丰富的奖励 可以说得他者得天下 但有回报与风险通促 在上一世的争夺战略 只能用血腥至极来形容 果不其然 湖边已经聚集了 另一个带武力的组织 领头的是一名身披长袍的 叶姓中年男人 身边的刺头王丁 甚至已经达到二星战士的实力 而此时的叶忠明 并没有急着去偿火 而是远远地看着湖中的镜狂 目前的状况只适合智取 于是开始给两名女生分发任务 梁初音负责观察 如果出现背着金色袋子的小怪物 就通知他 而普老师则负责汇报战场的战口 找个相对的高点 来留意那只小怪物的动向 而叶忠明就会埋伏在附近的一座楼 四级行动 并勒令两人发现目标 第一时间告诉他 切勿单独行动 虽然小怪物能力不佳 但却能召唤许多变异生物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湖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聚宝轮盘正式启动 叶忠明等人立刻分头行驶 而在湖边探查的武力组织团 也向后亮枪了紧 为首的秦小波更是木讷了一下 因为眼前出现的 就是叶忠明口中的小怪物 只见他慢悠悠地拿起身旁的号角 随后吹出一曲东风破 秦小波脸色一沉 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不其然 守卫的队伍发现了异样 原来有一大波丧尸正往着湖中 而叶领头堪称洗脑界的扛霸子 三言两语就激发起武装团的战斗热血 而此时的叶忠明正在角落中 静静地看着他们 似乎在等候着什么 果然 在不远处的森林中 出现了一个类似黑洞的漩涡 终于来了 通往绝地空间的通道打开了 原来那只号角不仅可以召唤丧尸 还可以打通绝地空间通道 召唤出更多强大的异兽 此时的叶忠明立即冲向天台 看到黑洞正在眼前 而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从黑洞中伸了出来 居然是三级的誓言 叶忠明此时都不淡定了 仿佛跟之前的认知出现了一点偏调 但与之相比 叶忠明更关注另一只异兽 就是那只用脚走路的孔阳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馒头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争抢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尤其是这个奖励丰厚的聚宝轮盘 已经引起各个势力的关注 带着十年末世记忆重生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秘籍 他把注意力放到一只行走的山羊异首 根据记忆 这羊体内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羊宝 如今正有三名男人被他追逮 恰好来到叶忠明跟前求救 一场人羊大战叙事待发 叶忠明先发指羊 一跃就到孔阳的后背 落地就是一刀 疼得孔阳嗷嗷叫 但叶忠明并没有理会 而是露出更阴森的眼神 刚才被追的三个男人都难以置信 明明叶忠明跟他一样是一心战士 为何会有如此差别 而孔阳拼命挣扎 上蹿下跳试图甩开叶忠明 但叶忠明牢牢捉住他的被子 随后又是一刀 孔阳不争气的眼泪 直接从嘴里流了出来 随后不断疯狂跳跃 像急了手机前赶苍蝇的女人 叶忠明也被甩到发型都乱了 但他丝毫没有要停下的迹象 而是不停快速移动 剑起的碎势不停砸向叶忠明的脸 好一会儿才突然停下脚步 喘着一口粗气 扭头看向如牛皮糖般的叶忠明 趁此机会 叶忠明从他后背上一跃而下 但下一秒 孔阳硕大的脚掌 俨然出现在叶忠明头上 轰的一声 若不是叶忠明身手敏捷 估计直接变成响 调整好姿态的叶忠明微微一蹲 一副弯弓射箭的蓄力状态 果然 叶忠明眼泛红光杀气领人 举起手中八十米的短刀 蓄力一跃直插孔阳下方 受了致命一击的孔阳 走得六亲不认的步 最终回天伐术倒地不起 看到孔阳真的被击倒后 刚才逃跑的三人又走了出来 并展现出人性丑陋的一面 居然敢说要分走叶忠明的一半功劳 特别是看到他的一只手受伤了 按人数算怎么都站上头 其中一个中分头更是嚣张自己 看见叶忠明当他放屁 他直接掏起棍子就向着叶忠明哭去 但下一秒 拿着棍子的手哐当地掉在地上 还没等中分头反应过来 叶忠明直接一脚踹上去 强大的推力把剩余两人都撞成主角 叶忠明自顾自地把杨宝掏出来后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继续去追赶本次任务的最终目标 而等待三人的 就是被丧尸瓜分的下场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和平农夫山泉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争抢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带着十年末世记忆重生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外挂 叶忠明解决完孔阳后 继续追赶背着前代的小怪物 在蒲老师的指引下 叶忠明得知小怪物走到了一家旁古屋 一番瞭望过后 发现了一堆蚂蚁围着一家木屋 如无意外应该就是这里 就当叶忠明靠近时 突然传来熟悉的号角声 怎么可能 上一世的小怪物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因为在他记忆中 小怪物只会吹响一次号角 而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号角音停下 黑洞就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叶忠明有种不详的预感 本来三级诗员的出现 就已经让叶忠明感到突兀 还没等他恢复思绪 黑洞中就有一只大脚踏了出来 隐约看到他锁链缠身 头上的绿角格外显眼 随着轮廓越发清晰 叶忠明此时一脸震惊 这怎么可能 来者居然是锁链囚徒 在上一世中 他是为数不多绝对强大的存在 目前额头的绿水晶表示 他现在是四级异兽 但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不断进化 成为人类所知的第一批九级异兽之一 当初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幸亏当时出了木星飞这个九星强者 联合几位强者才能勉强把他干掉 而那一战也是木星飞成名之战 按照叶忠明目前的实力 这玩意还是可远观而不可卸完 目前还是要先把小怪物搞到手 随后叶忠明来到普老师说的糖果物 但发现人去楼空 正想联系他时 后门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是那个叶姓武装团的人 发现了小怪物身后的袋子都装着好东西 为首的包盖头紧张地用传呼击叫叶首领支援 而小怪物此时还乐呵乐呵的 骑着蚂蚁到处窜 但帅不过三秒 第二秒的时候就中枪了 包盖头一脸兴奋的 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 叶忠明突然冲了出来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就是一个上钩下钩左钩右钩拳伺候 随后直接往小怪物逃跑的方向冲去 知道秘密的人越来越多了 必须要速战速决 待到叶忠明离去后 包盖头才立刻向叶首领汇报 而叶忠明经过一番环视 终于在乱石堆中发现了小怪物在旁边吃鸡 叶忠明审视了一下后 便直接窜到他的鸡腿跟前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滑子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争抢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带着十年末世记忆重生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秘笈 抢夺聚保轮盘的小怪物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叶忠明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面前 而小怪物只淡定地拍了拍蚂蚁的屁股 让他对付叶忠明 看到这只大蚂蚁居然是二级的将鸟 都吃了一惊 随后挥动手中八十米的等刀 挡下他的猛鸡 但下一秒 将鸟口中突然吐出绿色的不明物体 让叶忠明措手不及 若不是他腰好腿好胜好 估计这一偷袭就要了他的命 反过神的叶忠明并没有给他窜走的机会 而是向着他的翅膀一滑而过 锻造过的短刀锋利无比 一刀过去犹如切膏般顺滑 失去翅膀的将鸟瞬间失去平衡 轰地撞到地上 随后 叶忠明直接一刀插进他的小脑袋 再扭一扭 舔一舔 泡一泡 然后冷冷地看着眼前的小怪物 而此时的小怪物瞬间觉得手中的鸡脱东西 左孤右盼的想逃跑 看着叶忠明似笑非笑的奸诈表情 小怪物连忙把手放到背后的前袋里 刷得直接取出东西砸向叶忠明 当叶忠明看到丢来的竟然是卷轴石 不由得大吃一击 居然是初级的凝幻术 这可是在末世中非常火爆的召唤类技能 没想到这怪物随便一扔的东西都是珍贵至极的 小怪物看到偷袭没有奏效 脸上的冷汗更省 随后又是一个卷轴 火热的卷 竟然是职业晋升卷轴 上辈子叶忠明为了这个差点命都没了 现在居然像垃圾一样被扔 这下直接把叶忠明弄得乐呵乐呵的 接下来 小怪物继续爆点天物的杂东西攻击叶忠明 直到一卷职业症疏落到叶忠明手里 翻开一看 竟然是名为园丁的职业 在叶忠明的淫威底下 此时的小怪物早已瑟瑟发动 再次拿东西砸向他 叶忠明还想张手接住的时候 却发现当中有诈 随后立刻扑向一旁闪开 紧接而来的就是轰的爆炸声响 待到烟雾散去时 面前竟然出现了一只绿油油的怪物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抽根滑子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轮盘争夺成为生存和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拥有丰富资讯 犹如行走的外挂 在抢夺怪物宝贝上竟显优势 但即将到守时 却被他召唤出来的绿色怪物组绑 身上的荧光绿芒还带着强烈腐蚀性 一时间叶忠明陷入被动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幸好怪物宝贝之前 砸了一个凝幻术技能给他 随后捏碎手中卷中 叶忠明顺利袭得凝幻术 并把手插进水池中 池中泛起一阵波涛 刷的一下 一直见历史般身材的怪物 出现在叶忠明身后 随后一口老潭鲜水 夺口一出 直击绿色怪物 嘶啦嘶啦的不断冒着白烟 就这样一律一篮扭打在一起 连唯一的依靠都没有了 小怪物冷汗直冒 三十六计跑为上镜 但就在这时 包盖头一行人挡在他面前 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火力压制 让叶忠明瞬间处于劣势 眼看口中的肥肉就要飞走 叶忠明再次使出成龙附体之术 外加对面的人体苗变枪 叶忠明成功放倒几人 然后趁乱捉住小怪物 对比上一世的抢夺战 都是死伤超六成的大混战 如今自己终于能成为赢家 但屁股都还没五热 一把空气利刃刀镜直飞向叶忠明 刷的把小怪物的手砍掉 幸好叶忠明眼疾手快 不然被切断手臂的就是他 而此时尘悟中出现了三个神秘人 让叶忠明放开手中的小怪物 看到叶忠明无视警告 便直接对他发起攻击 其中一个形似卡卡西的男人 拿着长枪冲向他 由于之前右臂就受了伤 因此形势并不乐观 便做出一个壮士断臂的决定 直接一脚踢飞小怪物 让三人当场黑人问号 但又飞到了叶首领的头号 打手王丁面前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但唯一好处就是能把三名 战力转移到王丁身上 而叶忠明就能浑水摸鱼 同时也能在一旁观察敌人的信息 突然出现的王丁 让叶忠明眉头紧重 居然是二星进化者 没想到自己重生回来 都比他慢上半排 这可是一种屈辱 但叶忠明并没有过于纠结 而是趁乱跑向小怪物 在他们狗咬狗鼓打成一团时 叶忠明早已把奖励钱袋拿到手 等王丁终于想起钱袋时 叶忠明已经拿着钱袋 跟他说谢谢 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娃哈哈都需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和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外挂 在众多大佬的虎口中 抢到了怪物宝贝 但还没走远 二星进化者王丁 就在后方拼命追的 叶忠明深知目前的战力 不能跟他硬行 只能智取 而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轰地发生爆炸 连叶忠明看到都略微迟疑 因为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那只四级锁链球 但叶忠明不禁反省 似乎有着新的计划 而王丁也在叶忠明 略微迟疑地瞬间赶了上来 叶忠明硬生生地 吃了王丁一血 若不是叶忠明 不是普通的一星进化者 估计刚才就悬了 而此时的王丁 看出叶忠明并不一般 直接使出爆衣之术 胸口上的黑骷髅头 纹身展露无影 瞬间吸引住叶忠明 终于明白王丁 这么快成为 二星进化者的原因 原来他使用了 黑灵魂吞噬卡 如果一星进化者使用后 只需吞噬一个 一级变异生命 就能进化成二星进化者 但上限是升到三星 而且使用之后 最多仅剩十年可活 王丁给叶忠明 下达最后通牒 但此时的叶忠明 反倒淫淡风轻 不禁让他升起一星 不敢小学 随后叶忠明指了指周围 才发现幸存的 各个组织 几乎都来到这里 当然王丁背后的武装团 也一并到此 随后叶忠明 直接转向锁链囚徒 一个上窜接下跳 来到了乱石堆高点上 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 直接把钱袋里面的宝贝 一撒而空 直接勾走王丁 即将到手的肥肉 是梁初一 还有朴老师和末叶 跟他的队友 混乱中末叶也拿到一个金蛋 随后一个凌空飞踢 把另一个金蛋 踢到朴老师手中 就这样叶忠明的三人小分队 各有着陆 剩下的几人也各不相让 最终叶首领不敌三人主 被踢飞在外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一声 枪响打破了此时的局面 众人的目光纷纷看向锁链囚徒 是叶忠明 他在不断向着锁链囚徒的锁链开枪 其他人都以为叶忠明疯了 是想把怪物引来同归于尽 但他们却不知道 叶忠明为的只是怪物身上的铁索 容尽武器就能极大提升品质 每刻能卖出天价的鬼精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衡大兵权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正当众人围着金色圆球抢时 他却在盘算着一个大铁链 因为他知道这个并不是普通的铁链 而是价值千斤的鬼精 在他的多次设计下 铁链终于出现裂缝 随后顺势爬上锁链囚徒的身上 一把抓住出现裂缝的铁链上 随后挥动八十米短刀 对准就是一刀 经过一阶段的强化 锋利程度非比寻常 铁链上如愿出现裂缝 随后叶忠明就这样不停地砍 叶忠明也萌生出放弃的想法 而就在这时 叶忠明突然发现一样扭转乾坤的东西 是还没发芽的石人花的种子 叶忠明一把抓过 随后把他们塞进铁链的裂缝中 下一秒 发动圆钉的激活剂链 只见裂缝中的石人花种子 以几何倍速生长 硬生生地把裂缝撑大 随后叶忠明一个旋转跳跃闭着眼 凌空飞跃就是一刀 直接从石人花处一坛而过 发出的声势引起众人注意 随后失众开始下转 断开的铁链也在空中坠落 而此时的王丁立刻窜了过来 在他眼里 只要叶忠明如此重视 那肯定是好东西 到手的肥肉又怎么会拱手相让 叶忠明立刻喊来帝皇王 随后帝皇丸直接从王丁头上窜出 看见帝皇丸成功咬住鬼丁 叶忠明才安心跌到地上 昏迷过去 还好凉处应几人及时来到他身边 而此时的锁链囚徒早已大发雷皮 一顿乱射 等叶忠明再次睁开眼时 竟发现自己已经昏迷了几天 在普老师的讲述下 原来自己在昏迷过后 墨叶连同他的同事 帮他们几人一起撤退 如今嚷嚷着要分走宝物做报仇 若不是墨叶在 他们早就翻脸不认人 而此时叶忠明醒了 也该接手处理这件事情 首先让墨叶拿出当天的锁获 其中一个使远毒药水的配方 服用后两个小时内耐力增加 而另一个则是容量一立方的空间水晶 绝对是墨叶中的顶级装备 而最后一样格是一张召唤的 墨叶当初交给他教官宝宝 如今不肯交还出来 看完三样物品后 叶忠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三样都不能分给你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缩个螺丝粉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墨叶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再一次聚保轮盘争夺战都收获颇峰 但每个时代都会遇到小人寄予 这个地中海老哥一言不合就操作家伙 打算以武力逼迫叶中银交出所有奖励 若是对上其他组织上解了 但他遇上的是漫画主角叶中银 只见叶中银眼神变得冷练 一股杀气涌上心头 果然 地中海老哥直接拿出手枪对准叶中银 勒令他交出所有东西 但叶中银却丝毫不慌 眼神越发冰冷 既然对方这么不知廉耻 那他也不用顾着情 随后一个手枪姿势对准地中海老哥 哼了一声 突然一记子弹从地中海老哥身上直穿而过 是墨叶的队友夏蕾 此时众人才后知后觉 纷纷对着夏蕾咬牙切实 准备拿他祭天 而就在这时 地皇丸一跃而至 仅仅一个照面就让他们溃不成距 落难而逃 而叶中银则对着墨叶的教官冷笑说道 把卡片交出来 我放你走 随后把免疫药剂交给墨叶 让他送给离开的教官用作保密 就这样一个顺水人情的行为 却可以彻底收服墨叶的心 随后把强化药剂抛向刚才反水的下 原来叶中银在谈判之前 就已经私下拉拢了下来 答应事成之后护送他去找丈夫 分赃事件告一段落后 叶中银终于可以盘点一下这一站的战利品 从教官手里拿回的是地狱犬的召唤卡 随后直接收进空间水晶 直到一张金布出现在他面前 才意识到这是小怪物的钱袋子 但他分明记得当时已经将它撕开 如今却再次完好的出现在他面前 为了验证他的猜想 叶中银操起八十米短刀 对准就是一刀 但出乎意料的是 刀划过的地方居然会自己愈合 让叶中银惊讶不已 如同见鬼般随手一扔 当碰到圆归恶的弹石 周边竟发出耀眼的光芒 当叶中银谨慎地挑起观察时 面前的景象再次让他惊讶不已 原来他能吸收生命力来恢复自身的伤害 这可是漠视神器 但以叶中银目前的实力 还不知道如何利用 只好先把他放到角落里 接着就是最初杀掉孔羊获得的羊宝 这也是这次唯一可以直接提升实力的东西 随后感情深一口闷 当滑落到大肠与小肠的三分之一交汇处时 差那间 一股热能直接从他肛门处喷涌来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克一达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和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中铭犹如行走的外挂 在第一场聚宝轮盘的争夺战中收获巨风 尤其是生吞这个羊宝后 一股澎湃的力量从肛门喷涌而出 本来战后还是一副冰殃状态的他瞬间恢复 腰部酸了腿不疼了 一口气上五楼 不费劲 经过这次强化 力量已经接近常人的八九倍之多 恢复过后 叶中铭拿出这次的意外收获 鬼精 随后施展工匠技能中的采集提炼术 只见鬼精像糟雷批一样 按照每份十克的量展开成一百份 然后不断涌进空间水晶中 接着拿出一份来练手试验 只见夜中铭掏出八十米短刀 然后插进旁边的铁柱上 再次施展工匠技能中的锻刀术 眼前的材料都融化成一堆极致糖浆 随后开始放鬼精魔精等强化材料 一阵强光闪耀过后 一把崭新的九十米短刀出现在夜中铭面前 而且还附加了鬼精技能全力制盲 只要全力挥动 就会出现刀身三分之一的刀毛 这可是刀手主职业到达大师级才能得到的技能 在末世中可谓凤毛麟角的存在 一看到鬼精的附加技能就能达到如此境界 夜中铭心里就美滋滋的 打造好新武器后 夜中铭继续接下来的计划 旅行队下来的承诺 准备前往他丈夫所在的区域 凭借上一世的经验 夜中铭很快就分析出最佳路线 正当众人以为要出发时 夜中铭却有一个事情要先解决 在一家酒店中 三人众正在盘点最近几天的收获 正当红发女想拉上窗帘时 突然砰的一声 来人正是夜中铭 还没等寸头哥回过神 夜中铭已经劫持着红发妹 随后末夜等人持枪直接破门而入 在夜中铭昏迷期间 这三人不停追杀末夜他们 如今夜中铭就是来讨债的 而且还要从他们口中盘出彩色轮盘的位置 果然人质在守天下我有 寸头哥很快就全盘拖出 随后寸头哥带众人来到一个小区 而眼前这间房就是轮盘所在的地方 果然 一个五彩轮盘出现在众人面前 根据三人众的反馈得知 驱动一次估计要三百颗水晶 那么接下来 他们可有的忙啊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无穷鸡翅都需要靠轮盘抽点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就在刚刚 夜中铭找到一个五彩轮盘 但驱动一次就要花上数百颗魔精 所以目前首要任务就是杀丧尸级魔精 如今队伍多了几名工具人 仅一上午就能收获两百多枚魔精 但距离转动轮盘还相差不少 于是夜中铭换个地方 试图收集二级的魔精 而超市这些人群秘籍的地方 就是丧尸烈士人类进化的最佳选择 果然 一滴绿色的神秘物体突然落在他的肩上 抬头一看见是变异的高脚蜘蛛 还没等夜中铭回过神 他就吐出一捆猪丝粘网 面对如此大的蜘蛛网 夜中铭并不打算闪开 而是静静地操出90米短刀 然后对准蛛丝网全力一划 一股红色刀气刷刷地就把蛛丝网一分为二 还没等高脚蜘蛛反应过来 夜中铭就已经出现在他的上方 90米短刀蠢蠢欲动 随后再次使出全力致盲 红色刀气犹如滔天巨浪一冲而上 仅仅一个照面 高脚蜘蛛便赶着投胎搬一分为二 随后夜中铭不紧不慢地处理他的尸体 而就在这时 夜中铭突然感觉被体发凉 幸好夜中铭腰好腿好身好 换上大罗的话根本躲不过去 而此时夜中铭的脸色一沉 因为刚才偷袭他的并不是普通丧尸 而是貌美之女成为丧尸 然后进化的一个新特种 女婆 天赋技能可以控制一只变异生物或怪兽 还可以随他一起进化最终变得十分强大 而刚才偷袭夜中铭的 就是这只灵活无比的二级变异黑猫 也就是说夜中铭如今面临的是两只二级生物 只见黑猫一跃而上 但下一秒 他却是思啃着高脚蜘蛛的尸体 完全没把夜中铭放在眼里 自制被轻视的夜中铭举起九十米短刀 刷得冲向目中无名的黑猫 随后一记全力之盲甩向他 等黑猫发现的时候 虽能躲开但也不能全身而退 刀气划伤了他细嫩的黑皮 但下一刻 夜中铭的脸色变得泥重 居然是能量腹地的天赋技能 可以把伤势腹地加快疗伤效果 眼前这个仅是二级的羽婆 居然就觉醒这个技能 夜中铭自制不能久战 必须趁热打体 但羽婆似乎并不练赞 直接使出三十六级走为上级之术 夜中铭本想上前追砍 但想到刚才被抓伤的后背 散发的血腥味犹如行走的蛋糕 于是决定先回去包扎伤跑 但总觉得有地方不同 果然 不远处的沙井盖传来嘶嘶声响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雷币都需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争抢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夜中铭当发现新的五彩轮盘 正收集水晶时 遭到二级羽婆的袭击 夜中铭本想先回避锋芒 但却接二连三地遭到袭击 首先是天上飞的 但经不住夜中铭的九十米短刀 而地上爬的也纯纯欲读 果然 下一秒就成堆涌向夜中铭 但在夜中铭的刀芒下 纷纷伸手一触 但胜在数量惊人 不经意间居然有两只小可爱拖掩一触 直接帅不过三秒 仅仅一个照面 就解决掉众多小可爱 把剩下的都吓到直接撒腿就好 随后夜中铭指向天台上的勇活 下次就轮到你了 看到夜中铭并不简单 与婆也无心恋战 转身就走 但眼里透出一股圣人的阴森气息 很快 夜中铭拖着猛男生去回到根据地 梁初音看到都一脸心疼 三人众还不忘对他嘲讽一番 一番包扎过后 夜中铭来到五彩轮盘前 随后把今天收获的360枚魔精扔了进去 只见轮盘飞快转动 众人在后方都屏住呼吸 片刻后就传来冰的一声 是一份名为光明使徒的职业证书 夜中铭看到具体描述也眼前一亮 是类似医者与法师的结合词 既能治疗防御 又能辅助攻击 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万能职业 但缺点就是只能是使用者唯一的职业 众人听到职业描述后 纷纷扭头看下背后的蒲老师 感情这个职业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 而蒲老师也没有拒绝 直接捏碎手中的卷种 刷了一下 一股蓝光骤现 只见蒲老师的微微睁开双眼 然后对着夜中铭指了一下 夜中铭的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欲 让夜中铭十分惊喜和满意 末世中可谓不可多得的技能 不仅如此 他还有另一个辅助性的技能 而且进化路线还丰富强大 让夜中铭直呼牛批 难怪这只能是唯一职业 还没等夜中铭从惊讶中回过审 蒲老师就换出一个空灵盾 不仅可以对自己释放 还可以对指定目标释放 而且这种防御是自动的 会自动捕捉攻击 然后通过移动自身来抵御 而且随着蒲老师进手 这防御力只会更强大 果然 这个辅助职业让夜中铭非常满 如今轮盘上还剩下两个格子 只见他再次拿出魔精丢进去 一旁的三人众看到都木了木 怎么可怕 他一人居然杀了四只二级丧尸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滑子都需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和强大的关键 夜中铭眼前正有一个五彩轮盘 随后他从口袋里抽出四颗二级魔精扔进去 一旁的寸头隔心头一震 夜中铭居然能击杀如此多二级生物 而此时轮盘已经开始转动 随后盯的一声停下 一份卷轴赫然出现在夜中铭手上 夜中铭没有多想 就直接扔给梁初音 梁初音接过后仔细阅读 是名为风舞者的职业 使用带状物为武器 要有舞蹈基础 只适用于女性进化者 职业技能适应四方五旋的大范围攻击 这妥妥就是作者为梁初音量申定多了 没有多加思考 梁初音便捏碎手中的卷轴 成功转直 而后方的平头地早已如狼似乎 一直喊着夜中铭继续抽奖 但手上的魔精已经不足以驱动轮盘 在收集会耽误接下来的计划 只能放弃 话已至此 平头地也只能猛然落泪 而夜中铭再次走到三人众面前 寸头歌声怕眼前的男人会切他崩溃 立马用一份情报来求夜中铭让步他们 是关于刀手执业书的事情 听到与刀有关 夜中铭也饶有兴趣 在一间叫营营超市的小商店 有人用刀手执业书换进化药剂或其他东西 随后夜中铭立刻组织众人出发 平头地还天真认为夜中铭是大圣人 放着轮盘给他们 殊不知夜中铭早就知道 剩下的黑色区域是死亡区域 故意留坑让他们踩 果不其然 后方传来爆炸声响 夏磊认为夜中铭出而反而 但很抱歉 这就是末世 别忘了他们曾在我昏迷期间 一直追杀你们 在夜中铭教科书籍的指导下 众人也明白这才是生存之道 随后夜中铭来到寸头割收的营运超市 把其他人安排去扫荡丧尸 自己得意人带着帝王丸潜伏进去 殊不知在他上方 一只黑猫正死死盯着他们 还没等夜中铭走多远 黑猫再次发起偷袭 帝王丸直接跟他撕打在一起 看到这猫 夜中铭就知道 来者就是当初的雨国 而且这次还多了一个帮手古魔 但夜中铭并没有位置 二话不说直接开刷 新来的古魔十分踊跃 一来就两眼发射红光 但对敏捷属性拉满的夜中铭毫无作用 直接一记凌空刀忙落地绝 让古魔帅了三秒就被砍掉一只手 夜中铭接着紧按他的头 想借力挥刀拿下古魔 但就在这时 雨婆已经在背后蠢蠢欲动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茅台都需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夜中铭正打探刀手职业书的事情 就被之前的雨婆袭击 同时面对两只二级生物 夜中铭打算逐一击破 但雨婆并没有给他机会 既然如此 夜中铭再次发挥好妖好胜好男人的传统 一个凌空转身刺向偷袭的雨婆 吓得雨婆一个机灵 使出第三个天赋技能通灵之刺 一股紫色漩涡窜向夜中铭 不如其来的袭击 若不是依靠这条好妖 夜中铭绝对会吃大亏 而且通灵之刺这种攻击是精神天赋技能 直接损伤生灵意识 再次让夜中铭大吃一惊 仅是二级的变异丧尸 居然有三个天赋技能 而雨婆再次转身而逃 夜中铭深知不能留下这个迫害 准备追赶时 却遭到骨魔的阻挡 时间紧急的夜中铭 随意挥动90米短刀 直接拿下一血 然后继续追赶逃跑的雨婆 但就在这时 超市里突然传出的声音让他冷静下来 目前首要任务是拿到职业证书 提升自身实力 随后静止走向超市 用了默示为数不多的敲门礼术 然后说出自己的来意 门里传来回应 是一个老男人 看到夜中铭不像坏人便放了他进来 但依旧一副谨慎的状态 夜中铭打量了周边的环境 随后拿出净化药剂 表示自己的诚意 屋内另一个男人拿出那本证书 看完证书后 两人开始了揭示讨价模式 最终卡在三瓶与四瓶净化药水之间 得知老男人坚持要四瓶的原因 是为了绝症的家人 于是夜中铭掏出最后一枚原归恶打 并说出可以它的作用 跟净化药水有的一瓶 最终才顺利成交 离开时 夜中铭还善意提醒老男人尽快离开 同时庆幸老男人的实力不佳 才能捡到宝贝都用不上 这本名为光辉硬刀师的职业证书 光看待前缀就知道 这是不可夺得的主职业 而且还是硬法师和刀手合二为一的职业 硬法师可以把技能录进硬剂中 随后再附属到武器上 只见夜中铭左手右手一个慢动物 便燃起一团烈火 并用燕之硬剂刻录下来 最后融进它的90米短刀上 片刻间 90米短刀就散发着迷人的耀光 燕之硬剂赫然浮现在刀面上 随后夜中铭直接使出燕刀 前方瞬间燃起熊熊烈火 仅仅一刀就能把猪毛烧光 而刀手职业带的另一个技能格是蓝海 但消耗巨大 目前的实力最多仅能挥动两刀 但此时收获满满的夜中铭并不止 末夜几人正陷入苦战之中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良白开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刚成为光辉硬刀式的夜中铭 尝试过硬法的威力后 便打算会合末夜几人 但此时却听到帝皇丸的犬肺声 难道他们遭到危险吗 另一边 末夜左躲右闪啊 明显是陷入苦战的情形 原来是当初那个二星战士王丁 如今的平头帝也身受重伤躺在地上 而梁初音也跟夜首领在激战当中 帝皇丸则应对几个卡拉咪 颇有四面楚歌的近况 王丁静直冲向末夜 手中双刀挥动而下 末夜则拿出夜中铭给他的八十米短刀挡下 但对方有双刀 挡得下出衣却挡不过食物 就在危在旦夕之际 胡老师的空灵盾及时就长 但作用甚微 在王丁的猛攻下只能苟延弹传 连最后的防护都失去时 等待他们的谨慎恐促 胡老师如今也精神附和过大 平凡使用空灵盾与干露术 身体早已掏空 荒荡一下 王丁破开末夜的当房 另一手则向着他的手刺去 打算抢夺那把八十米短刀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响 随后看到一团烈火阵营向他 是夜中铭 他来了 带着一团火来了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这一记验刀刷地砍向王丁 直接砍断他的一只手 让他痛不欲生地跪倒在地 看到夜中铭站在他面前 死死地盯着他 王丁如果见鬼般撒腿就跑 夜首领众人也看到形势不对 赶紧撤退 本想继续追杀 但夜中铭消耗太大 根本不能支撑下去 只能先重整齐子 睡了一晚后 夜中铭终于恢复元气 几人也难得的安心吃了一顿 平头地一直嚷嚷着八十米短刀的力 连王丁都避之锋芒 随后夜中铭直接站了起来 来到铁门面前使出了锻造术 只见铁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溶解 然后从空间水晶取出强化材料 轰的一声 蓝光炸现 一把崭新的八十米短刀就交到平头地熟 这是夜中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锻造 引来一阵惊呼 一顿欢呼过后 夜中铭眺望远方 随后指向远处的一座高楼 接下来我们要找一个人 他在未来将被人尊称为月室 而此时 夜中铭指着的仪器场里 正有几名幸存者躺坐在这里 随后有一个吃着鸡腿的大汉狗 一副压榨者的模样 看到大汉后众人都略带紫张 但其中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却脸色阴沉 一看就知道是夜中铭要找的人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拉飞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铭犹如行走的秘迹 按着记忆 带队寻找一个名为乐师的男人 但来到后发现人去楼空 而就在这时 门外发现情况 居然是用活人来引走丧尸 而领队就是上级吃着鸡腿的大汗 他利用活人把丧尸引走 自己得搜刮物资 眼镜男得知自己即将成为幼儿 心以万念俱灰 但就在这时 他竟跑进了夜中铭怀里 还没等眼镜男反应过来 夜中铭已经安排好他的一切 原来在上一世 眼镜男是魔精武器之附罗大人 通过科技手段 把魔精中蕴含的能量提取出来 再加以改造 成为末世中不可多得的武器 但夜中铭并没有告给他事实 而是让他吃饱喝足后 再拿出一颗魔精 然后提出让他提炼魔精能量的构思 其实就是引导他走向魔精武器之附的道路 提前把他收编定队伍 而这时 乐大远神情严肃地说了句 帮我做一件事 我乐大远的命就是你的 而另一边 鸡腿哥在苦思冥想 不明白夜中铭明明实力不弱 但为什么要救眼镜男那个脱油皮 而就在这时 小弟给他送上一盒黄桃罐的鼓鼓脑 忽然间 鸡腿哥想起了这个寸头小弟 霸占了眼镜男的老婆 心想不妙 果然下一秒 突然有人破门而入 来者正是夜中铭几人 跟乐大远确定过眼神之后 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一把扯住寸头小弟 狠狠地拽住他的衣领 然后往后一甩 啪大一下就掉在乐大远面前 而此时乐大远眼珠子的血管 都快被仇恨成了 直接操起一块八十米砖头 对着寸头小弟狠狠砸了过去 到了夺妻之仇后 连同五名心腹手下 一起加入夜中铭的队伍 半夜 夜中铭正制定下一个目标场所 是一个野猪养殖场 目的是为了二级魔精 因为这里至少有五十只以上的二级野猪 众人听到后直接吓到变形 而此时的野猪场外 正有一个壮男拖着一具尸体行动 胡子男一边喝着八十二年的雷笔 一边把尸体甩进旁边的野猪场 随后一群野猪闻声而来 纷纷围着新鲜出炉的尸体 津津有味的思考 而此时的胡子男正敌不得 进化后就帮我找二级轮盘 让我成为二星进化者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太太口服业都要靠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和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铭犹如行走的秘迹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一个野猪场 因为那里养有一堆变异佩奇 而野猪的主人正是上一世的九星强者部判 发展到后期 甚至有五头佩奇达到了八级变异 夜中铭如今要尽快突破二级强化 去偷他塔就是最佳选择 而另一边 在喝酒的顾潘还不知死期将至 突然 他的第七胆告诉他有大事发生 连续几只宝贝佩奇无辜丧命 半赏过后又死一只 此时的顾潘早已气到发阵 随后直接冲出房间 不管三七二十八 立刻吹响灵魂的号角 只见佩奇们瞬间齐聚一堂 顾潘二话不说 直接操起家伙坐上奔驰的佩奇 平头弟看到布攀带着佩奇们离开后 便立刻通知夜中铭 家里只剩七头看家的佩奇 而这边的末夜经过观察 数出二级佩奇46头 一级佩奇28头 大家也明白这次的任务兼具威胁 但富贵险中求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随后开始安排工作 乐大远负责把风 夏蕾负责保护乐大远 胡老师负责去支援梁初音和帝皇蛮 末夜则去捡漏 并让平头弟准备第二阶段需要用的摩托车 而他则去解决养殖场里看家的七头佩奇 这些可爱的佩奇在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而末夜则架起AK48 对着佩奇们就是哒哒哒一顿射 他们根本帅不过三秒 侥幸没被射死的 都被他及时捕刀 仅仅片刻就解决掉十只一级佩奇 而另一边的梁初音则操出长边 一副训佩奇之王的架势 在一顿妈剑打的呵护下 梁初音和蒲老师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 而平头弟则骑在一辆绿的发荒的小毛驴上 坐等顾潘的佩奇大军到达 随后亮出一个国际手势 成功把顾潘惹毛 一直追着平头弟 成功完成第一个任务 而夜中明也解决掉看门的七只佩奇 准备开启第二个任务 送佩奇王顾潘上路 而此时三小妹早已在第二任务点集合 很快 顾潘被平头弟引到这里 此时的顾潘早已被愤怒淹没 七十四头佩奇瞬间被杀了二十多头 牙痒痒的一定要活丝平头弟 但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通的一声 是偷袭 若不是其中一只佩奇一身挡蛋 顾潘就要交代在这里 如今的顾潘早已失去理智 冲向三小妹埋伏的地方 而接下来就轮到梁初音表演了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磕部落分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如今他正打算解决未来的九星强者顾潘 叶忠明把顾潘引到埋伏点后 梁初音一跃而下 上来就是一顿狂魔乱五边 把前来的佩奇打得落荒而逃 外加末叶的火力压制 佩奇们根本帅不过三脑 梁初音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末叶的掩护下 立刻撤退 还好自己用的试变 才能中猪魁魁下爬墙上岸 顺利回到埋伏点 直到末叶把最后的穿甲弹用了 三人的任务才算最终完成 但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来人正式不拍 佩奇们的折损早已让他怒火中烧 必须要抓住三小妹活迹佩奇 但他却没料到 后方的黄雀早已冰着唐王已久 三小妹看到叶忠明来了 立刻大气一风 随后叶忠明还没打招呼 就直接一脚踢飞不拍 强大的冲击力 连国产的玻璃都架不住 让他从百米高空坐着自由落体运动 而等待他 就是叶忠明的九十米短刀 短刀划过的地方都烧成灰烬 未来的九星强者就此陨落 总共74头佩奇 解决掉72头 还有两头鹰迷鹿得救 但对于这个结果 叶忠明已经相当满意 随后安排平头地处理佩奇的尸体 獠牙并毛那些都是不错的强化素材 而且还能在末世中吃上猪肉 一半腊肉一半炭烤还是美滋滋的 末世生存番瞬间成为美食番 而叶忠明一边吃着肉 一边盘点的这次收获 足足四十多枚二级魔精 接下来就要开始寻觅二级轮盘 尽快进化 而此时的帝皇王哈巴哈巴的 叶忠明留意到这条傻狗的魔精变大了 如果不出意外 等他睡醒过后就会发生进化 而就在这时 有两个不知名人士来到叶忠明面前 当他们自称是来自新区基地时 夏磊当场来电 意味着这两人有可能认识他丈夫 随后抱着希望前来打探丈夫秦宇的消息 但结果并未如愿 两人并不认识 而且如今新区已经被丧尸重重包围 想要进去只能通过别的方法 叶忠明也来了兴趣 看到他们俩一心只为吃口猪肉 叶忠明同意请他们带路进去新区 而就在这时 屋内传来一响 想必是帝皇丸发出的动作 果然 叶忠明近来看到帝皇丸不断在脱毛 众人都颇为担心 以为狗是不能吃猪肉的 但下一秒 停头地却传来惊呼的叫声 帝皇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满金色的毛 随后睁开那只卡兹兰大眼睛 没错 他成功进化成二级的鹿位帝皇丸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块猪肉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旗下的战犬帝皇丸 更是从原来的黑毛 摇身一遍进化成金毛 成为一条小黄狗 而且是真的黄 而最新进化后的天赋技能 是能控制数量和攻击强度的细针密线 相当于弥补了最初威力一般的缺点 而另一边的新区基地天台上 正有一个身穿军装的梦姓男子 静静地看着梁初英几人 而就在这时 一个白衣男子出现在他身旁 来人正是夏磊的老公秦宇 此时他们正面对着梁静淡绝的句话 看到叶忠明那边有一堆吃的 不禁露出贪婪的表情 迫不及待地想迅速上报中央 打算把他们招降过来 而另一边 两人领着叶忠明几人来带秘密通道 准备前往新区基地 而帝皇丸则留下守住剩余的猪肉 随后几人走进下水道 撞见了中途拦路的墙盗 一把抢过寸头地的包包 看到装满猪肉后 西瓜头男子留下贪婪的口水 不知天高地厚地 让叶忠明把东西全留下来 梁初英看到叶忠明老脸一沉 便抢先开口劝退西瓜头 但他却嫌命长 直接抡起棍子冲向梁初英 只见梁初英轻轻一抬肩 就把他踢飞到百里开外 其他小弟见此嚷嚷着要教训梁初英 但下一秒 就直接全躺在地上 随后几人头也不回地继续前进 经过一段小插曲后 几人就从下水道出来地面 来到了新区基地 下垒迫不及待地想要找秦武 于是跟几人分道扬镳 离开时还不忘嫌弃叶忠明的冷血无情 让叶忠明顿感无语 真是漠视了还想着当圣母 殊不知如今的事件 人们喂了一口吃的 甘愿奉出自己的身体 而就在这时 两个四肢发达的男人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丢下一个面包 就直接拉走那个女人 小胖解释他们能如此弃航霸实 就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三个轮盘 一听到这里有三个轮盘 叶忠明就直接来进来 得知其中一个还是二级轮盘 叶忠明就直接打算盘踞于此 入夜 几人来到一个空房了 生火做饭吃肉 但长期吃肉缺少青菜 即使进化者也会营养不良 但对于叶忠明来说 这并不是问题 随后直接拉着平头地开垫头地 平头地还一脸疑惑 现在重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收取 但下一秒 只见一颗颗翠绿的青菜过头而出 没错 就是叶忠明园丁职业技能 培植加速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青菜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漏洞 别人连饭都吃不饱 他还担心长期吃肉不吃菜会拉得不畅快 在他发动培植加速这个圆丁职业技能后 刚种下的种子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涨 在末世中 拥有食物就相当于拥有主宰权 果不其然 他们在末世中吃的比大罗吃的还好 叶忠明想到明天就能吃上青菜 心里就乐滋滋的 而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咚咚声响 是寸头地回来了 白天叶忠明让他去找拥有配方的人 如今回来传达喜讯 叶忠明脸上的喜色更甚 把配方交易出去 应该是配方所需材料太苛刻 实之无谓 随后叶忠明直接掏出三瓶一瓶进化药剂 男人正想同意 叶忠明却冷笑说道 是一瓶药剂 外加一把枪 男人的老脸一黑 听到对方居然想用枪来换他的宝贝 这不就是关公面前五大刀吗 叶忠明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把手伸进背包 掏出一把普通的手枪 然后二话不说对着旁边开了一枪 随后轰个一声 墙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尼玛 你管这叫枪 看到如此威力的枪 男人立刻答应叶忠明的交易条件 随后回到根据地 吃上久违的大白菜 大伙再也不担心大便粘稠冲不下去的问题 但有人欢乐有人愁 在另一边 夏磊成功找到失联的丈夫秦宇 看到秦宇被打得鼻冻脸清 夏磊心里十分难过 幸亏离开前 末夜给了他一瓶净化药剂和猪肉 而曾经是疏解儿子的秦宇 现在觉得方便便都能吃出山珍海味的味道 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一脚踹开他们的房门 来者正是七行霸市的潘哥 曾为官二代的秦宇 此时早已没了傲情 迎上笑脸附和说马上去帮他洗衣服 而夏磊听到后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异常激动 一下子就把潘哥吸引住 他仔细打量了夏磊一番 然后露出邪魅的笑容 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夏磊后 便转身离开 此时的夏磊眉头一皱 已经感受到一股来自猥琐老的威胁气息 随后 潘哥回到暗魔室 跟光头老哥说起情语的美女老婆 果然文明不如一见 连眼瞎的都听到他在笑什么 一下子把光头两兄弟弄到兴致勃勃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走地鸡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观点 重生回来的夜中鸣犹如行走的秘笔 刚从兴区其中一个老大离墙手中 交易了一份初级人魁术的技能书 看到上面的条件 也难怪对方和其他两名老大吃之无味 光五枚二级魔精就已经望而生畏 但对于夜中鸣来说简直扬身定做 随后打算入夜就看看星区唯一的二级轮盘 而另一边 看上夏磊的潘哥 正与另一个光头哥摇耳朵说悄悄话 光头哥本来被弄得彩气飘飘的 但听到潘哥的计划后也吸服了 为了生存 找个好码头是必须的 而同为星区三大老大之一的金大厨 正是跟曹操的特殊癖好友的一瓶 只要把夏磊这种角色人期限上 那么大树底下好成梁 但他们却不知道 金大厨不单有曹老板的特殊癖好 更有他的冷血无情 在两人上报之后就被无情咔嚓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得知晴宇的妻子夏磊的角色没拟过 金大厨便直接召来晴宇 随后喝下一杯82年的雷币吼 一脸猥琐地提出自己要共享的想法 晴宇一脸震惊 心里道出万具银耳 但又不能说个不字 而就在这时 金大厨从口袋抽出一瓶进化药剂 看到进化药剂的晴宇立刻两眼放光 直接让晴宇的底线破防 他深知成功进化的待遇将会天翻地覆 然后心领神会地转身离开 而此时的叶忠明已经潜伏在金大厨的住处外 看到二级轮盘的守卫的确不如一级轮盘严密 叶忠明就静止从两人身边走得进去 然后仔细打亮眼前的轮盘 看到没有技能和配方略微失望 但幸好还有二级进化药剂弥补 但当他在仔细看的时候 就一脸震惊 居然是属性石 不仅可以镶嵌在武器装备上 让武器附带属性 但最关键的是这玩意居然可以吃 在上一世 有一个快饿死的幸存者实在没吃了 就无意中吃下战场上碎裂的属性石 但没想到他竟然活了过来 并且附带吃掉的属性石性质 原本价格平稳的属性石一下子成为抢手 价格飙涨 但也是四五年后的事情 如今叶忠明正式抢战先机的时候 随后拿出最近得到的二级魔精 余下五颗用来做人魁了 其他的就可以转动六次 只要中强化剂或者属性石就能写赚 随后叶忠明二话不说 直接开干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帝王蟹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别人都能看不能吃的二级轮盘 在他眼里就是拉开差距的香波波 随后直接把杀猪得来的二级魔精丢进去 轮盘飞速转动 而白天用一个面包 就拖走一个女人的两个恶霸 因为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了净化者的突破 半路就奄奄一息 而两人正处理尸体中 突然看到天台发出耀眼的光芒 意味着有人成功转动了二级轮盘 而此时的秦宇正劝夏磊牺牲自己 还大条道理说迟早都要用来换 不如换个有权势的能遮荒党语 他说完都尴尬地抠出似是一听 听到千辛万苦来找的秦宇竟然如此懦弱 夏磊瞬间暴跳如雷 然后操起物资带就转身离开 而就在这时 寂寞难耐的金大厨已经登门造访 看到这副猥琐至极的嘴脸 夏磊立刻起跳 一个横扫踢过去 但还没喝强化药水的夏磊根本不是金大厨的对手 随后就被甩向一旁准备好的床 而此时压着夏磊双手 正是他的混蛋秦宇 并要求金大厨履行诺言给他净化药水 听到这句后夏磊更加挠 一个倒挂金钩 外加鲤鱼繁挺在板子 直接掏出两瓶一级强化剂 对着父亲和灵魂拷问 情语内心直接标出百万只泥马 臭娘们藏着这么久 而此时的夏磊早已心如死灰 拧开其中一瓶净化药剂 但金大厨又怎么可能让他成功吃药 大罗也觉得他一早不喝真是有猫笔 最后还是因为夜中明救了他 认为外面传来二级轮盘被转动的消息 对比睡觉 明显这个更具吸引力 随后静止破窗而出 召唤众人向天台集合 一定要活捉转轮盘的人 而此时转动轮盘弄出了大动静 夜中明也深知此地不宜久 还好在最后一刻 命运的指针准确停留 夜中明成功转出心心念念的属性时 但自己的水晶还能钻多一轮 夜中明只好铤而走醒 而此时的金大厨带着部队快速奔向阳台 轮盘每转一圈 但此时追兵已经来到他面前 四只AK56只勾勾对着他后面 让他举手转身过来 而就在这时 刚转到的二级强化药剂顺利出现在他手中 后面的金大厨终于坐不住 赶紧下令首次夜中明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海天酱油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强大与生存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观 别人光看不能吃的二级轮盘 对他来说就是拉开差距的香波波 但转动轮盘的洞景实在太大 很快就引来其他势力追杀 还好夜中明拿着主角剧本 在四相齐发的状态下 他还能顺利躲开 随后纵身一跃 操出90米短刀 插进墙壁 一个成龙式的高空下落 最终顺利下壁 连发型都没有乱 但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紧急 一场乱战不可避免 但对于夜中明来说还是小菜一碟 看到这华丽的身姿 连精英中的精英看到都瞠目结舌 而目前最重要的 就是要找个僻静的地方 磕下二级强化药水 所以夜中明并没有恋战 而是先跑为静 躲进松林里静候时机 但四处都是追兵 强如夜中明也陷入困难 因为改良药剂和完成进化 至少需要十分钟 如今正处于进退两难之境 再不强行突破只能成为瘟宗之鞭 下定决心后 夜中明拿出珍珠湖之战 得到的地狱拳召唤卡 随后直接一甩而出 只见卡片慢慢碎裂消散 与此同时 一个蓝色六芒心症缓缓升起 随后 一只形象凶猛的双头地狱拳闪耀登场 当众精英看到眼前这只怪物 还以为基地被丧失怪物攻破 纷纷吓出心跳 紧接着就是一顿乱射 在敏捷属性拉满的地狱拳面前 这种铺天带地的射杀 也沦为苗边枪法 不仅连他的毛都不能伤及分毫 还彻底激怒他 而另一边 夜中明还是陷于苦战 只能一边逃一边使用凝幻术 把触碰到的东西都变为怪物 当看到路边停着一台宝牛时 夜中明顿时大喜 随后直接对他使出凝幻术 下一秒 宝牛瞬间变形成为大牛风魂 继续为夜中明争取时间 但始终背水车心 违京之计 只能擒贼先擒王 而另一边 金大厨和另一位老大王主任 一起搜刮夜中明 勒令手下对无辜的平民 进行无差别仿舍 目的是让夜中明无处可逃 而就在这时 他们身后已经有把开过光的 90米短刀蠢蠢蠢蠢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到地府报到 解决掉两个基地老大 夜中明终于可以喘口气 随后直接闷下这瓶82年的 二级进化剂 然后砰的一声 剧烈的后遗症如期而至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个三花淡奶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化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 犹如行走的秘笈 率先抽到二级进化药剂 当一口磕下后 剧烈的强化疼痛感随之而来 强如夜中明都直接倒地不起 但总算顺利 成为了末世之初先有的 二星进化者 在夜中明的搅和下 如今的基地已经一团糟 成功进化后 夜中明在这里几乎是可以横着走 随后会和平头地几人 进行下一步计划 几人围炉主查 夜中明说出自己的计划 我要打下这个基地 寸头地你来当基地主人 寸头地听到后一脸茫然 当听到夜中明解决掉 原来的两名老大 更是震惊不已 而对于夜中明选择 自己也是颇为意外 但很快 在夜中明的鼓舞下 也不再推脱 随后夜中明稍作交代后 便转身离开 留下一群人在黑人问号 而在外面接二连三地 发生爆炸声 三大老大之一的 黎强陷入苦战中 基地内已经进入到 相互残杀的阶段 正当黎强进退两难时 夜中明突然出现在他身旁 把黎强吓得 像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当看清楚来人是夜中明时 才收起那七十米短枪 并没有打算要跟夜中明交恶 因为他心知夜中明如今的实力 而夜中明也没有跟他客气 直接把他收编 如此下来 寸头地就有了得力助手 只见天空突然出现 一簇绚丽的烟花 正在慌乱逃窜的平民 还以为丧失进程 但下一秒 就传来寸头地的激情演讲 在他一顿有条不紊的安排下 动乱的局势算是安稳下来 夜中明看到他们的配合 如此顺畅也颇为欣慰 但就在这时 夜中明突然有种不祥的感觉 随后立刻让大家安静 然后趴在地面戏厅 表情相当严肃 让平头地几人都感到恶然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 夜中明便立刻下令 要让南区的人撤场 不要急但必须快 光看表情就知道情况严峻 果不其然 下一秒就传来剧烈的震感 但是已至此 夜中明还是让寸头地 赶紧撤离南区的人 然后让大明去堵住南区的 所有路口 而其他人则跟着夜中明 一起阻击即将来的 沙虫恶梦 沙虫本身的能力单一 但他们能迅速打动 破坏城墙地基 一旦城墙它了 那么等待他们的 就是属之不尽的丧尸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龙虾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 生存与强化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 犹如行走的外寡 如今他要面对的是 会打地动的沙虫 若没有处理好 等待他们的僵尸丧尸 事不宜迟 夜中明先跳为静 先来一个标准版的示范 首先直接砍断 他中部的头 限制他的行动 随后一跃至他尾部 再距离肛门两指的位置 就是他心脏所在位置 而且在拔刀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避开建设出来的血液 否则沾染上的话 身体会变得僵硬 看到夜中明行云流水的操作 平头地再次化身小泥地 但就在这时 地里再次出现剧烈震动 随后不断有杀虫 从地里涌现 把他们几人团团包围 夜中明轻描淡写地 让他们五人对付三只 随后头也不回地 冲向另外两只 而刚被收编的离墙心里覆了 居然让五个异星 去对付三只二级异兽 但下一秒 末夜几人教会他什么叫配合 末夜带着蒲老师 分散另外两只沙虫的注意力 而其他三人则全力击杀落单的沙虫 只见梁初音操出80米短边 使出祖传的套马杆技术 然后一个转体翻身落地 无水花的丝滑掏嘴 顺利来到沙虫的尾部 即将落地的瞬间 平头帝就给他送出80米短刀 梁初音从下道上再道准备下手 也仅仅过去三秒 但就在这时 沙虫突然一个回马枪 想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还好离墙及时不位 砰的一声 直接挡住了沙虫偷袭的去路 最终梁初音手起刀落 其中一只沙虫就此陨落 而另一边的末夜 不停地跟另外两只周旋 在蒲老师的辅助下 丝毫不能伤及末夜分毫 终于熬到平头地几人前来支援 叶忠明看到他们配合得如此之好 也老来安慰 但下一秒 他的老脸一沉 因为面前的警官再次让他望而生畏 城外的丧尸群已经顺着废墟进入 随后叶忠明赶紧帮他们解决剩下的沙虫 让他们看看目前的状况 看出这群丧尸似乎是有组织有预谋 利用沙虫攻击同一处地方 然后所有丧尸都往这边集中 看到此景 叶忠明也陷入两难境地 而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刚成为进化者的下落 并带来的解决办法 只见他指着前方两栋高楼 再看了看自己带来的炸药 只要把那两栋高楼同向炸 就可以堵住南区 拱往其他区的入口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飞鱼罐头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强大与生存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如今正面临着丧尸围城的局面 只见他操出90米短刀 然后纵身一跃 直接下去跟丧尸群肉搏 就是为了争取时间 让下垒不知炸药 炸断高楼堵住丧尸的去路 在叶忠明的鼓舞下 基地的人都重置成城 纷纷跳下去 跟着叶忠明混准没错 一时间大火都气势高涨 把丧尸群杀的落花流水 但奈何都是没经过强化的 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异生物 依旧有点杯水车心 还好有叶忠明这座泰山顶 叶忠明在普老师的辅助 下倒在前方 让大家都有序撤退 而这时黎强在上方侦察 发现丧尸群背后似乎有首领 叶忠明听到后也老脸一沉 似乎是意识到对方是极熟 果不其然 对方的首领是曾经那位武装团的叶首领 但如今似乎已变成丧尸面围 在他的指挥下 丧尸群变得更加汹涌奋战 梁初音施展了多次狂魔乱舞后 也相继出现体力不支的现状 还好关键时候叶忠明会出现 还没等他献上一吻做感谢 叶忠明就直接把他打包扔给佛老师 然后让他们全部撤回废墟室 剩下的就交给他一人 不用顾忌其他同伴的叶忠明 犹如开闸泄洪 以一人之力 挡下了来势汹汹的丧尸群 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其实还跟他之前抽到的属性石有关 他在二星强化之前 便把属性石吃掉 得到了耐力源泉的属性 体力恢复速度和耐力都增加了一倍 在击杀丧尸的同时 也在恢复体力 但丧尸群似乎更加不要命 一下子就窜到叶忠明身上 一旁官站的几人都面露巨色 仅仅三秒的时间 就像果真粽子一般 把叶忠明包的密布透风 李强看到都觉得叶忠明凶多吉少 正向转身离开时 末夜突然发出惊讶之声 快看那边 只见丧尸球燃气熊熊烈火 紧一个呼吸间 他们就被烧得一个不剩 而叶忠明则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看到叶忠明再次站了出来 众人都投向难以置信的目光 刚才还想离开的 李强转眼变来了精神 告诉叶忠明 炸药已经安置完了 最终 在下雷几人的努力下 总算堵住了丧尸群进来的路 这场基地守卫战终将获得胜利 随后叶忠明来到寸头地面前 捉住他白皙的御手 给他送上一瓶 充满爱与关怀的精华药剂 如今你就是这里的老大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百岁山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化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总是快人一步 刚打完一场丧尸围城战 叶忠明带着几人去 做他们曾经不敢做的事情 只见他们来到一间银行 然后叶忠明抽出90米百刀 对着金库门咔嚓两下 硕大的大理石钢门瞬间土工瓦解 接着就是带队扫荡金库 当平头地看到一颗价值200万的古墓律后 便觉得自己要发大惨了 但下一秒就被下垒拉回现实 如今200万也就等于几公斤的测诊 而叶忠明来这里 只是为了找一样东西 就是上几集横行霸道的那两个壮汉 其中那个光头为了活命告诉叶忠明 在这里存放着一把8080狙击枪 末世中 枪之武器比祖墓律要值钱的多 叶忠明满意的合上枪合 然后让其他人先去废墟城墙后面 准备拆下今天杀的丧尸的魔亭 都会有个处理尸体的地方 但兴许基地刚建立几年 就聚满这么多尸体 属实让叶忠明颇为震惊 随后他来到两头一牛身边 咔嚓一下 直接让他们伸手一触 暗红色的血液不停往血池巨蜜 把一旁的光头吓出心跳 没错 叶忠明正准备出击任魁术的材料 首先500公斤的血 其次需要一个将死之人 只见叶忠明大步走向光头身边 然后举起90米短刀 冷冷地看着他 吓得光头哭爹喊娘的 但即将下手时 叶忠明发现尸坑居然还有动静 靠近一看才发现是天意 因为面前这个奄奄一息的女人 正是当天被光头两人拖走的女人 如今让他流着一口气 估计就是想亲自手扔那个光头 叶忠明二话不说 直接把女人抱向准备好了血池 此时的光头完全被恐惧支配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鼻子流了出来 只见叶忠明把女人缓缓放进血池中 随后丢进几颗二级魔钉 然后再为女人一瓶净化药剂 万事俱备后 进行最后一步组合 只见女人双目失去神韵 一股黑气瞬间把她淹没 下一秒 女人再次睁开双眼 取而代之的是圣人阴森的眼神 随后轰的一声 女人从血池中窜了出来 一改以往柔弱的气质 头发也变成血红 叶忠明非常满意 那么接下来就要试一下威力 随后叶忠明指了直角落里的光头 还没等光头反应过来求饶 女人铁士便直接将她一分为二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抢尽资源 在末世刚开始就造出人窥铁士 任劳任怨还没有体力痛感限制 绝对是末世中的大杀气 完成后 叶忠明与小队集合 看到身后站着一个女人 忠实粉丝梁初音立刻发起灵魂拷问 但叶忠明已先半正式围由搪塞过去 目前首要的是鲜蛙魔精 自己负责引开丧尸 其他人则负责简陋 而最脆的两人就负责开灯照明 亭投帝看到跟着叶忠明的红发女人如此迷屁 不惜再次感叹老大的厉害 连叶忠明都十分满意 这完全是人形兵器 不仅力量惊人 联手指甲都是武器 而且还皮粗肉厚 防御力惊人 面对普通的二敌进化者估计也不再坏了 但动静越来越大 引来的丧尸也越来越多 几人并没有炼战 立刻撤退 用捡到的一千多颗一笔魔精 偷到了二十多瓶一新进化剂 随后让寸投帝带上防御战中表现出色的人 给他们统统分发下去 但同时第二天也需要前来支援作战 只不过人的劣根性就是趋利避害 得到净化的十三人在第二天紧来了七人 若这次不能解决 寸投帝在基地就不能服众 叶忠明给他三个建议 若是不服就杀 在叶忠明的精心调教下 寸投帝终于踏出那一步 攻破心理防线 违抗被杀的人也正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随后 防护重建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 而此时叶忠明几人正在静静观察 末夜不解叶忠明在看什么 而叶忠明则微微一笑 表示自己正在找人 整个末夜和夏磊一脸猛逼 如果叶忠明没有猜错 之前那波有序进攻的丧尸围城 估计就跟脑虫有关系 他们个体虽不强大 但善于隐蔽和偷袭 还会侵蚀宿主意识 从而控制宿主大脑 而且还能控制魔晶生命 只见叶忠明突然对着手腕搁下去 一旁的末夜看到都以为叶忠明疯了 但其实他只是引蛇出动 用自己的血来吸引丧尸过来 从而找到操控丧尸的幕后脑虫 果然 在鲜血的吸引下 一大群丧尸不停向着这边涌来 紧跟着叶忠明几人 很快 叶忠明一跃就回到第一道防线 分速量出因指挥 只需把钩填满便可以撤通 而另一边 叶忠明则带着帝皇丸和铁石寻找脑虫 根据叶忠明对脑虫的了解 他目标肯定是已经二级进化的自己 而之所以要把他找出来 其实也跟属性是一个道理 因为脑虫也是可以吃的大补之物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鱼子酱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化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得知脑虫是种大补之物 叶忠明翻箱倒柜都要把他找出来 在帝皇丸的狗鼻子支持下 叶忠明很快找到被脑虫控制的性命 当看到是叶团长时 叶忠明也一脸惊讶 而此时在他身旁护发了 赫然是三级的白手丧尸 难怪看到叶忠明来都毫无动静 而叶忠明压根没有打招呼 直接手起刀落 面对三级一兽 叶忠明毫不含糊 一来就是最强的燕刀 只见熊熊烈火把白手丧尸瞬间吞落 但下一秒 白手丧尸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他面前 这也是燕刀首次不能秒杀的对象 但叶忠明并没有觉得意外 遭到叶忠明的突袭 白手丧尸也发出怒吼 而叶忠明则联手的黄� 齐刷刷地冲向他 叶忠明的九十米短刀 竟直接被他突然冒出的红色舌头当下 而帝皇丸则死死咬住他的手 但同样没有好果子 下一秒就被甩飞百米开腕 果然面对三级一兽不能小觑 但叶忠明并没有担忧 齐刷刷地冲向他 叶忠明的九十米短刀 竟直接被他突然冒出的红色舌头当下 而帝皇丸则死死咬住他的手 但同样没有好果子 下一秒就被甩飞百米开腕 果然面对三级一兽不能小觑 但叶忠明并没有担忧 反倒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只见他微微一笑 似乎毫不惧怕此时的白手丧尸 果不其然 叶忠明直接指示帝皇丸去攻击叶团长 看到帝皇丸像只疯狗一样 白手丧尸也顾不上叶忠明 转而攻击帝皇丸 用性感的小红蛇绕住帝皇丸 但他却没料到 帝皇丸的绝招居然是远程的 加强过的细针逆线 静止刺向叶团长 而白手丧尸也爱莫能顾 眼睁睁地看着细针刺向叶团长 但另一边的叶忠明并没有闲着 而是举起九十米短刀 咔嚓一下 趁白手丧尸不注意 直接把他的小红蛇一刀两断 不仅如此 还利用小红蛇来充当助力 静止刺向白手丧尸的绿眼 但就在这时 一块天外飞时朝着叶忠明砸来 直接打乱了叶忠明的节奏 让他不得不后退至百里开外 看到来者竟是双生力魔 人形态的小魔力气巨大 擅长投掷 而雄形态的大魔则生命力强大 擅长近身搏斗 此时的局面再度陷入迷惘状态 看到突如其来的新一首 叶忠明不禁感叹脑城的智慧 恐怕森林中还埋伏着更多二级生命 但走到这一步并没有退路 叶忠明命令帝皇丸缠住双生力魔 而自己则拿出杀手锏对付白手丧尸 下一招 毕决胜负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黑金豹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凭借信息插得知脑虫是大捕之物 但捕获时却遭到多重阻挠 在面对三级异兽白手丧尸 叶忠明只好使出杀手点 只见他拿出空间水晶 从里面照出一块叫鹅的金属球 然后使出出几名换术 刚才的金属球瞬间变为人形状态 随后轰了一声 直勾勾地打在白手丧尸身上 被压着的白手丧尸不停喘地出奇 完全动弹不得 叶忠明笑眯眯地跟他科普一下 此时压在他身上的金属人 是用鹅作为素材制作出来的 而恰巧了是密度最大的单质金属 这块体积50多立方分米的 足足有一吨之重 随后叶忠明掏出90米斗刀 狠狠地插进他的眼督里 随后还不忘挖走他的魔镜 看到战败的白手丧尸 双生力膜也极了 招呼都不打直接冲向叶忠明 但被金属人挡了下来 而另一边 铁石正和脑虫控制的叶团长干掉 失去庇护的叶团长根本不是他对手 咔嚓一下 他的头瞬间被拧了下来 而此时叶忠明喊铁石赶紧把头丢掉 以免被脑虫寄生 而此时只剩个头的叶团长 突然钻出一只小东西 没错 正是脑虫的本体 看到本体出来了 叶忠明刷地冲向他 但脑虫还在垂死挣扎 危机之际发出声波攻击 趁机阻挡叶忠明靠近 然后在缝隙间紧急召唤出丧尸保护字子 但下一秒 铁石就来到叶忠明面前阻拦他们 而叶忠明则露出吃定你的表情 与此同时的围城外 那群丧尸突然像回过魂一样 然后跌跌撞撞地往反方向撤退 看到他们不约而同的撤退 众人也想到应该是出自叶忠明之身 而此时梁初音也发出号召 趁乱对撤离的丧尸发起进攻 随后直接一跃而上 而另一边 叶忠明正追赶着逃产的脑虫 很快就来到悬崖边缘 脑虫看到无路可退 便便冷汗直冒 而此时叶忠明再次拿出空间水晶 照出一瓶灭火气 随后对着他就是一顿喷 把他的隔夜黄胆水都呛了出来 这就是他的致命弱点 只要沾上灭口气里的物体 就会浑身僵硬 而且还失去寄生能力 此时无路可退的脑虫用意念来求饶 随后在叶忠明的呵护关爱下 脑虫也叫停了其他丧尸的行动 在众多丧尸的围观底下 叶忠明就像火娃一般地让他乖乖救起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红牛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籍 不费吹灰之力 就活捉大捕之物脑虫 随后让帝黄丸和铁石清场 但就在这时 叶忠明发现铁石有点异痒 看到他居然大口大口地吃着魔精 猜想到铁石应该是靠吃魔精进化 清场后 叶忠明把脑虫赶进特制的箱子 然后就带帝黄丸和铁石班师回朝 而此时的众人 正为在一起细数今天的收获 平头帝看见眼前闪亮闪亮的魔精 不禁燃起兴奋之色 眼前足足是一万五千颗一级魔精 听到具体数目后 平头帝都瞠目结舌 而叶忠明则云淡风轻地坐在一旁 安排平头帝明天带着五千颗魔精去转轮盘 殊不估计能换回一百只左右的进化药剂 把其中五十只分给寸头帝去分配 随后再让他安排人手明天继续猎杀丧尸 而明日过后 叶忠明一行人便会离开 这里全全由寸头帝接骨 还没等寸头帝反应过来 叶忠明便转身离开示意他接受现实 第二天 叶忠明拿出昨天捕获的脑筹 然后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脑虫是极为聪明的生物 瞬间明白他的意思 为求活命只好发出脑量电波 操控丧尸群围聚在城墙外 静后发落 众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们一一拿下 而此时的脑虫以为叶忠明会因此放过他 但叶忠明却操出九十米短刀 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据说你是肌肉味的 天真的脑虫就此陨落 一切落幕后 叶忠明一行人坐着一辆绿色轿车离去 独剩下寸头地和小胖在风中瑟瑟发抖 在车上 叶忠明开始畅想未来的规划 下一站便是隔壁省的英城云顶山庄 在此站起码可以安稳发展两年 而在此之前 要先去接上一个人 很快天色已暗 叶忠明几人顺利来到目的地 经过几人一番勘察 发现此地戒备深言井然有序 叶忠明若不是重生回来 估计都难以与之相比 随后 叶忠明略有点难为情的邀请夏蕾 明天陪他一起进城完成任务 之所以难为情 因为他需要夏蕾穿成这样 不得不说真实人靠衣装 与平时冷冽的样子相比 夏蕾居然藏得这么深 果然带他来做而准没错 经过一番解释后 两人顺利进城 果然不出叶忠明所料 在末世中能看到此等角色眉眉 很快就吸引到有心之人 夏蕾故意落单行走 瞬间引出叶忠明要找的人 正当众人疑惑夏蕾为何如此淡定之事 背后的叶忠明正缓缓走了出来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辣条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在叶忠明的关爱引导下 本身穿着严密的夏蕾 都瞬间清凉了不少 如愿地引来一般狂风浪蝶 而此时叶忠明慢条斯理地走了出来 众混混以为叶忠明是不自量力 打算英雄救美 但下一秒 只见叶忠明一个左勾拳 右勾拳 外加叶问真传的日子冲天 便直接放倒几 得知叶忠明是二级强化的 带头的男人直接吓得一批 并用成人最高礼仪来回敬叶忠明 而叶忠明恶狠狠地瞪着他 让他告诉自己囚禁圣员的地方 在一番关爱下 男人直接说出现男凉库的地下室 而叶忠明口中的圣员 正是他重生前的队友 而另一边的两口 两名守卫正讨论着被囚禁的圣员 据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 把老大的情人给杀了 还专门配备一名故事调命 目的就是让他在这里受尽折磨 正当两人讨论圣欢时 叶忠明和夏磊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两名守卫立刻竖起战斗架势 叶忠明只是随意地看了看夏磊 然后便静止走向地下室 随后一手抓住故事的咽喉 咔嚓一下 连问后话都没说完就直奔黄犬 当看到满身淤血的圣员 曾经出生入死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叶忠明从生前的职业是射手 负责远程攻击 而圣员则为巨盾手 几乎能抵挡任何伤害的防御型战士 两人可谓最佳组合 直到一次任务中 替自己挡下多次致命机 才领了饭盒 如今叶忠明凭借上一世的记忆 总算来接回曾经的好基友 随后直接把他公主抱 然后缓缓走出来 看到夏雷已经在擦着刀 果然衣服的多少并不能影响他的战略 然后两人再次大摇大摆地离开 半晌过后 激励领导人黄喜杰看到眼前几具尸体 立刻暴跳如雷 整整六个净化者 就如同杀鸡屠狗一般 而此时一名眼带墨镜身穿白服的男人走出来 跟黄喜杰分析事件报告 约莫可以估计到叶忠明的实力 碾压一级净化者根本不再化下 而黄喜杰对着白衣男子一副恭敬的态度 也证明男子的实力不容小觑 看着男子远去的背影 儿子不解父亲为何不留白衣男子为父 但他却不知道 留下男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是连基地老大都难以附和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条东兴班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总是先人一步 在守卫深岩的虎穴中 就回上一世的好基友圣元 回到临时搭建的豪华帐篷 圣元终于从噩梦中醒了过来 还没等他回过神 背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关爱声音 不是其他人 正是叶忠明 此时的圣元根本不知道叶忠明是谁 而叶忠明也并不急着跟他秀恩爱 对于陌生人 画大饼就是最舒服的开局 果不其然 看到叶忠明的实力 圣元对比上一任的老大 毫不顾虑就答应了叶忠明 一更休息过后 叶忠明带着圣元几人往山中出发 为表诚意 叶忠明给圣元制作一块专属盾盘 加入了鹅金属 让盾盘拥有很高的耐久度 而且还加入鬼精 激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可比上一世圣元拿的那个盾牌还要好 果然 这块盾牌用在圣元的手下 犹如切膏般顺滑 不久 几人就来到叶忠明说的地方 而眼前出现的 正是一块形状奇异的轮盘 而这就是叶忠明 惺惺念念的魔鬼堵盘 多彩轮盘代表着职意 聚宝轮盘则代表着宝贝 而眼前的魔鬼堵盘则代表着风险 也就意味要高收益 就需要面对高风险 随后叶忠明开始做人员安排 胡老师负责在圣元危险之际加辅助盾 而月师几人则离开500米外导带 不能靠近分毫 这也意味着此次危险程度极高 而圣元和铁师就毫无悬念地挡在最前线 最后还对众人交代了一声 此战过后 我可能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参战 随后叶忠明拿出一颗二级魔晶 直接投逼进去 下一刻 魔鬼堵盘散发着闪耀的光芒 其中一个箱子在不停转动 片刻后 出现了最终结果 是斯明牢笼 只要打开牢笼 将会获得一个功能特异的战宠 相比较而言 帝皇丸是因为跟叶忠明有深厚感情 变异后才能维持这种关系 但一旦感情变了就会死 而斯明牢笼的战宠 则需要遵循战宠规则 主人死了也必须随之死 是完全依赖服从于拥有者 而帝皇丸这类型的功能很单一 基本就是为战斗而生 而斯明战宠还会拥有 其他强大的辅助功能 随后 叶忠明继续往里面投入 只见另外一边的两个箱子 也开始转动 然后在叶忠明的再次盯着下 上方的箱子赫然停了下来 里面出现了一只狮子的影子 随后轰的一声 一道蓝光激射而来 在不远处炸裂而开 在烟消云散过后 一只血红的狮子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蓝灌取棋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百科全书 凭着记忆找到形状怪异的魔鬼堵盘 投放一堆魔精之后 轮盘的箱子开始转动 当其中一个箱子出现狮子的图案时 突然一道蓝光从箱子击射而来 来者正是三级的烈焰之师 随后叶忠明立刻叫圣元开启阻挡模式 圣元不愧是充当肉的巨顿手 一副一副当官万夫莫开之势 而叶忠明则继续关注剩下的箱子 很快又一个箱子停止转动 上面出现的是广东小强的图案 随后轰的一声 一只坚硬的坚韧刺穿大笔 然后出现在众人面前了 正是三级的重人 叶忠明赶紧给队友们化重 烈焰之师的火焰 和重人的酸液都必须注意 而与此同时 最后的箱子也停止了整 跟第一个箱子一样是丝鸣牢笼 果然身为主角的叶忠明 运气还是扛扛的 随后 叶忠明直接掏出空间水晶 然后换出一块大金属 紧接着使出出几名换树 大金属瞬间化身为白巨人 赫然站立在大地之上 死死地盯着长相可爱的重人 但远不止如此 叶忠明再次对另一块金属使出名换树 随后一名巨剑士从地拔起 只见他的手握起中间 直接刷得冲向烈焰之师 而此时的叶忠明并没有停下召唤的脚步 在召唤树下 脚下的泥都开始不停蠕动 片刻后 一只烂泥兽赫然出现在圣元身后 做好这一切准备后 叶忠明操起90米短刀窜了出去 然后一跃来到重人的上方 手中的焰刀早已蓄势待发 随后刷的一下 一团烈火扑向下方的重人 这也是叶忠明能给众人做的最后一件事 在到烈火燃烧殆尽之后 接下来就需要交给平头地几 一场人狮从大战也随即拉开帷幕 而叶忠明则继续掏出一颗二级魔晶来定盘 当魔鬼堵盘出现两个相同的图案 就可以用高一级的魔晶来固定 然后再转动其余不同箱 直到四个图案全部一致或时间结束 但与此同时 转动者也需要被固定在轮盘之前 直到中奖或结束 因此这场大战只能依靠背后的队友 这也是魔鬼堵盘高风险高收益的魅力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包小当家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地图 抢先找到运气代表的魔鬼堵盘 所谓魔鬼堵盘 可以让转动的图案转成实体异兽发动攻击 转动次数越多异兽就会越多 若是转动一轮 都没有箱子与奖励相同 就会出现三个高级异兽 在第一轮转动魔鬼堵盘时 叶忠明转出了三级烈焰之师合重人 局面尚且可以控制 轮到第二轮的定盘转动 只要定盘 转动者就会被束缚 一旦其他人挡不住异兽的攻击 转动者就必死无疑 而此时的圣元正站在最前方 异赴当关 挡住烈焰之师来势汹汹的火焰 而叶忠明召唤出来的三大盘 直接冲向烈焰之师合重人 平头第一 或叶忠明为何不让其他人来转动 但叶忠明又怎会想不到 因为转动之人必须比启动魔精高一级 如今只有叶忠明是二级进化者 不仅如此 若要四个箱子都转成一样的奖励图案 还需要定盘一轮 而就在这时 轮盘开始飞速转动 片刻后 其中一只停下 出现的依旧是重人的图案 随后刷的一下 一只二级的螳螂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下一秒 噩梦再次降临 又是一只三级的那家 此时的叶忠明心态也崩了 如今众人要面对的是三只三级和一只二级 但现在已经毫无退路 叶忠明只好继续第三轮转动 但首先出来的依旧是噩梦 是三级的仲凯剑牢 叶忠明让众人先把火力集中在三级重人 其他三只三级异兽会由召唤物先挡住 随后众人对着三级重人一顿吐 果然 在集中火力下 三级重人不断传来哀嚎声 果断转弓为首 打算离开射程范围 但就在这时 对家助攻帝皇丸突然窜了出来 一口咬住他的脚 在帝皇丸的阻挠下 重人最终响年三分钟 解决掉其中一只三级重人 帝皇丸和铁狮也迅速退守 而与此同时 烈焰之狮趁机咬碎巨剑势 白巨人也被那家无情刺穿 而烂泥兽更是被打得稀巴烂 仅仅一个呼吸间 战局再次陷入苦境之中 如今穿甲弹也所剩无几 在夏磊一番斟酌之下 决定先集中火力解决二级重人 让有限的资源最大化 很快 二级重人响年四分钟 叶忠明看到夏磊的判断力 也颇为满意 而此时 最后的箱子也开始转动 片刻后 出现的赫然是与奖励相同的斯明牢笼 那么现在 就剩最后一个奖励图案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旺仔小馒头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秘迹 抢先找到代表运气的魔鬼赌盘 但经过几轮下来 叶忠明已经转出了四只三级一手 正在众人焦头烂额的时候 轮盘仅剩最后一个图案 就能获得奖励 接下来就开始第二次定盘 叶忠明求神拜佛的赶紧人品爆发 但下一秒 又是一道熟悉的光芒闪现 是三级的雾魁 片刻之后 又出现一只三级的血无僵尸 但庆幸的是 接下来的两只仅是二级的螳螂人和飞妖 看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死中粉粮初音都以为叶忠明是急着大结局 但此时的叶忠明更是无奈至极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 轮盘继续在此番苦境中转动 一个丝鸣牢笼图案在千呼万唤中停了下来 叶忠明此时的激动情绪犹如滔滔江水 片刻后 一只发着金光的小方盒出现在他面前 随后叶忠明还没仔细查看 就直接捏碎使用 轰的一声 一股狂乱的气息在叶忠明周围涌起 下一秒 一只名为轰鸣机械师的呆萌战者 出现在他面前 叶忠明看着眼前这鸵体 瞬间陷入无语状态 这你妈的 都快全军覆没了给我这玩意 但此时的叶忠明只能压住心中的怒火 相信机器人也不可冒想 然后直接对他下达攻击命令 但下一秒 娇嫩的机械声突然响起 轻 随后叶忠明直接投进去一颗一级魔巾 在魔巾滑落至肛门的瞬间 刷的一下 一只八十米的短炮平空而上 叶忠明看着眼前这个小东西 心里已经凉了一大半 但此时的战况不容乐观 站在防御最前线的圣员 在烈焰之师不要钱的火攻之下 已经不堪重水 随便一口都是老谭鲜血 此时叶忠明只能掏起九十米短刀应战 但就在这时 旁边的小东西又发出娇嫩的机械声 不停地对着叶忠明喊情选择攻击目标 烦躁之下 叶忠明随便指向三级的雾魁 收到指令的小东西 立即举起前面的八十米短炮 然后对着雾魁 轰的一声 一股强劲的威能直接从短炮击射而出 直接一炮打穿雾魁的脖子 看到此情此景 机器人不可貌向的确是真理 这只小东西的短炮 起码要在四星轮盘才会出现的奖励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老干妈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总是先人一步 在召唤了六只三级异兽的代价下 叶忠明终于成功从魔鬼堵盘中 获得了这只名为轰鸣机械师的小东西 当投进一颗一级魔精时 他的威力就可以击穿三级的雾魁的脖子 叶忠明顿时想到 若是放二级魔精会有什么景象 随后直接掏出一颗二级魔精头壁 只见小东西的电光眼再次亮起 片刻后 一台九二加满的能源炮台进入准备状态 而另一边雾魁虽然身受重伤 但对付一级的几人还是不在话下 末夜情况好一点 有梁初音作为缓冲 但平头地就不太妙 直接硬生生地砸向大树 但幸好有朴老师这个医疗服务 而此时的叶忠明也操起90米等高 在应付同样用刀的那点 当听到小东西的大炮准备完成时 便命令他射向仲凯剑枯 还没等他自我介绍 就直接一记大炮轰了过去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是伸手一触灵魂冒烟之时 刚恢复的平头地看到都不禁说出一句国粹 而叶忠明并不感到惊讶 而是一边奔着去投避一边吩咐战斗安排 圣元这边负责烈焰之师 其他负责两只二继 铁石和地黄丸负责血无僵尸 而他则继续向小东西投避 然后由自己来牵制那家方便命中 这如一算盘都打的大锣都听得见 但下一秒 娇嫩的机器声再次传来 警告警告 俺要冷却一下 叶忠明心中再次万马奔跑 这他喵得总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但是以至此只好改变策略 收缩阵型 让众人都回归到自己身边 圣元开启大声加成模式 光靠音量就轰飞烈焰之师 而普老师则不停往他身上加炖和加血 还好叶忠明给他吃过脑红粉 不然精神力早就耗尽 片刻后 众人都来到叶忠明身边 此时的叶忠明掩路血丝 若不是这个小东西关键时候掉链子 叶忠明也不想走这一步 随后叶忠明拿出90米短刀 短刀周边一股火焰环绕 是叶忠明的硬风念刀 轰的一下 一团烈火向着异兽们飞去 随后叶忠明直接窜向受伤的雾魁 而雾魁及时做出反应 喷出浓度极高的酸液 但奈何还是敌不过叶忠明的90米等刀 没有帅得过三秒 在第二秒时就被叶忠明拿下 随后扣出一颗三级魔晶后 从空间水晶照出一个像炸弹的东西 然后再次召唤众人形成防守阵性 而自己则回到魔鬼赌盘面前 既然要赌 那就赌一盘大的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滑子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抢先找到代表运气的魔鬼赌盘 并成功召唤出机械轰鸣师 其威力竟能随手灭杀一只三级异兽 但关键时候才掉链子 叶忠明不得不停而走险 再次转动魔鬼赌盘 随着轮盘飞速转动 新一轮的危机再次上演 片刻代表奖励的第一个盒子停了下来 但这个图案却是连末世百科输叶忠明 都不知道是什么 但现在不管三七四十八 能在赌盘上的东西绝不会查 而此时众人的脸色再次陷入无奈 因为在叶忠明的无限作死下 又再次添加了几只三级异兽 平头地看到地上铺满了炸弹 也猜出了叶忠明的用意 叶忠明打算把全部异兽聚集后 直接把他们一锅端 很快 轮盘这边也传来喜讯 但距离完成还差两个盒子不安 也就是圣元几人只能继续死死 面对着多个三级异兽的狂风乱战 梁初音的必杀技也只能算是挠痒 很快就被尖刺刺伤左脚 扑通一下 诗重地摔在地上 还好重要关头 夏雷挺身把他拉了回来 连提粗肉后的铁诗 都被无情地一分为二 看到此情此景下 只能继续催促叶忠明 这时的轮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只剩最后一个盒子 而这时 当末夜为梁初音包扎时 突然遇到尖刺偷袭 本就窘迫的小队更加雪上加霜 叶忠明此时只能求神拜佛 果然成功传到了大罗的耳中 很快 随着最后一个奖励图案出现 终于成功获得奖励 随后叶忠明顾不上细看奖励 而是直接把炸弹踢向异兽门 然后蹲促圣元使出技能不动磐石 在叶忠明的吩咐下 圣元催动着防御力顶峰的不动磐石技能 刷刷刷刷刷 只见盾牌一分二分四 把众人都包裹在盾阵中心 然后叶忠明一跃来到阵里 从空间水晶掏出之前保险柜拿到的80米的枪 随后瞄准正从高空掉落的炸弹 咔嚓一声 一颗子弹精准的射中炸弹 轰隆隆的爆炸声响随之而来 爆炸的威力连500米开外的乐师 都能感受到余波 顿时萌生不妙的想法 随后他们顾不上叶忠明的兵 立刻向着战场中心跑去 看到眼前几乎全部失去战斗力景象 乐师几人不由的大吃一惊 赶紧前去帮忙治疗 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大家都还活着 而这一把 叶忠明赌赢了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一乐拉面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视如破竹 率先成为二级进化者 还从风险程度极高的魔鬼堵盘中 成功获得两件至宝 但这一战中 整个小队该躺的都躺下了 经过四天的休养生息 该恢复的都已经恢复如初 但伤得最重的圣员还需要躺篮板 铁石被拦腰斩后目前也恢复不了 这次的计划能顺利完成 主要依靠下垒之前炸楼用的定向炸弹 外加圣员的防守技能 收获可谓盆满钵满 那么接下来 就开始大家喜欢的盘点战利品时间 在爆炸后 场上的异兽基本都被夜中明堵到 从而获得了15枚三级魔精 如今市场上几乎没有多少三级魔精 所以这又是夜中明拉开差距的香波波 若是运气逆天的话 遇到三级轮盘就能先人一步 转到三星进化地 魔精盘点过后 就轮到异兽身上的奇珍异宝 尤其是这个像苹果的魂珠 是那只仲凯剑枯的心脏 对普通进化者没有什么作用 但对于制造类的职业者可谓制造 某些特殊能力的装备制作 或者特殊技能释放 都需要这枚魂珠作用 但与此相论 此战最大的收获 就是从魔鬼堵盘获得的第二件宝物 献祭之门 简单而言 就是拿东西进行献祭 然后根据付出返回 另一些东西给使用者 若不是因为叶忠明是工匠执意 也不知道此为何物 而最重要的是 这献祭之门居然是金色装备 妥妥的史诗级 在上一试 起码要到七星进化才能开始射击 真正获得的话起码要八星级别 话不多说 叶忠明激动的小心脏已经开始躁动 随后直接拿出一颗魔精丢了进去 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它 紧接而来的是空气的宁静 这尼玛的完全没有反应 随后叶忠明再接再厉 肯定是打开方式不对 但下一秒 献祭之门依旧淡如止水毫无波澜 实在没办法之下 叶忠明掏出为数不多的三级魔精 心疼地投了进去 果然 上方的水晶石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 若是放魔精能产生变化 那就证明是数量上的问题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佛跳墙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在魔鬼堵盘的生死战中 收获了一件金色的史诗级装备 献祭之门 在投放了一颗三级魔精后 献祭之门终于出现了一样的变化 这让叶忠明充满了期待 随后继续往里面投并 但除了中间的白线变得壮大 就几乎没有其他变化 这跟无底洞几乎毫无差异 让叶忠明进退两难 吃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果然依靠如今的实力 金色装备对于他而言属实太遥远 随后叶忠明只好先把它放一边 然后召唤出此次的另一大收 封明机械师 经过测试 这小东西的冷却时间 居然需要三十个小时 叶忠明从他的命名来推测 这东西的作用 应该不只是造个炮台那么简单 而且还是个机器人 搭配自己的工匠职业 应该可以加以改辩 于是话不多说 叶忠明直接换出一份鬼金 像制造九十米短刀那样 用附魔术把鬼金附着到小东西上面去 淡不出大罗所量 风平水晶毫无波澜 叶忠明秉着不放弃不言败的精神 再来一次 但空气依旧宁静 这让叶忠明再次感到挫败 生无可恋 还一度怀疑是鬼金过了保质期 然后随后丢进了献祭之门 宝石上的白献再次粗壮起来 确实证明鬼金是没有过期 既然鬼金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就出在了小家伙身上 当叶忠明看到小东西的钢门之后 顿时诧异了 在他的钢门上居然长了三颗镶嵌孔 这下叶忠明再次看到了希望 因为工匠技能中 还剩一个镶嵌术无用武之地 要装备拥有镶嵌孔只有三个方法 一种是装备自带 另一种则是工匠有打造镶嵌孔的能力 最后则是珍贵的一次性打孔器 而这小东西居然一下就自带三个镶嵌孔 在上一世也能堪称神器 于是叶忠明掏出一颗鬼金 塞进其中一颗孔洞 叶忠明使出镶嵌术 随后出现一个六芒星浮阵 片刻后 小东西周边发出耀眼的光芒 刷的一声 成功升级为前沿轰鸣机械师 解锁了第一个激发形态 射线炮台 而后面还有三种激发形态为解锁 当叶忠明看到解锁需要的能量 直接一脸猛逼 光解锁形态二就需要一百万能量单位 一能量就是一枚一级魔晶 换成二级都需要一万枚 看到这个数量直接让叶忠明脑合同 对于目前的叶忠明而言 暂时爱莫能助 盘点完这波收获后 就该治疗一项红发铁师了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口黄河水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籍 刚开局就拿到史诗级的金色装备 但此战的消耗巨大 连铁师都奄奄一息 但幸运的是 他是一个人苦 又刚好从仲凯天窟身上获得这枚魂珠 随后叶忠明把魂珠塞进他的心脏区 然后再为他一颗三级魔巾 接下来就听天由命 而此时的众人正开始晚餐 说实话 大罗过年都没他们末日吃的丰盛 处理完一切后 叶忠明提着三件改良过的防弹服出来 其中一件是给队中关键的医师浦老师 另一件则是给肉盾圣元 而最后一件 由于两位女士都嫌弃太丑 则让平头地捡了个漏 分配完成后 就要去拉拢昏迷刚醒圣元 圣元果然是职业病严重的人 见到叶忠明也只会关注盾牌修复的问题 但叶忠明的回答却让他吃惊不已 盾牌竟然会自我修复 这就是叶忠明拉拢人心的第一步 给予强大后盾的信心 第二步则是制造精灵 叶忠明把圣元之前的老底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让圣元满脸疑惑 更加增添叶忠明的神秘气息 第三步则是深化矛盾 叶忠明插针剑血地指出圣元内心的秘密 就是要为女友李颖报仇 猎杀当初的上司黄喜杰和他底下的人 这接二连三的接老底 让圣元更加觉得叶忠明深不可测 经过一系列铺垫后到了最后一步 给予承诺 跟着我 我会帮你复仇 只要你成为我们队的盾牌 果不其然 连接四招的圣元已经瞬间破防 一切都在叶忠明的计划下有序进行 在叶忠明转身离开的时候 圣元还想告知他一个秘密 是关于黄喜杰背后的事 但叶忠明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直接说出皇族公会寺的字 脸上的不屑再次惊掉圣元的下巴 这你骂的究竟是什么人 而此时的月黑风高杀虫夜中 之前在黄喜杰身边出现过的墨镜医师 如今正带着几人出现在山坡之上 依旧大半夜的戴着墨镜 他们正打着山坡下二级便宜山羊的主 但奈何实力不够 只见墨镜医师打开药箱 从里面掏出一只装满黄色液体的针管 放心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就行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的精华火腿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总是先人一步 在守卫森严的乌兰基地中 来无影去无踪的就把上一世战友圣元救出 如今几人正打算回去完成圣元的心愿 找前任上司黄喜杰报女友之仇 当两名守卫看到来人竟是逃犯圣元时 不经抖了个机灵 随后立刻让站在后方的守卫通知黄喜杰 但话都没说完 一把八十米短刀就直插后背 是出自下垒之手 他对这群人渣早想处置而后悔 因为这些守卫从未了魔镜 竟直接把另一个镇子稍微灰烬 千名百姓没死在丧尸手上 反倒是死在同为人的贪婪之中 看到此种情景 两名守卫只能撒腿就跑 然后关上大门 把众人拦截在门外 争取时间找增援 而此时的乌兰基地中 黄喜杰正坐在四百平米的沙发上 酣畅淋漓地喝着六凉液 一杯接一杯 但压抑的心情却得不到是否 其实从圣元被神秘人劫走的那一天起 他就一直心虚不明 所以早就让红发妹去准备后手 不惜提前花高价 请黄族工会的打手助力 连红发妹都觉得黄喜杰岂人忧天 但不得不说 黄喜杰的预感比我的手表还准 而此时的休息室中 两人刚享受完黄喜杰提供的下半场 没错 两人正是黄喜杰找来的助力打手 高授的是职业为引刀手的小刀 仗着父辈的光 另外两人早就看他不顺眼 而另一名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宽哥 则是工会中的笑谬 正当另外两人想直接杀掉黄喜杰 拿到奖励就离开 宽哥给他们分析权衡和利益 最终才打消了这种可怕的念想 但他们都不知道 可怕的人如今正濒临城下 看着被关上的大门 几人还在想如何进去 但下硬了 夜中鸣就掏出九十米短刀 刀上的火焰一鱼而生 刷的一下 一记硬封焰刀向着大门挥去 轰的一声 将来人们连喝口横喝水 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失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鸣就是硬气 老早就带着上一世的战友圣元回去报仇 几个人挑战一座基地 门堵上就直接把门砍飞 此时的守卫奋力死守 眼神竟是不屑与傲慢 而另一边 圣元一把抓住顶黄丸的头 随后一甩 瞬间跃至九十米上空 仅仅一个照面 刚才耀武扬威的守卫们都无一幸运 从开始到结束仅过去五分钟 几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去 末夜不解如此不堪的基地 居然能存活至今 夜中鸣做出简明恶药的总结 就如同最原始的布鸣 首领靠着形同虚设的所谓 来榨取进城者的才子 养着一帮凶狠的大手 暗地掠夺居民的资源 就像一群寄生虫 而此时 帝黄丸顺利倾搅完所有的守卫 夜中鸣安排梁出鹰和乐师 与帝黄丸一同寻找黄喜杰的下落 而剩下的人则留下应对一个叫黄族的辍职 他们里面的人和夜中鸣几人一样 都是进化者 而这个工会的职业者更远 实力强大且诡异 在末世中 他们远比丧失和异兽威胁 若今天能成功扛下 那就意味着你们真正适应了末世 随着行动的指令下达 众人纷纷开始向着自己的任务进发 看着夜中鸣指向的位置 那里赫然有几人正向着他们走来 来人正是黄喜杰请来的四大大手 看清楚来人后 夜中鸣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都是上一世的老熟人了 小刀 职业引刀手 上一世曾在酒吧发生过冲突 张敌张敬 一对略微变态的亲兄妹 但死得早 而笑面虎阿宽 后来将成为八星强主 被称为皇族五大巨头之一 看到夜中鸣单凭几人就赶来叫嚣 小刀目中无人的病又犯了 言语间尽是否刺 听到小刀大放厥词 平头帝立刻举起手中的八十米短刀回敬 看到平头帝手中居然拿着一把白色级武器 小刀微微一愣 此时后方的变态两兄妹瞬间燃起浓厚的兴趣 准备杀人夺刀 而就在这时 夏磊和末叶也拿着八十米短刀走不出来 三对三 很公平吧 看到对面随手就能拿出三把白色武器 连冷静的笑面虎独为之一颤 察觉到对方实力估计有误 开始劝小刀撤退 但就在这时 阿宽突然冷汗直冒 是叶忠明散发出来的强烈杀气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顶着这该死的压迫感 阿宽咽了口唾沫后不敢多言 随后一场三对三的同类之战 正是打响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满汉全席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霸王花 六人一狗的规模就去挑战整个基地 首先是一场三对三的公平对决 由末叶几人对阵皇族工会派来的打手 末叶这边一出刀 就刷新了对方的三观 怎么可能 我为一级进化者居然有如此压迫感 相比之下 在皇族中横行霸道的富二代小刀稍微从容 面对颜值和实力都最高的夏磊 丝毫不落下风 只见他转动手中的七十米离手 引刀手的职业技能拿捏到位 身躯如蛇形般前进快如闪电 刀影随身的用刀之法 小刀手中的匕首居然凭空消失了 让夏磊都为之一颤 但有叶中鸣这朵霸王花在 实力的天刀早已倾斜 经过提醒 夏磊心急眼快地就把刀插进消失在虚空的小刀 而此时被一刀必杀的小刀满脸惊猛 平日不可一世的自己 居然一个照面就被解决 看到小刀被瞬间干掉 变态两兄妹都后起发凉了 但末叶两人又怎么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场外的宽哥立刻给他们提醒 还不放大招 是要等清明节吗 果然 在宽哥的指引下 变态两兄妹再次露出轻蔑的笑容 随后一阵白烟升起 两人消失在原地 但终究躲不过重生回来的外挂 三言两语就被叶中鸣拆穿 妹妹的职业是迷雾行者 善于制造迷雾要乱视线 而哥哥则是虚空之贼 擅长偷袭 果不其然 一把七十米小刀趁平头地不注意就撕了出来 正当哥哥再次还以为得手时 平头地的八十米短刀早已一划而过 多少斤两 自己心里就没点逼数吗 看到哥哥被轻易一刀必杀 红发妹也是错愕不已 但此时的末夜已经恭候多时 咔嚓一伤 变态两兄妹成功到皇权相遇 就这样简单的一个照片 四人众就剩下未来的八星强者宽哥 心境强如他的人都不禁冒了一身冷汗 而此时 叶中鸣却给他一个深的机会 只要说出如今皇族的会者名称 但宽哥略加思索后 还是决定输死一搏 只见他双手瞬间被一层黄虹包裹 随后直接垂向面前的叶中鸣 但很遗憾 在如今的叶中鸣面前 丝毫不起作用 叶中鸣仅用双手的力 就将之捏碎 伴随着一声哀号 未来的八星强者就此隐落 而此时的圣员早已惊掉下来 身居这样做后果不堪设想 但叶中鸣却淡笑说道 我不是说过 他们只是一帮自以为是的沉逼儿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老干妈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中鸣 犹如行走的秘密 带着几人就掀翻整个基地 仅片刻就把未来的八星强者解决 还搜刮了不少魔晶和武器 而就在这时 梁初音回来暴行 找到此行最重要的目标黄喜姐 报仇心切的圣员 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而此时的黄喜姐 正等着黄族工会派来的四位支援 打算交出这把 从二级轮盘取得的白色装备 来换取生命保障 殊不知此时的四人 早已被叶中鸣轻松干掉 而此时的红发妹在不断畅谱 若不是她杀了圣员女友 都不会搞到如此甜蜜 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件事 黄族工会也会找自己麻烦 因为这权杖若是能镶嵌一块宝石 估计能达到紫色级别 其中一名手下还想着 他们会脸白俱伤 自己坐收鱼翁之力 但下一秒 门外突然传来噩梦般的声音 这东西好像换不来平安了 随后门被一脚踹开 来人正是叶中鸣几人 还没等众人从错愕中醒悟 梁初音就直接一记狂磨乱舞 若不是黄喜姐及时使出元素盾阻挡 估计他们就在这里交代 看着黄喜姐使用的元素盾 叶中鸣语气轻蔑调谈道 元素师是很强大的职业 你的元素之锥 出来给大家长长见识吧 听到此等侮辱 旁边的红发妹再也坐不住 五指一挥 几枚黑色暗器 猝不及防地甩向叶中鸣几人 朴老师及时替下磊 施展风之盾倒下 而叶中鸣更离谱 直接用手就拿下 红发妹错愕不已 你居然是二星进化者 而黄喜姐则不多废话 直接应叶中鸣要求 蓝色冰锥从他手中凝聚 随后刷的一下静止刺向叶中鸣 而叶中鸣随手把刚才的暗器扔回去 在接触瞬间 就把坚硬的冰锥刺碎而开 而此时的圣元早已压不住内心的怒骨 直接冲向黄喜姐 平头地也一腔热血打算帮助他 但下一秒 就被叶中鸣拦了下来 这是他的私人恩怨 让他自己了结吧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杯茶盐月色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中鸣犹如行走的牛皮 六人一狗的阵容就掀翻整个基地 帮助上一世的战友圣元实行复仇计划 清理完闲杂人等候 剩下则交给圣元 只见他一个蟒牛冲撞 就直接撞飞前上刺黄喜姐 随后把八十米的盾牌甩向一旁的红发女 而一切罪魁祸首就是他 若不是他无故杀了圣元的女友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但黄喜姐却偏袒他 彻底让圣元心寒 此时的圣元把所有的怒火都集中于一群 狠狠达向黄喜姐的小脸蛋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嘴里流了出来 但他依旧死不悔改 抓住机会就钳制着圣元 让儿子趁机解决掉他 但此时的帝皇丸早已在后方匐匐前进 等儿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他一口拿捏 最终想念三十秒 看到此情此景的黄喜姐早已心疼故隐 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圣元的杀戮心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直接把他的脖子咬断 解决掉黄喜姐后 就剩下罪魁祸首红发女 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 圣元的复仇正是画上句话 而此时的夜中鸣记 正拿着黄喜姐当宝贝的白色权杖离开 而这根权杖名为自然之杖 虽然长得像大罗的彩虹帆 但它确实是属于西有级的装备 而钩柄上的动则是镶嵌孔 是镶嵌自然宝石的地方 权杖的属性会随着自然宝石属性而变化 但唯一可惜的是 只能镶嵌风火水土这些自然细宝石 不能镶嵌光明宝石 否则的话 身为光明使者的蒲老师实力将至少提升一倍 但自然之杖的真正作用并不止于此 在上一世中 人们会把它用作团队战斗时的武器使用 由于元素宝石是消耗品 所以附带的技能强度可自行调底 既可以选择多次施展 又可以一次把宝石蕴含的能量全部耗尽 当成一击必杀的杀手锏使用 上一世的九星强者木星飞 靠着一柄金色级别的权杖就能叱咤风云多明 虽然现在这柄是白色级别 但在这个阶段可谓不可多得的底盘 而此时的圣元终于从血泊中走出来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控制住这座基地 梁初音和乐师负责搜刮黄喜节的潮雪 下垒三人组则成立狩猎队收集魔金 圣元和朴老师则负责成立安保和情报收集 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二级丧尸变异潮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厨帮酱油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牛批 六人一抖就成功抢占别人的基地 经过几人的一番整治 收获了两万枚一斤魔金 近五百枚二斤魔金 还有一百瓶一斤进化药剂 外加两辆武装卡车 这无疑让几人的实力更上一层楼 正当众人以为叶忠明要继续在这发展时 他却说要启程去另一个地方 因为有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 随后两辆卡车急速奔驰 回到之前休息的根据里 叶忠明顺路去看看奄奄一息的红尸 看看有没有恢复过来 但果然不出所料 没有意外惊喜 伤口根本没有愈合的迹象 条老师一脸伤感 虽说红尸没有意识 但之前战斗的确舍命救过自己 叶忠明看出他的心思 便让普老师帮他挖个坟买表 以表最后心意 条老师完事后依旧恋恋不死 终究感觉他命数未尽 但奈何时间不得远 条老师只能流泪转身离开 而就在几人离开后 一条红色曼藤突然来到红尸坟前 一脸色咪咪的看着眼前的坟墓 红藤上赫然有着一颗魔巾 随后轰了一声 红藤直接溅动就钻 像是不停地吸水着什么东西一般 发出咔咔声响 但下一秒 红尸突然破土而出 一头红色绣发俨然比之前更加鲜艳 随后一手抓住刚才色咪咪的红藤 紧接着一手扯开 原来刚好插进红尸的伤口中 误打误撞地插进之前的红猪 成功给他充能 看着眼前的红头 红尸微微发愣 似乎有了人的情绪 而就在这时 后方突然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 人类 我需要你 红尸转头一看 赫然是一只只剩半张脸的丧尸 一边重复着刚才的话一边走过来 突然 丧尸嘴里突然爆开 里面出来的赫然是一只脑虫 随后猝不及防地就跳到红尸脸上 然后嘴里不断喊道 你的身体 是我的了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豆瓣酱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观点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总是抢占先机 优先造出一具战争机器铁丝 但在一次大战中身负重伤回天法术 可他却误打误撞获得新的弩 眼底还多出一丝人类的智慧 正当他准备吃脑虫时 却来了不速之客 试图从他手中抢过脑虫 是曾与叶中鸣有过节的与伯 话不多说直接一蹴而下 几节图丁叙事待发 而小黑猫直接发起突袭 凭借速度优势瞬间来到铁丝跟前 但却被铁丝轻易拍飞到百里开外 而刚才的图丁对于他而言犹如脑影 可就在他处理的缝隙间 与伯从远攻转为进攻 一拳砸在铁丝的脸上 就在脑虫从他口中脱落的瞬间 与伯转身扑向空中的脑虫 但铁丝很快就回过身 并对与伯发起一记C罗头唇 两人同时扑倒在地上 谁也不占上风 两人就这样僵持了片刻后 再次向对方发起进攻 但普通的攻击似乎对双方都毫无意义 大家都不屈不挠 脑虫在两人的手中不断发出哀嚎 女人之争 光气势就能让旁人望而生畏 而就在这时 脑虫不堪重负 最终一分为二 让僵持的气氛稍微得到缓和 两女就这样看了看对方 下一秒 就达成默契转身离开 各吃各的 一场两女相争就这样落下帷幕 而另一边 夜中明正看着地图规划路线 就在这时 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 刚刚一瞬间 好像和红发铁士重新建立了联系 但由于太微弱 根本无法确定 夜中明暂且没放心上 目前首要的是解决前进路线问题 只因前方是一片绝地 众人只能弃车不行 穿过这片区域 这里满是非地球生物 有着各种强横的存在 但同时也有着各种奇珍异宝 已知的宝物都能从这里找到 而且如果绕路的话 需要耗更多时间 在路上也难免会遇到其他危险 因此此行对于他们而言 既是地狱 同时也是天堂 那里不仅有座宝石山 而且还有一条宝石矿山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联合评算 熔辣交将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 犹如行走的地图 先人一步知道宝石矿山的存在 在末世中 宝石是重要的资源 职业进化和战筒进化都需要用的 但收获与风险相挂钩 在这片绝地中 栖息许多强大的未知生物 能通过吸取宝石矿麦中的能量进化 而此时 夜中明带着几人谨慎通过 指着前方的矿麦露出一抹微笑说道 看那边 这就是你们将要为阵打下的江山 从望远镜可以清晰看吗 遍地都是自然宝石 但就在这时 后方发现奇怪现象 经过夜中明一番勘察 发现赫然是异兽留下的尿液痕迹 也就意味着 有异兽宣告这片区域是他的领 夜中明瞬间变得神情凝重 能用尿液宣告领地 也就证明他在此片区域的绝对实力 以目前小队的实力不一定吃得消 因此只能改变策略 先让小队的人通过这片决定 而自己则独自返回调查 众人满脸惊态 深知此地的危险程度 但戴着帝黄丸的夜中明 却是一脸同龙 而且从他坚定的眼神中 看出去异议 随后便给众人分发认误 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云顶山庄 末夜几人需要提前了解 此地的势力分布 还有轮盘分布 而圣元和朴老师 则负责乐师的安危 但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他回来之前 千万不能上云顶山庄 吩咐完后 就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片刻会 一元一狗很快就来到领地之内 而且一来就有意外收获 是大滋补的变异人参地瓜 他的果实既美味 又能增强体质 配合自己的园丁技能 等在云顶山庄安定下来 便可批量生产 随后夜中明满心欢喜地 把他收到空间水晶 紧接着继续考察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首先映入眼帘的赫然是 四级三维某蛙 在同级里也是佼佼者 对于重生的自己 也要凭借各种职业和技能加持 才能越级挑战三级一兽 而对于此等四级一兽 胜算微乎其微 但富贵险中求乃是 亘古不变的真理 对于夜中明而言更是如此 既然来都来了 又怎么可能放弃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海菲斯 都需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 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 犹如行走的外挂 凭着记忆发现一处宝石矿脉 但此时正有一只四级魔蛙在守着 如今的夜中明只能智取 利用帝皇丸来引走他 通过三天的观察 最多只能牵制他一分钟时间 但这点时间远不够他采集宝石 最终他把目光 看向一只熟睡中的小火龙 这正是他坐收渔翁之力的法宝 果不其然 正当魔蛙准备掉头回城时 一只大火龙挡着他的去路 正是过来找娃的火龙妈妈 看到一切如自己所料 夜中明就在一旁静候佳音 两只四级异兽一言不合就直接开干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立刻前往矿石处 随即操起九十米短刀 紧接着分析宝石的纹路 然后再手起刀落 咔嚓一下就是一块 但很快魔蛙就察觉到夜中明这边的动静 随后打算速战速决 直接使出必杀口水三连喷 果不其然 由于受属性克制 大火龙被打得满地找牙 此时地皇丸立刻回来传讯 夜中明一副念念不舍的模样 只因守了三天台拿到三颗宝石 但实力悬殊 不得不先跑为敬 可就在逃跑的路上 魔蛙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立刻从可爱路线变为暴躁路线 随即就是一口老谭兵台风 夜中明眉头一紧 深知此招的厉害 随即经过一棵树时 立刻使出凝幻树 片刻后 一只长着独眼的树人拔地而起 但帅不过一秒 台风经过瞬间就变为一颗冰树雕 随后刷的一下 就将夜中明卷进台风里面 只见他直接使出验刀 但在接触的瞬间就消散而开 此时的夜中明根本不是他对手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夜中明只能换出自然之杖 并将刚才采集的水系宝石镶嵌进去 随后对着台风使出 全杖技能水瓶之户来抵挡 可对于四级异兽的必杀技 这块宝石的品杰还是有所欠缺 紧过去片刻 刚才的宝石已经破裂而开 夜中明见状只能再拿一颗宝石 而这次使兵系技能花开富贵 只见冰霜如花瓣向四边散开 最终成功在台风里打开一个口 夜中明和帝皇丸见状把腿就跑 成功在两个技能同归于尽之前逃出生天 可辛苦地来的三块宝石还没捂热就仅剩一个 正当夜中明在心疼的时候 突然有四只冰锥飞向他 而来者不是其他人 正是刚才的魔蛙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霸王洗劫精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优先找到一处宝石矿脉 但却遭到四级魔蛙的袭击 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抗衡 在面对魔蛙的口水攻击时 使用最强技能咽刀都难以阻挡 近一个照面就被射得遍体鳞伤 但就在命悬一刻的时候 大火龙突然窜了出来 两个四级异兽一眼不合直接开干 果然在主角光环加持下 夜中明才得以喘息 可受了这么重的伤 身体已经无法动弹 只能让帝皇丸去搬救兵 而就在帝皇丸屁颠屁颠地离开后 夜中明面前出现了几名陌生人 其中一名女孩拿出自己做的恢复药剂 打算用来救夜中明 但却被另一名男人阻止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突然醒过来 仅看了一眼就大致了解这对人员的结构 特别是刚才拿着绿瓶的女孩 正是炼金术士的职业标志 显然就是这个队伍的核心 而此时的夜中明 凭借二星进化者的体质 已经勉强能动起来 但是要痊愈还需要七八天 而这个队伍是前来寻找药材配置麻痹药剂 用于对付二级一兽 如今能攀上这个队伍也是不错的选择 随后便说自己拥有这里的地图 能帮助他们找到需要的东西 果然在利益的驱使下 很快就达成合作关系 看到这个名为小果的炼金术士如此照顾自己 夜中明已经升起要拉拢他的心 来到晚上 夜中明趁着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开始盘点这次收获 是一块冰金宝石 正是魔蛙当时投掷过来的 当看到是中阶的冰系宝石时 夜中明顿时觉得受伤也是浮起 若是用这块宝石使出花开富贵 威力应该和魔蛙的老坛台风相当 也就是又多了一张强大底牌 转眼来到第二天 夜中明带着几人去探查 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 夜中明很快就找到他们需要的材料 而他也找到很多自己需要的药草 正是二级的红眼陆雕 看到是二级一兽 队伍的人丢下夜中明撒腿就跑 唯独小果一直念念不舍 而此时的夜中明依旧一脸淡然 只见他换出自然之杖和宝石 随后等着他们呢 就是一记花开富贵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瓶六神花露水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别人都看见就跑得二级一兽 他即使身受重伤都能轻松解决 而就在这时 刚才跑掉的人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没想到夜中明居然有这样的运气 当看到他手上的两枚二级魔精时 脸上的贪婪之色已经难以掩盖 打算用武力来抢走那两枚魔精 唯独小果依旧站在他这边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直接将两枚魔精丢在地上 然后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紧接着从储物水晶换出一大堆魔精 光二级魔精都占了大部分 不仅如此 夜中明还掏出极其稀有的三级魔精 这直接让带头的老头面露金色 深知自己踢到的是大理石钢板 我不其然 只见夜中明换出自然之杖 刷的一下 就将老头和另一名男人解决掉 这时剩下的人才明白 原来刚才两只异兽是夜中明亲自解决 随后将一个炼金配方丢给小果 正式拉拢他 而剩下的人则立刻跪地求饶 夜中明并没有赶尽杀绝 恰好能让他们帮忙干活 随后一番赶路后 几人遇到一群云蹄 收割下面那群云蹄 夜中明让他们将落红枝分洒到草丛上 然后让小果的哥哥唐天去将云蹄引过来 唐天也是明白之人 并没有拒绝这个危险任务 果不其然 他的决心成功通过夜中明的测试 最终获得一瓶一级进化药剂 一切安排妥当后 夜中明来到洒满落红枝的草丛里 在园丁的技能加持下 小草紧片刻间就升长到腰间 而就在这时 唐天成功将一群云蹄引到这里 而经过草丛的时候 都纷纷停下来啃草 小果看到后一脸惊愕 好奇落红枝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当夜中明详细解释后 小果就如娇滴滴的玫瑰般害羞不已 果不其然 当公云蹄吃过沾满落红枝的草后 挺拔的身姿不停冲击着母云蹄 果然无论是人还是异兽 纵欲过度都是不应该的 一轮狂欢过后 这群云蹄便因气血不足集体身亡 解决完之后 夜中明让他们将云蹄尸体拖到山谷入口处 随后便带着几人埋伏在树丛之中 片刻后 天空传来一声呼啸之音 正是被血腥味引来的四级迷离大棚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瓶蓝月亮洗衣液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身受重伤都能轻松解决一群二级一手 而此时上空出现了一只四级迷离大棚 但靠如今的队友根本无法拿下它 夜中明只好作罢 紧接着三天时间里 借着云蹄尸体的血腥味 吸引了众多奇形怪状的一手 纷纷被夜中明用自然之杖集中解决 其中这个长得像蛇的蛙名怪最有价值 他的线囊和烈酒服用时 可以抵抗各种剧毒 在他重生前 每个线囊都能换来一瓶二星进化药剂 果然这趟绝地之旅物超所值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突然感到一丝不安 随后立刻让众人收拾东西回山坡上隐蔽 与此同时的阴城 梁朱英几人正收拾着丧尸 但下一秒就收到下来的信号带 也就是说有重大事情发生 而夜中明这边躲起来后 不远处就来了一群獠牙兽棋 这是绝地中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一手 但这群獠牙兽棋中只有两只三级 如果耗费中阶宝石换两块三级魔精明显不值 正当打算放弃的时候 一声嗷叫让他错愕不已 只因来人正式回去搬救兵的帝皇丸 连夜中明都难以置信 毕竟对于二级的帝皇丸而言 穿越绝地可谓九死一生 但他居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带着众人重返绝地 而此时听到嗷叫的还有獠牙兽棋 随即立刻掉头冲向帝皇丸的方向 而夜中明也势不宜迟 立刻出发去支援 小果看到他们打算与兽棋群正面对抗 不禁觉得不可思议 而这点夜中明也注意到 按道理这是不正常的 因此夜中明迫不及待地要前去支援 先跟他们会合再探究 而此时圣元开启最强防御不动壁垒 条老师则在后方帮他开盾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突然出现 看到夜中明平安出现 众人都满心欢喜 但如今一群獠牙兽棋正赶向这点 目前还不适合酗酒 夜中明开门见山地问他们为何感应刚 话音刚落 平头地就将一张卡抛给夜中明 当看到这张卡后 夜中明都露出惊恶之色 是能将异兽封印的驱弩卡 一经封印就成为类似战宠的存在 生前所有记忆都会被抹去 并完全听令于使用者 而此时的獠牙兽群正兵分两路前后夹击 不愧是最有组织的异兽 但在拥有一张驱弩卡的前提下 再搭配现有的强大阵容 解决这群獠群棋 也并不是不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节测经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秘迹 越级杀怪拈手就来 就在刚刚 夜中明与小队成员会合后 就开始对付极具组织的獠牙兽群群 只见夜中明纵身一跃 随后使出出几名幻术 召唤出一只铜人来牵制其中一个兽棋老大 趁着他失神的一瞬间 对准就是一记托马斯回旋 随后掏出那张驱弩卡 直接拍在兽棋老大的天灵盖 紧接着一阵白光闪耀 其他兽棋还在一脸蒙圈 不停寻找消失的兽棋老大 殊不知他已经被夜中明收服到卡中 成为他手中的一只战宠 紧接着操出90米短刀 对着兽棋们就是一记咽刀 火光蔓延处皆无生还 而此时另一只兽棋老大带着第二队伍来袭 夜中明吩咐圣员保护好没战力的人后 便带着战力队伍迎战 只见他换出升级后的轰鸣机械师 随后丢进一颗二级魔晶 一只90米的二级短炮出现在他面前 轰的一声 在炮台攻击直线内的兽棋无意生还 看到多个部下被猎杀 兽棋老大死死地盯着夜中明 随后就是一声怒吼 不管3728地冲向夜中明 只见夜中明一脸淡然 紧接着将刚才的驱奴卡甩出 兽棋老大继续黑人问号地看着这张卡 可下一秒 从卡中出来的竟是他的同类 看到熟悉的面孔 兽棋老大一副惊喜不已的模样 但下一刻就满眼惊异 其他伙伴也瞠目结舌 只因这只兽棋老大居然调转枪头对付他们 正当兽棋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平头第几人正好出来收割 此时在镇中看着的小果露出惊讶的表情 而他哥哥更是庆幸自己没有选择错误 就这样一顿厮杀后 一群极具组织的獠牙兽棋被团灭 最大的威胁解决后 夜中明就让他们去将云梯潮雪里的蛋拿走 孵化后将会成为他们的座棋 都吩咐完毕后 夏磊就跟夜中明汇报这几天收集到的情报 是云顶山庄的势力分布 其一是东侧村庄里有支科技城小队 首领大凯是二星进化者 手下超过500人 另一边则是水泥场的恶虎骑士队 虽然没有二星进化者 但却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星进化者 而紧接着就是采缝任机小队 老大黑龙哥是监狱风云人物 如今不仅是二星进化者 还是一个强大的职业者 夜中明听后微微一愣 只因黑龙哥正是未来的九星强者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个资博烧烤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如今来到云顶山庄建立自己的势力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监狱老大黑龙哥 前世中曾是九星强者的男人 夜中明也没有想到 重生不久就遇到了三名未来的九星强者 而就在这时 夏磊提到一个名为灵商会的组织 夜中明听到后微微一愣 随后便神色凝重的找个理由离开 留下四名后宫一脸黑人问号 原来在上一世中 灵商会是最庞大且无人性的血腥组织 若是现在去招惹灵商会 必须提前做好万全之策 随后夜中明从空间水晶换出献祭之门 有了这次绝地的丰富收获 可以放开手脚对他投喂 片刻后 献祭之门的水晶发出闪亮的光芒 夜中明看着都心疼 放了这么多魔晶都依旧差一丝 就如同拼多多的仅剩一毛钱 随后不情愿地掏出一块鬼晶 相比之下 如今魔晶比鬼晶更有价值 于是将鬼晶投进去后 夜中明满怀期待地坐等开讲 可下一秒 夜中明直接一脸黑线 只因献祭之门不仅毫无反应 水晶中还出现了一条线 让夜中明气得原地爆炸 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 但转念一想 夜中明意识到可能是自己打开方式不对 随后试探性地伸手点下他的水晶 突然轰的一声 一阵金光闪耀 看到此情此景 夜中明都不得不立刻跑路 当他出到门口的那一刻 房间随即传来强烈的爆炸声响 不仅如此 那股金光还直接照亮整个夜空 夜中明立刻让平头地几人收拾东西跑路 而此时金光开始慢慢消散 随后出现一个名为奉献之箱的盒子 几人来到一个小树林安顿下来后 夜中明就开始研究手中的箱子 明白献祭之门的规则 应该是填满次数越多给的东西就越好 而此时夜中明满怀期待打开箱子 但下一秒 箱子里只出现一双名为踏屑战靴的鞋子 夜中明炽热的心直接凉了一半 随后用工匠的鉴定技能扫描后 发现这双还是未成品的装备 夜中明更是一脸黑线 直呼这伙坑爹 于是不情不恋地拿出云体的蹄子 然后直接丢进靴子里强化 但就在这时 一股金光再次亮下夜中明的眼 刚才还平平无奇的靴子直接焕然一新 还带有技能 夜中明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仅二级的云体就能带技能 那么放更高级的材料 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呢 点赞告诉我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冠泰泰泰勒基金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挂 现任一步获得史诗级装备 就在刚刚 夜中明从奉献之箱开出一双靴子 经过两轮强化投尉后 靴子从白板变为带双技能的蓝色级别 如今还剩一个强化草 若是投尾价值连城的鬼精 估计能一跃至紫色级别 随后说干就干 将鬼精塞进靴子后 期待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反倒提醒无法强化 夜中明瞬间猛圈 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之前怪兽宝贝的那块金布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胎子 直接将金布丢进靴子里 紧接着一阵金光闪耀 果然如夜中明所料 而且这次动静丝毫不比刚才现几只门落 末夜几人又再次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而此时的夜中明惊恶地看着眼前的靴子 只因靴子成功进化为史诗级别的金色装备 并激活了两个价值连城的被动技能 也就意味着 末世刚开始夜中明就拥有两件金色装备 绝对堪称一动的外挂 一顿休整过后 夜中明几人再度出发 而就在这时 一队人马拦着他们的去路 正是名为黑衣车队的商贩团伙 看到夜中明几人远道而来 就打算结交一番寻求交易合作的机会 既然要合作 夜中明固然要先立威 而此时的新靴子正好发挥作用 就在领头人袁上侃侃其谈的时候 夜中明就已经不经意地窜到他身后 直接来到他的车尾拿走一包炸药 并迅速将他丢到袁上的手上 当袁上发现炸弹在手的时候 夜中明不仅回到原来的位置 还拿着他身上的引爆器 此时袁上才意识到夜中明绝对不简单 果不其然 在这番立威的操作下 袁上的态度也有了大转变 夜中明也没有跟他废话 直接提出自己的需求 子弹情报和大量的粮食 听到夜中明需要大量的粮食 袁上不禁微微一愣 似乎猜到他接下来的意图 并且夜中明出手阔绰 让袁上更加肯定自己的想法 而就在这时 夜中明说了一句让他错愕不已的话 告诉我军火库的位置 话音刚落 黑衣车队的人立刻举起手中的枪 两边气氛瞬间跌至冰点 仿佛一言不合就会血流成河 而此时的袁上立刻制止 原本从事猎头工作的他 血切明白夜中明是绝对惹不过 非常识相地配合夜中明 完成交易后 袁上立即对手下千叮万主 若是以后碰上这对人 一定要点赞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煤气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 犹如行走的外挂 凭着记忆得知 一座别墅地下室有宝贝 因此学着与之波又那样 半夜起电线杆 试图寻找出那栋别墅 而在排查的过程中 听到有座别墅里 发出音音哼哼哼的声响 夜中明本着不打扰别人的心 先去查看其他地方 但就在他离开的瞬间 屋内突然传来男人的尖叫声 夜中明下意识认为自己被发现 准备举枪反击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是里面 发生情色纠纷 本着看热闹不嫌是大的心 夜中明凑近看看发生什么事 里面的光头难名为肖东 是云顶山庄其中一股势力的领头人 如今下半身正被一个女人挟持 从他们的对话中 夜中明听到地下室这个关键词 瞬间明白是他要找的地方 就跟里面的女人有关 而此时肖东已经被咬得失去理智 想一把火将女人烧掉的时候 突然砰的一声 一剂子弹直接击穿她的劳力士 还没等肖东从疼痛中反应过来 夜中明直接破窗而入 三下午除二就将一众保镖降服 紧接着用枪指着肖东 让他交代地下室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 刚才涉事的女人突然发话 我可以告诉你地下室的信息 但是要将这个男人交给我 夜中明并没有废话 直接将一把90米短刀丢给女人 这个名为下白的女人二话不说 对着男人下半身就是一顿肆虐 而此时门外正走来三名少妇 带头之人正是下白的领头人龙姐 他们本想的来就下白 但看到下白反杀肖东的时候 就明白到眼前的夜中明并不简单 最终决定交出地下室的秘密 而条件就是这屋子的男人任由他们处置 随后屋内就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与此同时 夜中明见识过下白的狠近后 便诚心邀请他替自己卖名 在黑暗中成为威慑敌人的存在 如今的下白早已毫无退路 最终二话不说直接答应他的邀请 而此时屋内已经进入尾声 龙姐也兑现自己的沉默 带着夜中明前往别墅的地下室 当夜中明看到眼前一幕时 不仅面色一鸣 只因在他面前的正是虚伪鬼术 人们吃掉他产出的果实就能净化 可他们却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他蚕食人类的阴谋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吃根滑子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外寡 先人一步找到九星强者的秘密 正是藏在这棵虚伪鬼术的背后 而此时帝皇丸闻讯来到夜中明面前 一员一狗正式对他发起进攻 而就在这时 虚伪鬼术使出竖戒降弹 试图强人所瞒 将夜中明搂在怀里 但拥有神级鞋子的夜中明快如闪电 仅一个呼吸间就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就已经将他的树枝手臂一砍断 疼得他直发出嗷嗷叫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嘴角流了出来 而此时的帝皇丸早已使出霸王硬上攻 在帝皇丸的压制下 夜中明趁机跑到后方 去探查藏在他身后的秘密 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张大龙就因为占据这里而成为九星强者 果不其然 当夜中明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不禁露出满意的笑容 只因在他前方的赫然是四个轮排 白色和黑色分别是二级和三级轮排 而绿色和蓝色则是四级和五级 加上外面分布的三个一级轮排 就组成七星连珠的阵势 而夜中明并没有废话 直接掏出二级魔精塞进轮排 时间伴随着轮盘转动的声音快速流逝 此时门外的三名少父 以为夜中明遭遇不测 正想进去查看的时候 一个紧急消息打乱了几人的节奏 正是另一个势力来找查 为首的是名为魏小勇的男人 得知萧东被解决 便趁机前来收割几名少父 但还没等他帅过三秒 夏白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人群后方 随后就是一个掏心窝的亲密接触 紧接着传达夜中明的口语 只要不反抗 你们都不用死 但魏小勇又怎会屈服 仗着人多的他根本没将夏白放在眼里 结局显而易见 夏白片刻间就将众人放倒 还赤手空拳的碾压一级技能进化者 这时魏小勇才意识到 夏白已经是二星进化者 随后便立刻跪地气泄投降 让他履行不杀的诺言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 地黄丸早已张开八十米小口 伴随着一声凄厉惨叫 夜中明顺利拿下魏小勇和萧东的地盘 而昨夜抽到的两瓶二级进化药剂 分别给了普老师和夏白 如今在夏白的实力加持下 只要没有归顺夜中明的势力 都一一被剿灭 同为人精的卢叔深知无法抗衡 最终选择带对归顺 看到事情进展顺利 夜中明开始着手帮夏白修复烧坏的脸 替他割掉坏死的肌肉组织后 随后就由刚升级的普老师治疗修复 果然在他的新技能加持下 夏白的脸出现了逆天的变化 处理完后 夜中明就开始新的安排 正是向山庄外的丧尸发起进攻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和平飘柔洗劫精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夜中明犹如行走的秘籍 先人一步找到四个高级轮盘 并收编了山庄里的大半势力 而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发动底下的人对抗城外的丧尸 但就在这时 习惯逃避的人们开始发出质疑的声音 并萌生了要反抗起义的心思 要求夜中明将净化药剂派给他们 而夜中明则一脸淡然 随后让拥有专业技能的人去乐视处登记 今天批准不去战斗 而其他不想战斗的人则去平头地处登记 片刻后 众人就划分成三队 其中一队人员开始出门厮杀 经过一段时间磨合 众人已经开始适应这种战斗 而刚才申请避战的人则被派去做苦力活 与此同时 付出与收获成证据 出去厮杀的队伍吃上比大罗还丰盛的晚餐 而就在这时 不去战斗的人突然踢门而进 看到自己盆中的冷馒头 为首的光头男首先表示抗议 但枪打出头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夜中明并没有惯着他 只听喷的一声 光头男直接响言三十秒 在夜中明强有力的震慑下 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众人瞬间鸦雀无声 不但冷馒头被没收 还被要求去将丧尸焚烧处理 而就在这时 之前的黑衣车对领头袁上传来消息 就是夜中明当初猜想到的军火库位置 之所以一直没被其他势力占领 就是因为那里有一群青色怪在守护 每个单体都有一星进化者的实力 不仅头上没有魔精 而且还吃人和丧尸 当夜中明听到袁上的描述后眉头一眉 下来几人都察觉到一丝异常 意识到这些青色怪诀不简单 果不其然 夜中明并没有表态要出手 而是选择避而不谈 随后就打发袁上离开 然后跟平头地几人解释 那些青色怪名为魔怪 是人类受辐射变异的物种 当初末日来临的时候 首先被攻击的就是人类的核武器 而魔怪就是从那时候出现的 它们没有魔精代表等等级 而是通过身高来判断 一米的魔怪等同于一星进化者 每增加50厘米就相当于进化一击 而五米高的魔怪就等同于人类九星强者 若是对上同等级的进化者 魔怪基本是碾压的态势 而最恐怖的是 魔怪还会抓捕人类女性 来进行怀孕繁殖 也就是说 这种魔怪是人类最大的天敌 在不久的将来 一辆汽车只能换来一个新鲜馒头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人们连喝凭老干妈洗手夜 都要靠轮盘抽奖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秘迹 先人一步霸占几个高级轮盘 如今要做的是 在云顶山庄建立自己的势力 在面对有魔怪镇守的军火库 叶忠明选择直接放弃 将目标转向不为人知的梁仓 因此不仅在广泛招人 还开出用汽车饭馒头的优厚条件 就这样几天时间 叶忠明就将制造武器的原材料准备好 但树大招风是亘古不变的真灵 很快门外就来了一批找茬的人 叶忠明还以为是谁不长眼 正打算秀点实力时 梁初音的话就让他错愕不已 只因来者正是未来九星强者张大龙的人 果不其然 这个光头哥明显是来敲诈 一台车当做四十台来算 张口就要吃了叶忠明的香 连叶忠明手下的人听到后都忍不住吐槽 但出人意料的是 叶忠明竟然直接同意 夏磊和梁初音看着都一脸猛逼 心想叶忠明居然被成功勒索 事后众人不解地质问他 但此时月师才一语重地地替他解回 如今的基地一穷二百 在对方拥有五百名战力的前提下 自己仅有的武士战力根本不值一提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并不是叶忠明作风 若是能顺利占领粮仓 那么张大龙迟早要为今天付出代价 就这样过去一周后 迎春县郊外正聚集着山庄里的众多势力 目标就是要进攻魔怪镇守的军事基地 而叶忠明这边则反其道而行 准备向迎春巷粮仓出发 若是成功 至少一年之内不用再担心吃的 紧接着叶忠明带着众人冲向前线 这场战斗不能使用枪械 不然会惊动附近的变异生命 但数之不尽的丧尸也已经让他们头疼 就在水深火热的时候 叶忠明将一瓶净化药剂地给表现出色的人 直接将众人的积极性拉满 向着丧尸群就是一顿猛攻 而另一边 末夜和下白几人则带着肉排向军护裤 目的就是用肉将粮仓附近的丧尸引向那边 让那边本就没胜算的人更加雪上加霜 但就在这时 下白突然察觉到一丝不妥 我不其然 下一刻就立刻进入作战状态 让末夜几人赶紧撤离后 自己便跳下车离开 随后向着后方急驰而去 指音在这里等着他的 正是临商会排名前二十的双面杀 在不久的将来 一辆汽车只能换来一个新鲜馒头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人们连喝瓶海飞丝辣条都要靠轮盘抽奖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秘籍 别人在抢军火库的时候 他已经反其道而行 选择攻占不为人知的粮仓 与此同时 负责将丧尸引走的下白遭到袭击 是来自临商会的双面杀 两人都跟下白一样是二星进化者 而且双胞胎的默契直接拉满 两者构建的引分身之术毫无破绽 只要下白将分身击破 就会产生激烈的爆炸 因此在此消彼长的状态下 下白完全处于下风 而这就是能排进临商会前二十的实力 连体引爆者正是他们的职业 但他们却低估了下白的疯狂 只见他不要命地继续砸破分身 一次又一次承受爆炸的伤害 正当两人不停嘲笑他愚蠢的时候 只见下白一个猝不及防的剑步起跳 轰得砸到其中一人脸上 不争气的眼泪直接从嘴角流了出来 瞬间破掉两人的引分身之术 这时男人才明白 原来下白刚才疯狂举动 就是为了寻找真身 可男人怎么说也是见过风浪的人 只见他很快就操起八十米短刀刺向下白 但下一秒 下白再次做出惊人的举动 不仅没闪开 还主动迎上去 像极了名人对镇药师兜的经典场面 牺牲一只手来固定敌人位置 最终在下白的一发螺旋弯下结束战斗 两兄弟最终享年一级半 而另一边的叶忠明正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他的带领下如猛龙过江 但梁仓妹的丧尸就如滔滔江水源源不断 只不过在叶忠明面前 都率不过三秒 只见他一记咽刀下去 刚才还趾高气昂的丧尸群瞬间变为灰烬 就当平头弟以为就此解决时 一坨黑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他下敌 若不是叶忠明眼疾手快 就在这时 刚才的黑刺再次发起突袭 但在叶忠明面前根本率不过三秒 而发起突袭的 正是长得像烂泥兽的黑泥狮 他的攻击方式就是用粘稠物粘住敌人 随后将其活吞 若不是这只黑泥狮只有三级 叶忠明也难以招架 但事情也并没有那么顺利 首先在梁仓妹不能使用咽刀 其次是黑泥狮还拥有十只二级丧尸手下 那么接下来 等待叶忠明的就是一场硬仗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瓶茅台花露水 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 犹如行走的外寡 不仅先人一步霸占几个高级轮盘 还密谋着抢夺粮仓 但就在这时 他遭到三级黑泥狮和数十只二级异手袭击 为了防止粮食被破坏 叶忠明无法使出杀招艳刀 形势变得不容乐观 但拥有史诗级装备的 他瞬间力挽狂澜 利用鞋子自带的吸血技能 只要他在生物上方 就可以将其生命力据为己有 景片刻间 刚才还见红的手臂瞬间恢复如初 也就是说 只要脚下的生命能量充足 那么根本无惧受到的伤害 而此消彼长 数十只二级异兽就这样被灭杀 最终只剩黑泥狮在风中瑟瑟发抖 如今不惧伤害的叶忠明 直接跟他硬拼 手中九十米短刀迎头而上 与此同时 门外的丧尸被平头帝几人抵挡下来 如今要做的就是立刻将粮食搬走 但堆积已久的丧尸群再次围满门外 还好叶忠明让梁初音提前划分一条快车道 再加上叶忠明用艳刀开路 众人一路高歌猛进 不停将粮食装上卡车上 但就在这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地震般的轰轰声响 当听到平头帝带来的紧急消息后 叶忠明瞬间眉头一鸣 只因后方正有两只三级的双头人魔追赶 随即叶忠明立刻唤出轰鸣机械师 然后让平头帝通知他们紧急撤退 当众人都安全抵达后 就下命段开幕桥 将丧尸群隔绝在桥的对面 叶忠明趁机催动轰鸣机械师 直接一记地图炮将他们轰飞到百里开外 收尾后立刻让众人开车撤离 正当几人以为顺利摆脱时 几颗大石头以迅雷不及掩尔之势飞来 但在叶忠明的九十米短刀下 摔不过三秒 而来者正是那两只双头人魔 若是被他们追上后補将不堪射想 因此叶忠明掏出九十米短枪 用自己强化过的破甲弹对付他们 但出乎意料的是 破甲弹竟无法让他避命 只能将他的手砍断 就在叶忠明颇为意外的时候 另一只双头人魔再次挥动手中的石头 但身经百战的叶忠明根本没给他任何机会 再次手起枪落 最终在叶忠明的淫威下 刚才还要五扬威的双头人魔瞬间止步不前 摆脱掉眼前的危机后 叶忠明察觉到夏白并不在人群中 与此同时 刚解决掉双面杀的夏白 正被一名蒙面男追杀 而男人正是双面杀的上司 灵伤会九大圣座中的第五座 被子圣座 在不久的将来 人们连喝瓶飘柔辣椒酱都要靠轮盘抽奖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抢夺轮盘成为生存与强大的关键 重生回来的叶忠明犹如行走的外寡 不仅先任一步霸占几个高级轮盘 还偷偷占领整个粮仓 但他的得力干将夏白却陷入困境 遭到灵伤会九大圣座之一的被子圣座追杀 虽然夏白拥有二星进化者的实力 可对方竟是切切实实的三星进化者 而且最可怕的是 在灵伤会中同等实力的人不下十人 神力的会长更是强到无边 但身为叶忠明的死是心腹 夏白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 但现实总是骨感 在赤裸裸的实力差距下 夏白根本帅不过三秒 在第二秒时就被拿下 与此同时 刚才与青魔怪厮杀的各个势力都死伤严重 而就在这时 被子圣座带着失去意识的夏白回来 并将叶忠明偷结粮仓的事情告诉他们 让他们彻底查清叶忠明的底细 然后随便展示了一下灵伤会的实力后 便消失在几人面前 留下他们在风中瑟瑟发抖 而此时的叶忠明正开着总结会议 这次结粮损失相对严重 但对于此次收获而言并不算什么 随后安排好一切后就收到溶解的消息 夏白如今还没有任何音讯 叶忠明闻言有种不详的预感 紧接着重金悬赏寻求夏白的消息 而此时收到袁上的情报 正是其他势力对抗魔怪的具体战况 一切都如叶忠明所料 如今正是从后赶超的好时机 叶忠明让卢叔用粮食来跟袁上换武器子弹 让末夜监视张大龙的动态 而收到灵伤会时 叶忠明神情严肃地下令避之锋芒 因为如今他们的实力根本毫无胜算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正是离奇复活并有了初步意识的铁石 不仅有了思想 更是学会了说中文 而当他沉醉在自己的世界时 另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后方 正是身材同样凹凸的宇婆 两人都用着别角中文在交流 最终由于词不达意 猝不及防就突然开弹 如今吃了脑虫的铁石金飞锡笔 丝毫不惧以智慧著称的宇婆 在他的一次又一次偷袭下 宇婆不得不催动珍藏已久的海菲斯头发 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来防御 但依旧没能完全挡下 在这个一边倒的局势下 铁石已经做好吞噬宇婆的准备 但就在这时 他突然把腿就跑了 只因他发现你看视频居然不点赞 在不久的将来 一辆汽车只能换来一个新鲜馒头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人们连和平海天赋严洁都要靠轮盘抽奖 重生回来的叶忠铭犹如行走的秘迹 不仅快速建立自己的势力 还抢占了整个粮仓 但锋芒壁路就会引来很多麻烦 首先是英城监狱的张大龙 继上次勒索粮食之后 这次直接派遣200人的武装部队过来找他 领头人是有牛批之称的二级职业者蒙龄 而另一边 负责去用粮食换取武器的奴役 如今正被东山口村的势力扣留 并提出要用万斤粮食熟人的要求 不仅如此 科技成小队的老大发行威胁 要用粮食换取他们的庇護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的情报 就是下白身负重伤落到楼家的手里 目前情况岌岌可危 如今叠加外部丧尸群的威胁 叶忠铭面临着重大的危机 而就在这时 唐天根据事件的轻重缓急进行排列 重中之重是解决张大龙这点 若是选择退让 对方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因此必须应战 叶忠铭十分赞同唐天的意见 随后让夏磊调出猛灵的具体信息 按实力算 猛灵在张大龙五名手下里排在中有 这次两百人中 一星进化者超过五十人 叶忠铭听后便有作战计划 首先将基地交给岳师和唐天几人负责 并勒令若是遭到攻击 守不住就立刻撤退 随后拿出一堆一星进化药剂 让平头地去挑选一批人一起应战 安排好一切后 叶忠铭找到原上 并从他手中换来许多炸药 然后露出一抹标志性的诡异笑容后 就带着众人整装出发 与此同时的山庄外 蒙林正和两名女生做完三人游戏 随后在小树林酣畅淋漓的放水时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他身后 等他反应过来时 叶忠铭已经操起九十米短刀突进 而就在这时 蒙林的指环发出耀眼光芒 随后盯的一声 一层白色护罩将短刀挡下 但叶忠铭依旧没将他放在眼里 我不其然 护罩在燕刀的威力下根本率不过三秒 但怎么说蒙林也是二级进化者 很快就找到机会与叶忠铭拉开距离 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蒙林早已气上心头 是要将叶忠铭剁成肉酱 紧接着身体不断膨胀变大 紧片刻间 就犹如一只巨人般站在叶忠铭面前 而这正是他引以为傲的底牌 巨人噱头 在不久的将来 一辆汽车只能换来一个新鲜馒头 在丧尸横行的末世中 人们连喝瓶酒二汽油都要靠轮盘抽奖 重生回来的叶忠铭犹如行走的外挂 在面对拥有巨人血统的敌人都丝毫不惧 果不其然 在巨人攻击的时候 压根碰不到叶忠铭分毫 只因他早在暗处做好应对策略 用名幻术将巨人双脚牵制住 而等到巨人发现时 叶忠铭已经操着90米短刀出现在他后方 随后便是一记千年后被杀 直接将他的脊柱砍断 而这正是巨人血统的致命弱点 失去脊柱的巨人只能跪地不起 发出的大动静顺利引起他手下的注意 而这正是叶忠铭计划中的一环 只见叶忠铭拖着巨人向着小树林飞快逃离 由于人质在手 手下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最终在一番搜索下 他们终于找到巨人所在 但这一切都是叶忠铭的安排 等众人都集合后 突然轰的一声 而与此同时的东山村村口 夏磊正带着众人来就被扣押的奴役 村长看到这个阵仗当场吓出心跳 这与获得的情报相比 差距并非一心半点 果然在这种压力下 原本手握主动权的村长瞬间优势全无 不仅要放了被扣押的奴役 还倒亏十多把改装枪 最终夏磊满意地带着众人离开 留下村长在风中瑟瑟发抖 如今两件重要的事情都完美解决 而此时的楼家弧心岛中 夏白被挂在十字架上受刑 楼家少爷为了逼迫他说出叶忠明的情报 鞭子都抽乱几条 最终在他妻而不舍的严刑拷打下 夏白终于愿意对他吐出傻逼二字 把他气得像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而就在这时 文外突然传来紧急消息 正是叶忠明单枪匹马过来要人 此时的楼家大厅中坐满了楼市宗亲 楼家主神情严肃的命女们去解决叶忠明 话音刚落 满身湿漉漉的叶忠明出现在众人面前 刚才被下白气道的二公子手当其冲 丝毫没将叶忠明放在眼里 但下一秒 叶忠明直接一枪抱头 随后大公子连话都没说 同样被他一枪抱头 而这时楼市宗亲才想起要操家伙 但拥有指皇护照的他丝毫不拒 普通子弹根本不能伤他分毫 紧接着对准前方再补一枪 而这次轮到楼家三公子 这下彻底将楼正孝激怒 随后一个沙波大的牧长拍向叶忠明 而就在这时 叶忠明拿出自然之杖 紧接着换出水瓶之户来抵挡 就在众人发出惊讶之声时 楼家四公主向他发起突袭 水瓶之户最终被刺碎一地 楼正孝露出满意的笑容 正想乘胜追击时 一支枪正在他光滑的后脑勺上摩擦 而这并不是其他人 正是露出诡异笑容的叶忠明 引四方五旋 与叶忠明一起作战的 还有梁初音 编影密密麻麻地抽在这些丧尸身上 可他才使用了两次这大招 精神力就消耗殆尽 在这瞬间虚弱的身躯 落在了叶忠明怀里 可下一秒叶忠明反手 就把梁初音抛给了朴秀英 随后叶忠明让所有人都撤到废墟上 朴秀英却犹豫了 他不放心叶忠明一个人 而梁初音知道 他们的精神力都耗光 留下来也是一句 听叶忠明的 随即全员爬到了废墟上的安全区域 之前身边有同伴 叶忠明出招反而有所顾虑 现在他的攻击开始大开大门 再加上他从生死搏杀之间 得到的最简单明亮的经验 连同级别的巨大丧尸 都直接被叶忠明砍成了两半 一个人硬生生地挡住了如潮般的失去 幸存者们都看待了 被叶忠明有无限敬畏 此刻如战神般的他身上 已经沾满了腥臭的丧尸血液 他还要坚持五分钟 幸好他在二星进化潜伏下了 那块属性时 给他增加的属性是耐力源泉 使耐力增加一倍 体力恢复速度增加一倍 所以现在的叶忠明 可以站在这一步不退 几秒钟一次的挥刀频率 全部用尽了全力 却没有丝毫减负 这让人们看到了 希望 也让叶团整不耐烦 他的嘴巴张开 吼了一声 周围空气出现扭曲 无声的波动被发了出去 狮群和变异生命 一下子就暴躁了起来 冲着叶忠明风勇去 叶忠明星星 这些怪物们都不要命了吗 废墟上的人不明白 为何怪物们突然发疯 为何会出现 那么多二级的变异生命 他们大喊着 被四面八方的怪物们 包围的叶忠明 上下左右无死角的怪物 听命拉扯着叶忠明 用他们的身体 组成了巨大人籽 叶忠明生生裹在了里面 叶忠明被狮群受海淹没 意味着基地的抵抗 彻底结束 听天由命吧 我们尽力了 说完离墙下达了撤退的命 而末夜却惊诧地说 等一下 您快看 只见那团 由海量怪物 组成的圆球 里面正有火光渗出 空气中飘来一阵肉香后 瞬间变成人体 烧成飞灰的惨烈场面 而在火焰的最中心 一个手持刀的人影 站在那里 就在刚刚 他同时向着三个方向 发出了他的职业组合技能 应封燕刀 幸存者们惊讶的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离墙情绪高涨 夜老大 时间到了 夜中明冰冷的目光 从狮群身上扫过 在爆破之后 嘉明指挥着基地里的 幸存者们 开始加固那一片废墟 随后 命人把油撒下去 狮群渐渐退去 大家都有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小虎问大家 听到刚刚那声长啸了吗 这些怪物 好像是有人指挥的 不管怎样 他们都活下来了 末夜表示 现在要做的就是 尽快恢复到最佳状态 从昨夜的混乱到 今夜防守战结束 新区基地 一共伤亡了超过三千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死亡 受伤的只有几百人 黎强已经安排好人 去看守废墟那一片 而现在大家都有了分歧 那些在今年的防御战里 受伤的人 已经按照叶老大的吩咐 都集中绑起来了 那些人都被丧尸抓伤了 目前也没有足够的免疫药剂 为保卫基地流血 转眼却成为了阶下囚 叶忠明表示 这么做是为了基地安全 一旦有人在基地里变异 不用外面的尸群进攻 我们自己就乱了 所以必须控制受伤的人 可嘉明却认为这不公平 他们至少敢于去抵抗丧尸 而大多数的人 只会躲在家里瑟瑟发抖 叶忠明质问他该怎么办 任由他们变异 嘉明也不知道有啥办法 他想发泄下 若不把他们绑起来 就要把他们赶出基地 他们会变异 加入丧尸大军 攻击他们生前保卫的地方 难道这就公平了 等他们变异之后 取下魔精交给他们的家人 没有亲人 魔精集中起来转动轮盘 得到的东西分发 给今天战斗的那些人 嘉明点点头 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 接着叶忠明表示 在基地贴通告 他需要一千个人明天 跟着他出城 表现好的人 会得到食物或药剂 我只是 教给你如何控制好一个基地 放心 以后这里是你的 不过我在的时候 我说了算 随后放了一瓶 净化药剂在哪里 走在外面的路上 大家不懂 为什么叶忠明要放弃 这个已经控制住的基地 叶忠明反问他们 这个基地的最大优势和劣势 分别是什么 梁初音认为优势 是这里人数很多 可以培养很多合格的战士 形成一股强大的战斗力 小虎接着到这里有三个轮盘 这肯定是最大的优势 至于劣势 武器弹药太少 防御力量薄弱 而叶忠明 却表示这里最大的优势 其实是资源 夏蕾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 外面那些怪物 叶忠明点点头 而劣势 是这里只有二级轮盘 所有人一愣 这个家伙 竟然嫌弃二级轮盘等级低了 放心吧 我会带着你们 看到真正的好东西 现在 我们先去发几笔小财 误一会 一行人来到了一家银行里 他们站在保险库门前 乐大远上前发现所 并不复杂 不过需要点时间 叶忠明却表示 用不着那么麻烦 这又不是国家金库 随即抽出 掺入了鬼进的风之月 使劲划了几刀 硬生生把门给切开了 随后对大家说 开始寻报吧 保险库里面 数个巨大的保险柜 规整地处立在里面 这里面估计有不少东西 小虎边说 便用风之月切开锁头 打开后发现 里面有好几块祖母绿宝石 这可把小虎乐坏了 这一块就能值两百万 小虎已经看到金钱 在和自己招手 一旁的下垒都看不下去了 现在是末世 两百万也就是几公斤厕纸 另一边 梁初音问叶忠明这里 有什么好东西吗 叶忠明目光 落在B18的保险箱前 问他还记得 在市场遇到的两个进化者吗 一想起那两个畜生 梁初音就咬牙切齿 他们是以前基地 两位头领的心腹 其中一个没死 白天的时候 恰好被我碰到 为了活命 他说了些有用的消息 给叶忠明 调秀英看着长长的匣子 忙问是什么 而末夜却知道是枪匣 但这是私人定制的匣子 他不确定是不是狙击枪 叶忠明在匣子上的小锁头 轻轻一捏 匣子打开后 众人总算看清楚了 里面枪械的样子 几个武警眼睛都亮了起来 这是一把国产88式狙击步枪 就是子弹少了点 只有20发 叶忠明和尚匣子后说道 走 去下一个地方 今天一天的战斗下来 基地的城墙外面 遍布一堆堆磨精和材料 所以最后一个发财的机会 就是解尸 随后 他让大家到废墟城墙那边 自己则先去办一件事 几人在废墟边上 等了半个小时了 小虎说老大很神秘 你觉不觉得 乐大远却表示 每个人都有意 小虎表示 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觉得老大 很多时候都未不先知吗 他好像 对末世很了解 乐大远却淡淡地说 那又怎样 梁初音的声音传来 他有秘密又怎样 我只知道是他救了我的秘密 给了我净化药剂 让我成为职业人 教会我战斗 教会我如何在这末世活下去 大家都是幸运的 能活得好好的 都是因为这个 刚过20岁的小男人在 而乐大远也表示 自己的秘密就是叶忠明的 小虎懵了 他就问问老大怎么这么神 大家就多把他说成恶人了 他肯定也跟着老大 大家都是职业者了 他还不是 而这三个女的很想看看 叶忠明最终会走到哪里 随后吐槽声又开始响起 那家伙 现在跑哪浪去了 此刻正站在加工池边的叶忠明 神色复杂地看着下面 还没想到这里 居然这么多尸体 这里是新区基地 每日的抛尸之地 在末世 有个处理尸体的地方并不奇怪 只是叶忠明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尸体竟然这么多 昨天一天的丧尸攻防站 才死了多少人 新区基地刚建立这么几天 就死了这么多人 发现在一边有一个清水池空站 倒是很适合当作血池 风之月在两头变异牛的脖子上开了口 浓心的血立刻弥漫到水池中 被打断双手的杨诗龙 看到叶忠明向着水池放血 他害怕不已 以为是给自己准备的 他忙问叶忠明想干嘛 叶忠明表示自己刚刚学会一种技术 书记人魁术需要的血量 是500公斤左右 两头变异牛应该够了 你也知道 刚学会嘛 不太熟练 所以需要练习练习 这话听在杨诗龙儿里 却如同惊雷一般 吓得他连连求饶 问问尸坑里这些发冷发臭的尸体 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原谅你 接下来 到你了 叶忠明不懈地举着刀 四只全部被打断的杨诗龙 只能趴在地上徒劳挣扎 人魁术需要一个将死之人 用杨诗龙做材料 也算是让着人渣发挥一下余热 可惜还是恶心了点 突然一丝响动 被叶忠明敏锐地捕捉到了 叶忠明跳到尸坑之上 目光在这些腐烂恶臭的尸体上扫过 寻找着刚才声音的来源 仅用了几秒钟 叶忠明就找到了整个尸坑里 很特别的他 他认出了这个 竟然是在市场上 被杨诗龙和他的同伴带走的那个女人 叶忠明产生了一些愤怒 你可以杀害 但不要虐待 叶忠明屏住呼吸跳了下去 这女人还有一口气 但就算朴秀英 带着给他尸干露树 也无济于事 叶忠明轻轻说道 我不知道以后你会如何 但至少你还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 相对而言 你比他更有这个资格 把马上要死去的女人 放到了血池之中 叶忠明迅速投入收集到的 五枚二级魔精 与三百毫升丧尸血液 接着掏出一心药剂 硬灌入了女人的嘴里 随后就发动了初级人癴术 紫黑色的光运出现在手掌上 一股股黑色能量流 从血池里延伸 攀附在女人的身体上 红冬 血水 女体 组成了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 乳白色的光亮 从女人的身体里发出 轰的一声腾空而起 接着落在了平地上 看上去就如同惨白的石灰 布满了黑色花纹 这些花纹有规律地 分布在躯体之上 最让人侧目的是 那头急腰长发 竟然是血红的 叶忠明缓步 带到人魁身前 伸手探视了脉搏 发现脉搏还在 但一分钟只有几下 每一下都特别有力 呼吸却几乎没有了 这就是铁石 叶忠明想试试他的能力 旁边就有一个攻击对象 五沙把铁石 一刀命令下去 铁石突然动了 速度快的 让人目不挟尖 他瞬间冲到了杨石龙身边 本想大叫的杨石龙 直接被铁石一击必杀 众人在城墙之上等待着 嘉明过来接应工作 却没看到叶忠明的身影 小虎仔细擦拭着风之月 对这把刀很是爱惜 夏蕾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 小虎把刀往身后一藏 他知道夏蕾想做什么 夏蕾刀法了得 他觉得好刀 就该好好利用 想要小虎把风之月让出来 城墙的另一侧 响起了声音 不就是一把刀吗 只见叶忠明与铁石 从黑暗中走了过来 他直接把手里的 一把风之月给夏蕾 这是他刚才出去时候制造的 大家都发现 叶忠明身后跟着个人 梁初音问这是谁 叶忠明没有回答 表示先办正事 随即安排起来 一会他们从这里下去 让嘉明带着人在两侧 吸引僵尸 并把肉扔下去 叶忠明会先下去 清理周围丧尸 其他人负责下去剪魔精 动作一定要快 看到我返回 你们一定要跟着回来 记住 我们不是去战斗 而是去捡东西 说完便一跃而下 手当其冲 而秀英和乐大远 则负责打手电筒 辅助各位 小虎刚跳到地上 就被旁边一闪而过的东西惊到了 我去 这什么东西 眼睛头发都是血红色的 乐大远看着那女人 像是个丧尸 不过被叶忠明控制了 大家不在意乱 飞速地从白天攻防战留下的尸体上挖魔精 叶忠明轻轻一挥 便把丧尸一分为二 他一直注意铁尸的战斗 他发现这个家伙 简直就是人形兵器 他的手轻轻一插 就可以破开坚硬的头骨 并且力量巨大 整个丧尸 被他直接撕成了两半 怪异的皮肤 防御力很高 恐怕连二级生物 会不能给他造成什么伤害 他没有天赋技能 仅靠身体来战斗 其战斗力在一星净化者之上 估计某些没有技能 或者主职业的二星净化者 遇到他都会头疼 感到周围的丧失越来越多 叶忠明立刻下令撤退 众人也不练战 瞬间跟在其身后 回到基地一统计 收集到一级魔精 有一千多枚 在轮盘上 转出了二十几瓶净化药剂 二级魔精有二十几枚 转了三次没有转出好东西 所以剩下的留着背 二星净化药剂 没那么容易转出来 门突然被打开 是家明来了 叶忠明让他把废墟防御战里 活下来的战士们带过来 相信这东西 大家都认识 摆在叶忠明面前的净化药剂 在灯光之下 闪着诱人的光彩 面前的人都值得拥有那东西 可这是叶忠明他们舍生忘死 从外面捡来的魔精换来的 所以净化药剂可以分给你们 不过明天 你们需要和我们一起 出城战斗 天刚亮 不少幸存者 就纷纷赶来集合地点 接受叶忠明他们的 简单检查挑选 大明已经把叶忠明需要的 包括铲子锄头之类的装备 都准备好了 李强也已经把人数核算完毕 一千个要出城战斗的青年 也聚集的差不多了 不过 大明停顿了下 昨天孙道精华药剂的那三十个人 此时负责此事的家明 姗姗来迟 他向叶忠明报告了这件棘手的事 昨天那三十个新进进化者 今天只来了七个 他去找另外那几个 他们不肯来 甚至还威胁他 叶忠明脸上露出不满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说过 以后这个基地 你说了算 你这两天 做的都是如何建设基地 就没想过 如果有不服从你的人 你如何去处理 你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处理问题 归根结底 只有三种方法 法律 利益 武力 也就是势力 钱 枪 在末世 没有法律没有道路 于是就剩下后面的两个 利益 昨天我们用过了 我们用净化药剂 表彰了他们的付出 并且获得了他们的沉默 可是现在他们毁落了 于是解决办法 就剩下一个 用你的枪 你是这里未来的主人 你要让所有这里的居民都知道 顺你者 昌你你者亡 叶忠明叫来小虎 夏磊 还有黎强 跟着家明去找那些人 并告诉他们 要么来这里 跟着我们出去狩猎 要么去死 叶忠明 靠在一栋楼上等待着 故意会一声枪响 从那边传来 叶忠明知道 这是在末世里 终将发生的蜕变 他只是把家明的这个过程提醒了 叶忠明看着被揍得低眉顺眼的景 让他们今天好好表现 如果不能让我满意 那么我既然能给予 也能收回 不久后 叶忠明带人在基地外 设置了一道道障碍和堡垒 并在一侧 大肆挖出极有规律的坑沟 叶忠明带着末夜下 趴在一栋建筑的顶口 用望远镜四处观察着 防御工作做得差不多了 速度比叶忠明预想得要快 末夜不解 我们不是去引怪吗 为什么还不动手 叶忠明表示自己在找人 就像他猜测的那样 能够控制狮群和变异动物一起攻城 在现阶段 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做到 前世 人们管这种东西叫做脑虫 脑虫个体并不十分强大 它们速度快 身体小 善于隐蔽和偷袭 并且身体具有变色功能 能与环境完美融合 稍加不注意 人类就会被它们袭击得手 这种虫子 不会让人马上死亡 而是活生生的控制 使人成为行尸走肉 被脑虫控制的人类 有个最大的异仗 那就是能对所有有魔精的变异生命 进行影响操控 忽然叶忠明拿出了风之月 在手上开了一道孔子 末夜吓了一跳 你疯了吗 既然找不到 就让他来找我吧 叶忠明把手臂伸到楼堵边缘 把鲜血甩了下去 它们没有大量的新鲜血肉 就算弄出声响 也不可能把基地这一面的尸群 都吸引过来的 如果指引一部分 或许会很安全 但是效率太低 一旦天黑 我们的战斗力就会大减 变异生命却不会受到影响 与其这样 不如让他来找我 他 就是操控那些丧尸和变异生命 进攻心区基地的东西 末夜拿起望远镜 发现叶忠明猜对了 基地外面的尸群和大量变异生命 就好像接到命令一样 朝着叶忠明的方向开始移动 脑虫的进化 需要更换更加强大的控制体 在二星进化者还十分稀少的现在 这条脑虫的目标就是自己 防御的每一排都有进化者作证 梁初音被放在了防御的第一线 此时的叶忠明三人已经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大堆丧尸 三人一下越过障碍武 叶忠明叮嘱梁初音不要恋战 等到前面的勾备填满 尸群冲上来就向后撤退 进入后面小区里预定的位置 梁初音立刻提着鞭子开始动员 哦精神点 像个爷妹一样把勇气拿出来 朝着这些脏东西头上砍 别手软 否则送你们一个称号 软男 挺过今天 或许你们将迎来不一样的人生 进化这个词让众人士气暴涨 随着梁初音的鞭子一挥 全部往前冲 叶忠明的身边 站着一头红发的女铁尸 和刚刚赶来的帝皇丸 之前看到的脑虫就出现在这附近 对于满脑子 都是进食和进化的虫子来说 脑虫不会无缘无故的攻击基地 他的目标就是叶忠明 叶忠明的目标又何尝不是他呢 突然叶忠明回头问傻狗爱吃虫粉吗 傻狗一脸狼然 突然帝皇丸仰着头大走撕了起来 一片树林针 现在或许整个世界也没人知道脑虫的存在 更没人知道这种恐怖的生物 在令人畏惧的同时 也有让人垂涎欲滴的地方 和属性食一样 脑虫也是可以吃的 转过一片树林 叶忠明看见了不远处 披着一身黑衣的人类 居然是他 虽然这张脸变得不再像人类 可叶忠明还是认出了叶团长 旁边的丧尸突然护在叶团长身旁 叶忠明深吸一口气 黑色魔精 三级 三级的道来却没有离开 居然能控制三级叶异生命 叶团长发出尖色的话语 美 美味 美尼玛 叶忠明没有任何客气 印封燕刀直接切了过去 只见白手丧尸的头部 变异出十多条触手 瞬间挡在了身体之前 燕刀再掺入了鬼精的风剧月下 斩在了触手之上 火光瞬间淹没了白手丧尸 白手丧尸十几条触手被切断了 身上也被火焰灼烧 可是他没死 这是第一次光辉印刀师的职业技能命中敌人之后 没有直接秒杀 不愧是三级丧尸 白手丧尸仰天发出一声悲鸣 不过 这在叶忠明的预料之中 身后的帝皇丸也加进了这场战斗中 杀狗帝皇丸一下咬住白手丧尸的手 而叶忠明则直奔头部 剩下的触手在此时又伸了出来 直接挡住了叶忠明这一技 白手丧尸本能的用力 把帝皇丸甩了出去 接着挥起拳头 砸向叶忠明 叶忠明轻巧地向后避开 三级白手丧尸的确非常强大 要是平常状态遇到他 叶忠明是没有必胜的把握 但是现在 叶忠明知道白手丧尸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叶忠明才刚落地 就指挥着帝皇丸去咬那个黑衣服呢 收到命令 帝皇丸绕过白手丧尸 直奔被脑虫操控的叶团整回去 果然 当帝皇丸冲过去时 白手丧尸瞬间被吸引所有注意 两条触手突然向后卷去 竟直接缠住了帝皇丸的腰部 可帝皇丸怎么也是二级变异狗啊 危机时刻脖子上的毛发突然立起 嗖嗖嗖地就跟着脑虫射了过去 脑虫被帝皇丸的细针密线攻击 本能抬起手臂挡住自己的头部 金色硬毛直接穿透了过去 就在这时叶忠明跳了起来 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刀 精准地把那跟缠住自己宠物的触手砍断 叶忠明又岂会错过这个机会 他握紧触手 提刀就要结束这个家伙的生命 可在一侧的树林当中 忽然飞出了一块石头 忽然的袭击让叶忠明措手不及 一声巨响之后 叶忠明被撞得连退几步 这到底什么东西啊 还眼望去 一个巨大的身影正缓缓走出来 一张熊脸上遍布着粗大的疤痕 在他的背上还坐着一个瘦小的身影 这是双生力魔 是一种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强大怪物 被称为小魔的人形丧尸 力气巨大 擅长投掷 而大魔的雄形生命拥有强大的近身搏斗努力 一双力掌可以撕裂钢体 叶忠明看了一眼 心中两难 脑虫果然是有着智慧的东西 知道留一手 恐怕森林深处还埋伏有更多二级生命 叶忠明的神情没有变化 他让帝皇丸去缠住双生力魔 而自己则把目光紧紧锁在百少丧尸身上 他拿出好久不见的空间水晶 在里面取出来一大块金属盒 半空中的叶忠明嘴角微扬 使出了初级凝幻术 在半空中的金属块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金属人 金属人一出现 双脚就与白手丧尸来了的亲密接触 轰的一下 白手丧尸被生生砸进了地面 被死死压住的白手丧尸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却无法推动一喉 叶忠明解释道 这个金属人 是用鹅作为素材制造出来的 而是密度最大的单质金属 每立方分泌的重量 到达22.59千克 这是叶忠明 从轴承厂找到的 体力在50多立方分泌 也就是说 重量达到了一吨 所以白手丧尸虽是三级 是在场生命中等级最高的那个 但他死得不冤 手中的风之月 狠狠地插进了白手丧尸头颅的同时 也宣布了叶忠明越级杀怪成功 轻轻一挑 三级魔晶到手 远处的双生力魔 已甩掉地黄丸 这么大的三级魔晶 握在手里满满当当 叶忠明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双生力魔 下一秒 金属人就挡在叶忠明身前 僵持不下 一道红发魅影 突然飞身袭向叶团长 叶团长设下埋伏本 以为万无一失 可是没想到 红发铁石锋利的手 直接插进了叶团长的脖子里 整个头颅就被连根拔起 叶忠明看得一急 忙叫铁石扔掉它 脑虫能不能寄生在人魁身上 他不知道 但也没必要懂 被随意扔出的头颅 撞到了一棵树上才听 被扭断的脖子触 十几条白色的细细触手 从里面伸了出来 接着一个白色的 带着眼睛的光滑 散状头部滑了出来 样子就像缩小版的可爱章鱼 叶忠明知道 脑虫的本体出来了 就在这时 可爱的脑虫 突然发出尖叫 一阵声波般的攻击 静止冲向叶忠明 叶忠明不知道 脑虫原来还藏着 对敌人的声波攻击招数 在脑虫的这一生之下 埋伏着的变异生命们 全部陷入了狂化状态 叶忠明立马安排铁石 拦住这些怪物 他恶狠狠地 看着脑虫逃跑的声音 现在才呼唤大军来救 已经晚了 同一时刻的废弃小区里 狮巢只增不减 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道防线 可前一秒 还疯狂攻击他们的狮群 突然都呆着了片刻 然后集体转身 向着来时的路冲了回去 末夜不知道怎么回事 丧尸们突然撤退了 他们猜测 肯定是叶老大 用什么办法 让狮巢撤退了 梁初音认为 这些敌人 肯定是朝着叶忠明去了 他必须做点 分担那个男人的压力 随即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脑虫在前面飞快地流窜 后面叶忠明死命追击 而几个二级变异生命 又在死命地追击着叶忠明 脑虫跑得飞快 在他前方出现了一条河 来到树林边缘 看他捉急的模样 很显然他怕水 叶忠明边跑边 拿出空间水晶 从里面取出了个红色的东西 林桑那肝粉灭火气 叶忠明毫不客气地 对着脑虫喷了一下 脑虫的操控力很强大 但本体却弱得可以 他最怕的 就是林桑那这种物质 一旦沾上 不仅会变得浑身僵硬 还会失去寄生的能力 看到迷你小章鱼 倒在地上不能动 叶忠明目光中 杀意流转 求求你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道意念传音 叶忠明没想到 这家伙竟可以用这种方式 和自己沟通 凶猫来的一群二级生命 已经来到身后 叶忠明拿刀抵住他 聪明的脑虫 明白了叶忠明的意思 随后发出一声尖叫 所有变异生命 突然接到命令 就在把叶忠明 和脑虫包围起来的位置 停了下来 时时误者 为俊杰 如此听话的脑虫 叶忠明当然不会亏待他了 脑虫受到严重的生命威胁 勒令停止了丧尸行动 在叶忠明的命令下 这些围着他的二级生命 全部被地黄丸和铁石杀死 一边的地黄丸 在大口大口地咀嚼着美叹 让叶忠明微微惊讶的是 红发铁石 他竟然也在进食 和地黄丸不同 红发铁石 直接把挖出来的魔精 扔到了嘴里吞咽下去 这难道就是铁石的进化方式 叶忠明抽回思绪 把脑虫关在了金属盒里 地黄丸和铁石 都得到了力量的满足 而停在原地 这一战就此结束 到了夜晚新区基地里 当师群没有了脑虫的控制 而散开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清理战场 小虎看着这一箱 快一出来的魔精 扑摸着 怎么也超过五千枚吧 负责汇总的朴秀英 白了他一眼 允许他再猜一次 今天作战的人 精业勇气都不足 后来还陷入了混乱 平均下来 每人十个丧尸都没杀到 不过算上之前陷阱之类的杀伤量 夏蕾猜测过万魔精 应该还是有的 朴秀英文言手动点了个赞 手伸进魔精堆里 这里一共有一万五千多枚魔精 这么一大笔财富 不知能换来多少进化药剂 而二级魔精的数量 他就不知道了 都在夜中明那 在他们正前方作者的夜中明 只是笑了笑 他手里的二级魔精 已经超过百倍 他交代小虎 留下一万魔精 剩下的和离强拿去转轮盘 如果运气还算可以 这些魔精 大概可以得到 一百只左右的进化药剂 他给家明五十只 如何分配家明说了算 他让家明这次 就算不能掌握基地 全部的进化力量 也要掌握大多数 家明很激动 他有信心 用这些进化药剂 把基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随即夜中明 让他今晚继续组织一支队 明天做好出去 继续杀丧尸的准备 明天还去啊 家明担心 这样的行动 多搞几天基地的人 就死得差不多了 夜中明开出条件 收获我会分给你三分之一 之后 我们就会离开了 家明抓到话里的重点 他们要离开了 夜中明没多解释 只是让家明去办事 第二天一早 在东区的城墙上 所有人都不知道 夜中明要干什么 夜中明直接打开了 装着脑虫的盒子 脑虫立马向他求救 夜中明知道 他能听懂自己说的话 不知道说了什么 脑虫沉默了一秒 接着就发出了 无声的精神波动 片刻之后 丧尸们开始向这层墙下 集中过来 夜中明是一家明带人下去 这些丧尸不会反抗的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 这些丧尸 就是带崽的包养 脑虫着急地传递意念 我办到了 你放了我 夜中明 举起泛着冷意的刀 不 你还有一件事没有做 听说 你是接二位的 夜中明 就是个用完极气的渣男 一刀插进了脑虫体内 一辆重卡使出了基地 家明满脸惆怅 那个让他成为了进化者 拥有基地的人离开了 李强想跟夜中明走 可被拒绝了 李强有一手好枪法 能帮家明搞好基地 不过大明不明白 夜哥他们为什么要躲 有他们在这里 可能就会有成千上万个进化者 那时候 周围这片区域 甚至这座城市 都是我们的 开着重卡上路 丧尸都无法阻拦 这大卡动力阻弹太费油 用不了几个小时 就变成废铁 夜中明满不在意 没油了就扔 这东西就只拿来赶路 之前夜中明 一直没有透露 最后的目的地在哪 现在车里都是自己人了 夜中明直接说出 他们要去英城的云顶山庄 大家都没想到目标 竟然是隔壁上的省坏 并且与英城相距近千公里 至于为什么要去那里 夜中明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那可以安稳地发展 最少两年 可是这方向好像有点不对啊 夏蕾看着地图 这是去乌兰县的方向 夜中明表示 他要去那里找一个人 然后他问大家 有想要寻找的人吗 如果方便可以一起去 末夜摇摇头 他自己都不知道父母在哪 美里老师的父母 在国外某大学任教 乐大远没什么亲戚 小虎表示 自己的父母很厉害的 肯定活得很滋润 两处阴叹了口气 他的父母身体都不好 应该没有挺过 末日当天的变异潮 半夜的时候 小队来到了乌兰县 站在县城外的高坡之上 可以看到县城的全貌 看着乌兰县县城 小虎发出了惊呼 这是一个基地啊 这么整齐的城墙 还有哨岛 里面好像有不少人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一个基地弄得像模像样 人类对于末世的适应 速度不容小觑 夏蕾在旁边博拒 但肯定没有你适应的管 小虎不明白 为何不进入基地 这样就不用露天而顺 夜中明表示 自己只是找人 没必要节外生殖 小虎看老大这么说 那肯定又打算节外生殖了 夜中明不想搭理他 随后让夏蕾明天跟自己进城 他需要夏蕾的帮忙 第二天一早 夜中明就出现在了城门 可这时却有一群老色批 圆形毕露 他们均被前面这个散发着 淑女风情的美女而吸引 夏蕾问夜中明 这一次我牺牲这么大 我有什么好处 我是你的队员 我可以为你去战斗 死了我也不怨谁 可不包括牺牲色相 我就是让你做个儿 尹的目标出现就行了 又不会真的要你如何 夏蕾赖上了 那也是牺牲色相 你就说给不给好处吧 我要求不过分 我知道比不了和你女不四的网红妹 估计也比不了你当成宝贝 保护起来的乐大人 但除了他们之外 我要成为第三个 得到二星进化药剂的人 我要是不答应了 那我回去就告诉大家 你单独带我来的目的 就是想占我便宜 夏蕾以这调戏的方式 来和夜中明提的要求 其实并不算过分 如果只用个人实力来决定 谁最有资格拥有二星进化的话 首选肯定是末夜和夏蕾 而且夏蕾的刀数受过大师指点 在同样使用风之月的前提下 夏蕾更胜一筹 而这时队伍已到尽头 轮到他们进城了 突然身后传来叫人让开的话语 众人纷纷回头 就看见五六辆大卡组成的车队呼啸而止 每个人的腰上都捆着一个小袋子摸紧 人群就自发地闪开了进入县城的道路 这些车直接开了进去 城门口那二十多个守卫不敢阻拦嘶吼 人群中议论的声音还在继续 那边烧了两天 昨天下午火势一响 他们就出城了 当时那边可不只有丧尸啊 还有不少活人啊 被大伙困在里面出不来 估计都被丧尸咬到便宜了 真是畜生 可世界变了 人家是进化者 没有办法 明知道这帮人不怎么样 可我们不还是想进城吗 想要安全一些 就受着吧 夜中明听着这些 默默地走进了城门 一看到夏蕾两个队长色迷迷地看着诱人的背影 凑在一起地狱 漠视了还能有一个白嫩清爽的美少妇 现在可不多见 两人不约而同地要去给黄少报信 或许一高兴就给他俩进化药剂 一切按计划进行 夏蕾独自一个人去游逛 夜中明则迅速消失在了街头 乌兰县城和新区基地一样 人们自发形成了个露天视角 一顿闲逛 夏蕾很快就发现了有人跟踪自己 这些人的跟踪技巧实在有够烂 看到夏蕾消失在转角 后面的四个人立刻冲了上去 你们的速度可真慢啊 夏蕾没有一点身为受害者的觉悟 几人一愣 这牛跟别的不一样啊 现在他不应该是恐慌的摇头 说不要不要的时候啊 接下来夏蕾的话让众人满头问好 我把他们引出来了 你还不出来吗 话音刚落 夜中明的身影出现在了这几个人的身后 几人还以为夜中明要上演英雄就没有戏 夜中明没有出声 一拳打在了最近的那个人身上 这个壮汉直接被打到飞起 另一个人看到这一幕有点傻眼了 夜中明干脆且决绝地出手打断了头 接着往前一步踏进两人之间 伸展出来的手肘准确地撞在了两个人的颈部 一个可怕的猜测猛然涌上了黄少的恼好 这是二星进化者 黄少的裤子瞬间湿了 夜中明俯视着说道 告诉我圣元关在哪里 不说就杀了你 黄少一刻不敢怠慢 在县南凉库的地下室 葛护士拎着两袋东西 来到了县南凉库 两个蹲在角落的守卫 看到进来的人点头打着招呼 葛护士的任务是 不能让女的人死吗 老大还没完够呢 圣元因为一个女人 把老大的情人给杀了 以前的她 可是老大手下第一战将了 现在可好 每天被弄的人不忍鬼不鬼 两守卫谈话期间 门外却有两人闲停弱步地走了进来 看到是两个陌生人 守卫立刻意识到不妙 夜中明把这里留给下来 随后他进去往里面走去 葛护士皱着眉头骂道 谁敢来这里捣乱 葛护士还想张口说话 一只手直接握住了他的脖子 咔嚓一声 颈椎直接断裂 夜中明随意把尸体扔向一边 继续往里走去 视线落在了肮脏地上 躺着的一个血肉模糊之人的身上 夜中明看着这张熟悉的大 圣元 大个子 他曾经的兄弟 前世 夜中明的主职业是射手 而圣元则是最勇猛的战士 续遁手是他的职业 一个几乎敢于抵挡任何伤害的防御型战士 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五年 圣元为夜中明挡下无数致命的伤 但在夜中明重生之前的两个月 圣元在一次任务里牺牲了 所以从生后 夜中明根据圣元当时所说的事与时间点 猜测他是得罪了人 大个子 不好意思 来晚了一点 夜中明抱着圣元走出了牢房 夏磊正擦着风之月上的血迹 这就是你要找的人 夏磊看了眼 这个身高差不多有两米的状态 是啊 一个可以为我们挡住任何伤害的家 画面一转 死掉的人已被摆到了一起 眼前的中年人 是乌兰基地的领导人 黄喜杰 身后的女人表示 一定是圣元的狐朋狗友来救 没等说完 却迎来了黄喜杰一见光 还不是你惹出来的祸 就这么一会 他死了六个进化者手下 然后如入无人之境地 从城门破门而出 扬长而去 不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杀了圣元的女人 会出惊念的事情吗 而黄喜杰 也在儿子黄少口中得知 对方是一男一女两个人 其中 男的是个二星进化者 蹲在葛护士身边的沐医生站了起来 根据脖子上的痕迹 掐死他的 应该是男人的手 干净利落 即便不是二星进化者 也是一个以力量为主的职业人 根据失温 还有血液的凝固程度 外面两个被戾气所杀的人 死亡时间 应该和葛护士相差无几 所以 两个人都出手了 并且 两个人的实力 应该相差无几 对普通一星进化者 有着碾压一样的实力 黄喜杰对这个男人 很客气地表示感谢 沐医生让黄喜杰 不要忘了他们说好的事情 说完 这个男人 踢起一个银色的医疗箱离开了 黄少小声问父亲 怎么不留下他了 他在 万一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好有个帮手 黄喜杰瞪了他一眼 嘴里发出了命令 现成戒严 全员保持最高警惕 随时准备战斗 可看到儿子 还是心有不甘的样子 留下他 我们付不起这另外的价钱啊 他们在树林里 搭了帐篷与篝火 一丝尘光照进了帐篷里 圣元警惕地坐起 竟然发现 身上的伤好了大半 醒了 圣元被吓了一跳 他压根就没发现有人在他的身后 他转头 看见了那个在昏迷之前看到的年轻人 圣元不解对方 为什么救他 叶忠明表示 要去一个危险的地方 需要一个人 来替我承受伤害 圣元文言 戒备少了一些 这一事 两个人还是陌生了 叶忠明用互相的利益 交换开始 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至于为什么找他 叶忠明表示 看中他的职业 我会死吗 没有我 你肯定会死 大个子沉默了许久 说了句成交 众人行进在乌兰山上的森林之中 巨盾少 又怎么可以 没有一块好盾牌 圣元对叶忠明送的这块盾牌 爱不释手 圣元把巨盾轻轻一挥 就把前进的道路清理了出来 梁初音满是惊讶 这么重的一块盾 居然拿得这么轻松 简直不是人 这盾牌 是以重卡的钢板为底料 加入了提高韧性的金属 并加入了鬼金 而蕴含了自我修复能力 光鬼金带来的能力 就让这面白色级别的盾牌 比圣元前世用的那块绿色级别的 还要好 这时 圣元开口 打断了叶忠明的思绪 他指着前方 问是不是这个地方 叶忠明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他找到了 一个三米多高的金色轮盘 正静静地矗立在那 只是和普通轮盘不同的是 这个轮盘 是一个个长方体 这是魔鬼堵盘 末日轮盘有很多种 越是稀少 就越是珍贵 多彩轮盘 代表着珍贵职业 聚宝盆轮盘 则意味着宝贝的数量 而称之为魔鬼堵盘的金色轮盘 代表着风险 轮盘的操作台上 没有魔金的镶嵌口 只有一个类似投币的小孔 大家都发现了 这个轮盘外形很特别 可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吗 叶忠明表示 这是个高风险 高收益的魔鬼堵盘 他们现在要试着博弈 随即交代朴秀英 站在身旁 把精力放在圣元身上 在最危险的时候 给他加盾 而乐大远 则带着他的人 到东面500米外的大家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许靠近这里一步 乐大远自知是非常危险了 叶忠明都不准他凑近你观战 而圣元会站在最前面 红发会在他的身边 其他人在我和圣元之间戒备 一旦有突破防线的敌人 就是你们的工作 众人不明所以 但都专注听着 今天碰到的 会是你们从未见过的生物 所以 先做好心理准备 并且 我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无法参战 你们需要靠自己 今天很危险 打起点精神 说完后 从空间水晶中 抽出一个魔晶 塞进了头壁孔里 整个金色的轮盘 顿时亮了起来 四个正方块中的第一个 突然动了 如同一个旋转的头子 夜中明的心 猛跳了一下 结果出来了 这是丝鸣牢笼 一旦获得 打开牢笼 就会得到一个 功能各异的战宠 帝皇丸在末世开始前 就和主人有极深的感情存在 变异后 依然维持了这种关系 这种情况的变异动物 有战宠的能力 却不需要遵守战宠的规则 一旦和主人感情变了 这样的战宠 是可以离开 甚至和主人反目的 而从丝鸣牢笼 得到的战宠 是要遵守战宠规则的 一旦主人死亡 战宠也会随之死亡 是完全依赖于 拥有者的一种附属品 而且 帝皇丸这类的战宠 功能基本上很单一 就是为了战斗而生 拥有自己的独立进化系统 可战宠却千奇百怪 各种各样 不仅仅可以自己战斗 还可以起到些辅助作用 甚至可以拥有 和战斗无关的 其他方面能力 接着 叶忠明又大把大骨 抓住一级魔晶 开始填进那个小洞 只见剩下的 三个白色方块 又开始旋转起来 叶忠明低声提醒 大家注意 要来了 方块渐渐停下 露出了个猛兽的模样 接着 一道光从轮盘照了下来 轰隆一声 砸在了前方十几米的位置 一声凶猛的嚎叫后 一头浑身火红色毛发的猛兽 出现在了那里 叶忠明大喊道 是烈焰之师 挡住他 圣元在乌兰县城 就见过一级和二级的变异生命 当看的这个怪物出现 下意识地问这是几级 得到是三级的回答 圣元眼睛一望 巨顿往身前一立 而叶忠明却迫不及待的 第三个方块的停止 不一会 方块停下来后 轰的一声 一个脚 拖脱而出 三级虫人的身影 便突然出现在前面 叶忠明让大家防止 烈焰之师的火焰 被沾到很麻烦 而虫人则注意 他突出的酸液 腐蚀性很强 全身都是黑色的骨 随时会张开 叶忠明飞速地说着 应该注意点 目光落在了最后一个 停下来的方块 这个方块上的图形 正是四明牢笼的图案 叶忠明小小激动了一下 自己这运气 是真不错啊 叶忠明突然从空间水晶里 甩出金属鹅 接着使出了初级凝幻术 金属鹅就变成了个金属鹅 轰个一下 砸进了地面 拦在了三级虫人的面前 接着他又点向了 不远速地面上一处突起 又付出了二百点精神力 一个石头巨人 从那里站了起 石头巨人拔剑出鞘 嚎笑着 飞向了烈焰之势 继续对着泥闹 使用了初级凝幻术 一个泥土巨人 出现在了圣人的身后 连招了三个召唤人之后 叶忠明张开双臂 向人扑去 在金属人肩上一点 叶忠明最强大的攻击技能 从天而降 硬封焰刀 直奔重人 叶忠明能做的 已经都做了 接下来的 就靠他们 共消耗六百点精神力 加硬封焰刀 若不是他提前处理了脑壶 吞服了脑壶品 增强了精神力 早就消耗的贪软在地了 接下来是塞进二级魔晶 定盘 当魔鬼堵盘上三个正方块 出现了和第一个方块 同样的图案之后 转动者可以用笔七十魔晶 高出一个等级的魔晶 来固定这个图案 接下来再次转动的时候 这个方块就不会再动 直到四个图案 全部一样得到紧力 或者时间到了重新开始 而定盘的定字 不仅仅体现在固定图案 还意味着 转动者也要被固定在人盘之前 直到中角或者时间结束 一道光芒流淌下来 把叶忠明和魔鬼堵盘 固定在一起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魔鬼堵盘 可以让转到的图案 生物化成实体 发动攻击 转动的次数越多 出现的怪物就越多 并且怪物的等级 基本上要比启动轮盘 所用的魔晶等级 高一级或者两级 若转动了一次 方块没有出现四名牢笼 就会出现三个高级怪物 两次全没有中 就会出现六个 以此类推 转动魔鬼轮盘 可面对数十上百个高级生物 所以 转动到相同图案 就需要定盘 可定了盘 转动者就会被束缚 一旦带来的人 挡不住怪物的攻击 那自己就必死无疑 之所以叫魔鬼赌盘 不仅因为魔鬼死亡 还要赌命 赌运气 赌战友的实力 和他们对自己的情谊 烈焰之师的火焰 果然厉害 即使有盾牌 大家都感觉到了极度不适 看到叶忠明 被不明光线束缚住 小虎表示 应该让自己去转动 而叶忠明却告诉大家 这轮盘对转动之人 有个要求 就是要比启动魔晶等级 高出一级 叶忠明启动轮盘 用的是一级魔晶 除了二星的叶忠明之外 全部出现一样的图案 最少需要定盘两次 第一次定盘 需要一枚 比启动魔晶高一级的魔晶 第二次定盘 则需要用到三级魔晶了 好在之前 杀了白手丧尸 获得了一枚三级魔晶 轮盘伴随着后面 激烈的战斗声 再次转动了起来 第二个方块 缓缓停了响 又是一个主动人 还好这是个二级的唐狼人 对形势影响不大 第三个方块也停了 图形是个 拿着银色铁剑的半人半舌 竟然又是三级的变异生物 那家 运气怎么这么差 叶忠明气的 一拳砸在轮盘上 到目前已有三只三级生命 一只二级生命 他们还能撑住吗 叶忠明咬着牙 开始了第三次转动 大家给我顶住啊 又从方块里 出来了个黑色骨头的 仲凯剑龙 实力也达到了三级水平 第三轮失败 叶忠明让大家 把枪火 集中在三级虫人身上 召唤物会替大家 暂时挡住其他三级怪物 三名武警收到命令 配合默契 树到子弹 朝着虫人而去 然而 虫人也意识到了危险的来临 身体往侧边一跳 帝黄丸突然出现 叼住了虫人的不足 被牵扯住的虫人 直接被破甲弹 穿透了过去 一击得手 帝黄丸飞速地退了回来 红发也放弃了 拖延烈焰之师 烈焰之师终究强大 一口咬碎了石头巨人的臂膀 金属额对上了那家 被那家手里的铁剑 刺得身上全是恐怖 而仲凯剑楼 奋力一拳 把拖延许久的土巨人给打散了 最后 叶忠明的召唤物 都被三个三级怪物给解决掉了 他们的破甲弹 也所剩不多了 没把握 再次干掉一个三级生命 于是他们 把枪口对准了 对队伍有威胁的二级唐狼人 剩下的子弹 直接秒了这个家伙 一直留意着战场情况的叶忠明 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满意 轮盘依然是第二和第三个方块在转动 运气不错 第三个方块出现了斯明牢笼 那么还剩第二个方块 还没有转到奖励图案 随着第三个方块的停止 斯明牢笼再次出现 叶忠明毫不犹豫地 塞进了三级魔晶 进行了第二次定盘 随着轮盘的转动 几道光芒呼啸而出 三级变异生物 雾魁 三级变异生物 血污僵尸 第二只螳狼人 二级 以及另一只二级变异生物 黑妖 一连四次 全部转出来的都是怪物 梁初音瞬间抓狂大喊 这是想我们死吗 此刻叶忠明的脸色 比任何人都难看 最后一个方块 他已经连续转动了七次 如今骑虎难下 不如堵到底了 他倒要看看 还能转出多少怪物 叮咚一声 奖励盒终于出现了斯明牢笼 如此狗屎运气 把叶忠明给憋成了个表情包 旁边的奖励盒 在一阵光芒之下 出现了个小宝箱 叶忠明几乎抢夺一样 抓在手里 直接使用 获得 战宠 鸿鸣机械师 脆弱疾 脑海里先是出现了一段话 接着 一个个头 直到膝盖的机器人出现 看着脚下这个 和星球大战中毁灭着机器人 有些相似的家伙 叶忠明一阵沉默 他想到过黄金巨兽 幼龙 出生妖狐等等 怎么也没想到 会是个科技类的产物 轮盘上 的确会出产一些超科技产品 不过数量和种类都不多 最著名的 就是九级轮盘上的 金色圣光战舰 也就是末日开始那天 攻击地球的 那架金色的巨型太空战舰 不管战宠是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 是他能够帮助自己 去吧 轰明师 去攻击那些怪物 可是却听到了 让他眼前一黑的提示 请插入启动能源 什么玩意 这铁家伙 美其名曰 是自己的战主 可让他攻击 却说能源不足 叶忠明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但也只能按照提示 把一枚魔精投了进去 一双昏暗的眼睛 立刻亮了起来 一阵机械声音传来 一单位能源 一级炮台 这他喵得逗我呢 这么小的炮管 能打死一只没变异的老鼠吗 那一边小虎等人 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哭着喊着要支援 叶忠明抬头一看 石头巨人 已经在仲凯建楼的攻击下 被击碎 另一边金属鹅人 被那家狠狠击下 打得快要变回金属块 而圣元举着盾牌 也在三级烈焰之师的 火焰冲击下 连连后退 即使没有被直接攻击到身体 嘴里也不断涌出鲜血 叶忠明抽出了风之月 再不出手 大家都会死在这里 可他脑海里 却传来 让他选择攻击目标的提示 机械的声音 重复无数遍 把叶忠明叨叨得无比烦躁 手直接指向了三级物魁 他会吐出 具有腐蚀性的浓烟 圣元的盾可能会被腐蚀掉 而自己也没有好的防御手段 小小炮管在接到命令后 立刻对准了物魁 当炮管亮起来的瞬间 叶忠明有被惊到 而物魁感到了极度的危险 他本能的极力闪避 可是却发现 身体失去了控制 物魁的蛇身上 被那道光生生打出了一个大洞 叶忠明被震慑到了 三级变异生命 竟被一击重创 目前只有叶忠明光辉硬刀师的 职业技能能够做到 也就是说 这个用了一枚一级魔晶驱动的小炮台 竟然可以发出和二星职业进化者 威力相当的攻击 这就是四星轮盘上 才会出现的奖励吗 慈明牢笼站住 竟然强大如斯 一枚一级魔晶发出的攻击 就能重伤一个三级变异生物 那如果使用二级魔晶 将会有多恐怖的威力 刚塞进去 小机器人立刻有了活力 98能源 二级炮台准备中 这个炮台明显比刚才的大了好几圈 在这准备的时间里 小虎和墨叶被物魁一尾巴砸了出去 被甩飞的墨叶被梁初音接住 而苦逼的小虎则撞上了一边的大树上 好在朴秀英及时的哪一口小虎 他才没有性命之忧 而叶忠明也不得不加入战斗 即便如此 小队也依然被四个三级变异生命压制着 得到了小机器人的提示后 叶忠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仲凯建楼 速度最慢 攻击却很强的家伙 成了叶忠明的打击对象 小机器人的炮管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射线 意识到危机 仲凯建楼把巨大的武器挡在自己胸前 光芒之后 势指剩下半截身体的仲凯建楼 雾草小虎看得目瞪口呆 是威猎 榴弹炮吗 叶忠明压下心中的兴奋 圣元拖住烈焰之师 那家和血污僵尸交给我 其他人干掉二级 听到安排 圣元在朴秀英的甘露树中恢复伤势 举着盾牌冲向了烈焰之师 红发铁师合地黄丸 在叶忠明的控制下 开始围攻血污僵尸 魔鬼堵盘 虽然恐怖了些 可真是会出好东西啊 本来以为要使用最后一招显中求胜 现在竟然看到了 战而胜之的曙光 与此同时 叶忠明飞身直面 双手持刀的那家武士 机器人的下意 就算不能杀死那家 也能让他失去大半的战略 本已胜券在握 却听到机器人传来 让他想砸烂的提示 警告 使用冷却中 什么玩意 叶忠明气炸 难怪那玩意的名字后面 还带着脆弱级三个字 叶忠明立刻改变战略 收缩阵型 朴秀英保护好圣元 圣元一个发力 暂时击退了烈焰之势 一面半透明的小盾牌 出现在圣元的周围 甘露树继续治疗着圣元的伤势 多得叶忠明分了一半的脑虫粉 给朴秀英 不然这回精神力早就耗光了 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每个人都会熬不住的 叶忠明心中出现挣扎 真得用最后一招吗 可轰鸣机械师 明明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这家伙强大性价比高 但有冷却时间的限制 叶忠明不敢赌 冷却时间要多久 现在只能按照原计划 不再迟疑 叶忠明直接使出了 自己最强大的技能 硬风 燕刀 熊熊烈焰 直接朝三个便一生勿勇去 趁着真意寄给两个怪物制造麻烦 他闪电一般 冲向了受了重伤的雾魁 没有手的雾魁 憋屈地噴出一股雾气 叶忠明手臂尽量挡住头脸 一道带火的刀光闪过 在他计划里 击杀一只三级生命 是必须要做的事 叶忠明飞速地挖下雾魁的魔精 身后那家和血无僵尸的攻击道 叶忠明回身甩了一刀出去之后 就飞身退到了圣元身后 调秀英立刻使用了干露术 叶忠明从空间水晶里 取出了一大口东西 继续吩咐收缩阵型 小队再次回到了 之前的完全防御状态 而叶忠明 重新站到了魔鬼赌盘前 每个人都感觉到了死亡的将军 难道老大还要 叶忠明笑的 既然赌了 那就赌大弹 整个小队感觉 现在才是真正的漠视 因为叶忠明 又把魔鬼赌盘转动了起来 几秒钟停下后 露出了个石门图案 叶忠明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这轮盘上的 肯定是好东西 可在众人眼里 这犹如敞开的地狱之门 就这么眨眼间 就有两只三级 两只二级怪物出现 在战场的前方 摆着好几捆 炸药包 小虎回头看向自己的老大 这是想掏空轮盘的节奏吧 在转动四次之后 出现了相同图案 周遇可以定盘了 快熬不住的大肉盾圣元 盲问叶忠明 用盆炸弹 在他们面前的怪物们 已经发起了凶猛的攻击 再得到不用的回答 圣元便做好了复死的准备 梁初音一个引四方五旋 紧紧逼退了他们 另一个怪物抓住机会 摔倒在地 索性夏磊 见机快把他拉了回来 不然得被怪物分尸了 此时已成群的怪物 也把红发铁石给逼退了 小队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夏磊焦急地催促着叶忠明 第三个方块中了 叶忠明立刻用悟魁的 三级魔晶定盘 一声尖叫响起 正在给梁初音 包扎的末夜躺枪 又失去了一个 实力战将的小队 陷入了绝望的拼命 以支阵型被冲垮的叶忠明 比任何人的压力都大 好在幸运女神 终于眷顾了他 最后一个方块中了 叶忠明在身上 束缚解开的瞬间 把奖励和轰鸣机械师 给收进了空间水晶里 他如是重处的一脚 把那桶炸弹 踢向外面怪物去 同时大喊 圣元使用他的职业精 无动磐石 圣元仰天长笑 手里一股精神力 就注入到了盾牌 一个个和盾牌一模一样的幻影 出现在了盾牌之牌 片刻之后 一排半透明的巨盾幻象 就把小队围在了里面 叶忠明迅速跃至 透明盾牌之上 他从空间水晶 抽出了在新区基地银行里 获得的88式狙击步枪 圣元睁着血红的眼睛 告诉叶忠明 自己已准备好了 所有动作发生在一瞬间 瞄准的同时 扣动了班级 所有的炸弹 在这一刻被点燃 带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强大的冲击力 影响到了500米开外的乐大员 他们迅速赶来收拾的乐大员 被眼前的景象惊叨 整个战场都变得静悄悄 还有在燃烧的物体 发出刺鼻的味道 三位美女都已经躺下来些菜了 负责保护朴秀英的 红发断了一条手臂 圣元得了严重内伤 延延一息 乐大员迅速让自己的兄弟 前去帮忙 叶忠明恍惚的神情 渐渐清醒 他的左手搭拉下来 已然拖绝 大家都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他看着手中的三鸡摸鸡 来到了四天后 某个小村庄里 随处可见的骸骨提示着 还处在动荡的年代 叶忠明和乐大员外出 找食物回来了 目前只有受重伤的圣元 还需要卧床休息 红发的伤势也不见好转 朴秀英在人葵身上 使用甘露术 却没有一丝的效果 四天前叶忠明带着小队成员 狠狠地堵了一把 杀手锏就是下垒在新区基地里 定向爆破了两栋楼后 剩下的炸药 计划的最后一步 就是引爆这些东西 在给怪物造成致命伤害的同时 也让圣元挡住所有的伤害 这样既得到了魔鬼堵盘上的奖励 也可以杀掉大量的高级变异生命 更保证了队员的安全 可谓一举三得 虽然过程十分凶险 但好在所有人都挺了过来 这次的收获很大 大家的伤势都已顺利恢复 现在是时候轻点和研究一下战利品了 收获中最直接的价值体现就是魔精 这一战中 二级魔精就足足获得了九枚 真正珍贵的是三级魔精 十五枚三级魔精 便可以转动两次普通级别的三级轮盘了 叶忠明把这些魔精先收起来 很快就能用到它们了 除魔精之外 还有从怪物身上收集来的材料 最特别的当属这颗魂珠了 在前世 幸存者管这东西叫魂珠 这是仲凯剑楼的心脏 魂珠对于进化者毫无作用 可某些特殊装备的制作 特殊的配方 或特殊技能的释放 都会用魂珠作为隐分 但真正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它 叶忠明掩饰不住心里的激动和兴奋 通过工匠职业了解到了这东西 叫献祭之门 简单来说 就是使用者拿出东西来进行献祭 之后献祭之门会根据你的付出 返回一些东西给使用者 而更重要的是 献祭之门是一件金色装备 金色可是史诗级别的装备 前世只有八星进化者 才有可能拥有的装备 叶忠明拿出了一枚 一级魔精投了进去 魔精瞬间消失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叶忠明不仅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打开方式不对 于是再次投了一枚进去 还是没变化 是献祭的姿势不对 还是魔精等级不够 又或者说是人长得太丑了 叶忠明咬咬牙 拿出了三级魔精塞了进去 终于有变化了 上方的白线壮大了一点 叶忠明抓到了这点变化 也就是说献祭的还不够 得让白线占据整块宝石才行吗 再次塞了一枚魔精进去 那如水的镜面拨动了一下 投入了这么多材料 白线也才壮大了一点 看来这件黄金级别的装备 果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使用的 按这情况 他把所有家当投进去 估计也填不满 沮丧了一会 叶忠明就调整了过来 如果向里面献祭了一点东西 就反馈了好东西出来 那还叫漠视吗 还叫黄金装备吗 这表明以后的献祭之路 任重而道远啊 把献祭之门放在一边 叶忠明拿出了另外一个收获 叶忠明已确定了 这机器人的冷却时间了 大概需要30个小时 可这家伙叫轰鸣机械师 又不是轰鸣炮手 那这家伙的作用 不仅仅是建造炮台这么简单 叶忠明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机器人是被制造出来的 而自己是工匠 若对这家伙进行制造改良 那他的一些属性 就可被自己获得了 叶忠明衡量了一下失败的可能 接着拿出鬼金发动了附魔术 可是却无效 这是叶忠明从未碰到的事情 叶忠明决定再使用一次 可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种 名为安静的气息 在用相同材料重复附魔时 才会出现无效情况 可轰鸣机械师明明是个全新的战处 为什么也会无效 鬼金的等级绝对配得上 轰鸣机械师的身份 难道是鬼金过保质期了 啥也不想想 叶忠明把这块鬼金 扔进了线剂之门中 鬼金被线剂进去后 白线瞬间长了一大块 叶忠明想着若 把所有鬼金线剂进去 应该能把宝石填满吧 既然鬼金材料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出现在轰鸣机械师身上 叶忠明上下左右研究了两句 发现机械师的底部有三个拗孔 竟然是镶嵌孔 工匠职业礼 采集提炼 同质强化 锻造 附魔都用过 只有镶嵌术还没有用武力 镶嵌孔可以让装备 直接拥有镶嵌物品的某些属性 是一个能量联通的过程 需要和装备本身完美连接和契合的 镶嵌孔的方式分为三种 一种就是装备自带 另外一种是工匠拥有打造镶嵌孔的能力 最后一种就是拥有一种珍贵的打孔器 然而 这个轰鸣机械师竟然自带了三个镶嵌孔 叶忠明毫不犹豫地把鬼精镶嵌到了其中一个孔洞 发动了镶嵌术之后 一阵光运在轰鸣机械师身上流转 升级之后 机器人变为了脆弱级的前沿机械师 颜色从古铜色变为了黑色 激发形态一 射线炮台 以解锁 最少需求能量一单位 一级 激发次数一 强度15PA 射程50米 速率0.1次每秒 激发形态二 飞弹炮台 未解锁 最少需求能量十单位 一级 激发次数五 强度5PA 射程100米 速率1次每秒 激发形态三 闪电炮台 未解锁 最少需求能量100单位 一级 激发次数一 强度20PA 射程70米 覆盖面积9平方米 速率0.2次每秒 激发形态四 光热炮台 未解锁 最少需求能量1000单位 一级 激发次数一 强度50PA 射程200米 覆盖面积20平方米 速率0.1次每秒 解锁所需能量 激发形态二 100万单位能量 激发形态三 500万单位 激发形态四 1000万单位 这些信息让叶中鸣 头皮发码 一个单位能量是一枚一级魔精 换成二级魔精 需要一万枚 换成三级魔精 也得一百枚 这数字想想都遥遥无期 叶中鸣欲哭无泪 这次冒险得来了两个好东西 但都是吃魔精的大货 而接下来 就是想办法去治疗红发 这种伤势 要是换成人类 早就死小巧 好在这次运气好 拿到了这颗魂珠 叶中鸣把这颗魂珠 塞进了弓发的心脏之子 接着喂下了一枚三级魔精 现在只能听见游命 叶中鸣研究完装备出来 大家都在等着他吃饭 吃完之后 叶中鸣从今天带着的包里 掏出了几件衣服 小虎很是惊讶 买来的防弹衣 原来这是乐大远的助手 在国道上发现的 一辆翻倒的押运车 里面拉了不少 这些衣服 全都被叶中鸣 用职业技能改扬过了 对普通器械 有不错的防御力 叶中鸣把手上这件 拿给朴秀英 一共改扬了三件 圣元和朴秀英 各得一件 一个是防御剑柱的 一个是团队的支援核心 叶中鸣问谁 想要这最后一件 叶中鸣调侃他有了这个 可要顶在最前面啊 小虎没有二话 这可是他的强项 两件防弹衣分发完毕 叶中鸣得去看看 圣元了 叶中鸣一进去 就把防弹衣扔给了圣元 可圣元在意的 却是他魂回踩中的盾 能不能修 再得知自己的盾 能够自我恢复 圣元经的嘴 久久不能闭合 只要他还跟着叶中鸣 就能知道 更多从未想象过的事情 可接下来的话 却让圣元愣住了 黄喜杰职业是元素师吧 梁军是个玄风标师吧 圣元压根猜不透 叶中鸣什么来的 我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的职业都很克制巨顿手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想要给李颖报仇 你自己无能为力 自己的秘密被轻易说出 圣元惊恐 且防备的问叶中鸣 到底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 我不会告诉你 我为什么知道这些 你只需要考虑 是否需要我的帮助 就可以了 圣元急切地想知道 什么个帮方 叶中鸣表示 在这样的世界 对于仇恨 除了杀戮 没有别的解决方式 而条件就是圣元 叶中鸣的小队 缺一面肉动 圣元放松了下来 这是一个攻强手弱的队伍 他们有白色战刀 拥有好几个职业者 可却只有一个奶爸 一旦碰到更强的怪物 就会很危险 司机此圣元同意了 只要叶中鸣帮他报仇 他就加入团队 叶中鸣让他在这两天 伤养好 后天就要行动 圣元没忍住问了出来 你就不怕我利用你 叶中鸣笑道 只要你不傻就应该知道 只有我可以给你制造 越来越好的盾牌 只有我能带你飞速进化 更何况 凭你现在的事 有什么资格利用我 圣元无法反驳 他必须提醒叶中鸣 黄喜杰他们背后 叶中鸣接了下来 背后有皇族工会 圣元立马炯了起来 这你都知道 叶中鸣却表示 那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傻叉而已 许久不见的沐医生 带着三个人 出现在一处山坡上 他告诉他们山坡下游 十几头二级便宜山羊 若得到这些魔精 按照工会的规则 至少能赚一次二级轮盘 身后三人 当然想碰碰运气 可以他们的实力 完全打不过呀 沐医生让他们放心 他早有准备 只见他从那个 随身携带的银色箱子里 掏出了一瓶 装满黄色液体的试管 接着笑道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黄喜杰这些天 一直心神不宁 自己的手下圣元被人救走 并且就那么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被谁救走 黄喜杰狠狠地灌了一口 让他的情绪平缓了一些 最近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黄族工会和圣元的事 都让他有些焦头烂了 梁娟满脸担忧地走来 虽然是静怀 可这样喝也伤身的 黄族工会的人 已被梁娟安顿下来 梁娟不确定 他们真的需要 工会的人帮忙吗 工会的人要价太高了 而且圣元和救了他的那些人 不一定回来吧 可黄喜杰却有种预感 圣元和救了他的人 肯定还会回来 黄族工会的小刀 正靠着墙壁 把玩着手中的柳叶刀 看到阿宽从里面走出来 小刀不禁吐槽 自己的玩具怎么那么弱 这么说着 小刀就想要进去 却被阿宽拦了下来 以后他管不了 但是现在这几天 还有新鲜感就不行 小刀眼中凌厉顿起 盯了阿宽好几秒 之后在阿宽的目光中 晃晃悠悠地离开 这时从对面房间里 走出一对年轻的男女 这小刀依仗着他引刀手的职业 一点都不把他们放在眼中 因工会会长 与小刀父亲有交情 所以资源都倾向他 且如果得到二薪药剂 也要先给他 阿宽却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他们这次的任务 是帮助黄喜杰 还有三天时间 时间一到 不管黄喜杰得罪的人来不来 他们都拿着东西离开 年轻人知道黄喜杰 和梁娟两个是职业者 他们四个人 完全可以干掉他们 拿着东西走就是了 为何还要在这里待着 阿宽表示黄喜杰这老狐狸死 都不会说出那东西在哪 因为他知道说了会必死无疑 二是工会保护和培养这里 是要把这变成时刻 给他们提供资源的魔金产 黄喜杰是上面众议的控制主 他们动了他 会让上面非常不满 会影响在工会内部的资源分配资格 现在他们只需要 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 漠视的夜格外的黑 守卫们在成为架起了沟火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一阵 强有力的脚步声 守卫在这群人中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立刻惊恐起来 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谁想到圣源竟然会带着人回来 头目让身边的守卫 快去告诉黄喜杰 可白光一闪 一柳长刀 插入了这个小头目的后背 下垒满脸煞气 上次进城 他就想这么做了 守卫们知道他们是进化者 连忙四散奔逃 他们已经听说了黄喜杰放火烧城 烧死一千多名活人 只为取得魔金的事情了 此刻看到那厚厚的城门 大家都有着皱眉 难道要用风之月一点点切开 夜中明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们前面 他直接抽出风之月 对着这古老的城门 就用出了硬风验刀 轰的一声 这本可以抵挡住丧尸攻击的金属大门 就被彻底摧毁了 这就是他的答案 当然是这样直接走进去啊 看到夜中明这个小队子突然出现 守卫都快疯了 要什么样的实力 才能把如此重的城门给弄碎 城墙上面的守卫还算清醒 开枪的开枪 砸石头的砸石头 一只大手抓住地皇丸 怒吼一声 被甩出去的地皇丸 就借着这力量跃上了高高的围墙 乱糟糟的枪声惨叫声 和地皇丸的嘶吼 瞬间就让城上乱了起来 接着夜中明几人 就这样光明正大的走了进去 这种没有生产和创造的基地 是靠掠夺和剥削而生存的 基地首领靠着提供廉价 和不可靠的所谓保护 来榨取进城者的财富 养着一帮凶狠的大手 暗地里劫掠居民 和周围幸存者的资源 看到地皇丸荣耀而归住后 夜中明安排梁初音 乐大远和帝皇丸 去找基地首领黄喜杰的下落 找到后过来会合 和变异生命战斗 并不是漠视的全部 除此之外还要和自己的同类战斗 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个叫皇族的组织 里面的人都是进化者 并且职业者众多 他们的实力强大而诡异 今天是替圣员报仇的 也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 这些人远比丧尸和怪兽危险 随着夜中明的一声行动令下 三人一狗便往另一个方向出发 夜中明他们则站在原地不动 因为在黑暗中有四个人影正躲过来 待探亲几人之后 夜中明心中有些波动 这些人的脸 夜中明并不陌生 小刀 职业引刀手 前世他和夜中明在基地酒吧里产生过风 有些变态的亲兄妹 死得比较早 在皇族工会和一个战团斗争中双双被杀 阿宽 后来成为皇族工会的副团者 被称为皇族五大巨头之一 最后成为八星强者 前世圣员为了报仇血洗此基地 皇族工会便和夜中明的战团撕破脸 小刀毫不畏惧 目光放肆地落在了几个女人身上 露出了银血之色 小虎立刻就不乐意了 提着刀就站了出来 小刀看得眼睛都直了 居然是白色级别的武器 兄妹俩眼热了 小虎只要被他们杀了 那把刀就是他们的了 看到这三人要开抢了 下来让他们别着急 他这还有一把呢 地旁的末夜也拿了风之月出来 现在可以三对三 很公平了 几人一下没绷住 这也太富有了吧 不好 不对劲 敌人的实力估计有误 阿宽在身后想让他们先撤退 可突然却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杀气 是对方的领头人在警告自己 若阿宽不动 夜中明就让他们三对三公平决胜负 若阿宽再往前一步 就只有一个字 死 杀呀 生死搏杀在同一时刻宣告开始 主动出击的小虎一下压住了张敌的力量 末夜直截了当的中刀出击 张敬此时才发现自己轻敌了 小刀舔着唇 对夏磊说着调戏的话 夏磊脸上带着煞气 手上握刀猛然推了过去 小刀向后退了一步 只见他手腕一翻 柳叶刀的光芒瞬间亮起 同时他的身体也侧了过来 那诡异的柳叶刀可以在短距离内 以绝快的速度刺出一击 消耗大量精神力来 让这招数如同瞬一般鬼魅 让人防不胜防 此时的夏磊发现自己看不到敌人手中的刀 夜中明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这是鬼影刺杀 在你左边 小刀行于流水的动作有了刹内间的停顿 形势瞬间被逆转 小刀眼里露出了惊骇 职业者非常稀少 他没想到 连同伴都没透过的技能名字 竟然被人一语叫破 而夜中明前是在这招上吃了不少亏 兄妹俩没想到嚣张跋扈有实力的小刀 竟这么快被干掉 看到兄妹俩分手了 末夜和小虎连忙把他们重新拉回战场上 兄妹俩人明显被羁押一筹 张静回头想要寻求阿宽的帮助 可阿宽却只是让他们自己小心 兄妹俩一咬牙只能拼了 张静突然闪到了张迪身后 紧接着大股白色雾气就弥散开来 两个便在迷雾中消失 末夜和小虎背靠着背 警惕着四周的情谤 夜中明在一边看着 妹妹的职业是迷雾行者 主要用于辅助战斗 可用于哥哥的虚空之贼职业 擅长偷袭 在浓重的迷雾中 一把刀突然袭来 张迪自信地笑道 在职业者面前 普通进化者是脆弱 小虎手中的风之月 突然收回顺势在张迪的脖子上抹 小虎好言劝他下辈子动手前 少说点话 迷雾依然浓厚 一声悲鸣却暴露了张静的位置 末夜的刀以最快的速度 从那个位置切骨 最后迷雾进退 张静无力地躺在地上 夜中明对他们下手的快准痕 感到很慢 阿宽的手开始抖了起来 这伙人的实力太强大 夜中明问出了最想知道的问题 皇族的会长是谁 回答可以换你一条命 阿宽闭上了双眼 好像在犹豫 突然他的一双拳头化成金属色 并轰向了面前的夜中明 而夜中明已经抓住了他的双手 铁手切割者 也不过如此 说完双手用力 咔嚓一声手腕被捏碎 剧痛和成为废人的双重打击 让阿宽大叫地跪在地上 夜中明的脚猛地抬起 重重踢在阿宽身上 接着夜中明让小虎去搜搜他们 看看有什么收获 看着这些尸体 圣元神情复杂 夜老大真的知道皇族宫会是个怎样的组织吗 夜中明笑道知道 我不是说过吗 一帮自以为是的傻叉而已 小虎从死掉的人身上收获到了 七枚三级魔精 和两百多枚一级魔精 另外还有一把白色级别的柳叶刀 和一把灰色级别的笔绳 调秀英也找到了三枚二级魔精 和五十几枚一级魔精 以及一瓶一新净化药剂 夜中明把这些都收进了空间水晶里 调秀英明白以后杀人劫掠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可他看见这些东西还是会有恶感升起 夜中明让他们要尽快习惯这种事情 就在这谈话间 梁初音他们回来了 他们的任务完成 已找到黄喜杰他们的位置了 梁初音迅速转身 当先给大家带路 在一栋非常古朴的庭院外 乐大远和助手一直等在外面 几分钟后 夜中明他们的身影来到了这里 乐大远表示他们就在那边 挺安静的 好像在等什么人 夜中明只想说句可惜了 他们等的人都已经挂了 黄喜杰和梁娟坐在椅子上 无奈地看着桌子上摆着的一个场合 梁娟问他真的要把这东西交出去吗 这是他们陆续死了四五个进化者 几百个守卫才从二级轮盘上换回来的 这样拱手送人怎么舍他 黄喜杰抬眼看了看梁娟 没有说话 梁娟表示是自己不对 如果不是他当初冲动杀了圣元的女人 就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 黄喜杰叹了口气 这不能全怪他 这东西被皇族工会的人知道是早晚的事情 并且他们需要基地做后盾 所以还能用这东西换来他们的帮子 现在就是白色级别的装备了 要是镶嵌上一块那种宝石 还不知道能达到什么级别呢 黄少表示最好皇族的人和圣元带来的人拼得两败俱伤 黄喜杰表示不肯顾 皇族工会来到四个人实力太强了 只能给出去吧 他们对如何寻找宝石毫无头绪 还不如拿来换取一份平安 这东西好像换不来平安了 这声音是从门外传来的 下一秒门就被踢开 露出了来人的真容 看到叶忠明他们 黄少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梁初音往前一步 手中的鞭子挥动了起来 漫天的鞭影覆盖了面前的几人 黄喜杰挡在了黄少前面使出了元素对抖 叶忠明一眼就认出了 元素师是很强大的职业 你应该还会元素直追这个技能 快用出来给大家长长眼 挡住了刚才一击的冰盾开始碎裂 一旁的梁娟站起了身 他在这一刻发动了攻击 两道黑光突然被制了出去 一道打向了下脸 一道打向了一看就是主持人的叶忠明 朴秀英的应变极快 微微抬手 一面空灵盾就出现在下脸面前 而叶忠明却徒手接下了这个旋风雕尸的回旋标 梁娟神色大变 这个力量是二星进化者 黄喜杰抬起身 空气中的温度骤然变了 一个冰锥瞬间在空气中凝结 随着手部动作 猛地刺向叶忠明 叶忠明没有闪躲 而是把手里的飞镖直接水了出去 在半空中击中了冰锥 啪的一下 冰锥就被砸成了树短 圣元红着眼锯着剧盾 他要去报仇 小虎见状表示要去帮忙 刚走几步就被叶忠明拦下了 这件事情让他自己来吧 说完 众人缓步走到了一边的桌子旁 目光落在上方的长河上 黄喜杰被圣元的剧盾撞得连连后退 他的怀里抱着儿子 一只手顶在剧盾之上 梁娟冲过来想帮忙 圣元干脆直接把剧盾脱手砸向了这个女人 黄少被吓傻了 圣元从来没有对不起黄喜杰 为了报答黄喜杰让他成为进化者的恩情 他放弃了元素师职业成了剧盾手 黄喜杰和梁娟的职业卷种 是圣元差点丢了命抢回来的 可黄喜杰却和这个女人把自己囚禁起来 逼问得到职业证书的秘密 这时候 什么进化者职业者全都忘了 只剩下本能的私打 黄喜杰紧紧抱住圣元 忙叫儿子杀了他 黄少害怕地在怀里掏枪 帝黄丸突然从旁边就窜了出来 一口咬住了黄少的脖子 看见自己的儿子瞬间惨死 黄喜杰悲痛欲绝 眼眶都瞪得快要裂开 这么心疼儿子 你也陪他下去吧 下去之后别忘了给小影陪礼道歉 圣元一点点地接近黄喜杰 最后在他脖子边咬了下去 这个画面带给梁娟深深的恐惧 他疯狂地叫喊起来 满脸血污的圣元犹如恶魔一般 接下来轮到梁娟了 而叶忠明等人抱着长河就要出去 把这里留给了圣元 几人来到院子里 等待着叶忠明的安排 小虎想起圣元刚才的状态 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叶忠明让他不要担心 圣元发泄完之后就会出来 众人看到叶忠明打开了盒子 拿出了个手杖 盲问是什么 一看到这东西 叶忠明就明白了 为什么皇族公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黄喜杰 原来是因为这个自然之杖 下垒观摸着这散发白色光运的稀有机装备 不明白上面的洞是怎么回事 叶忠明表示这是个镶嵌孔 是镶嵌自然宝石的地方 只是有些可惜 这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自然之杖需要自然宝石 才能发挥它的能力 也就是烽火水土这些自然性 却不能镶嵌光明宝石 否则的话 条老师就可以用了 实力至少可以提升一倍 大家都面露震惊 也就是说甘露术的恢复效果 和空灵盾的防御力都会大幅度提升 大家都替条秀英感到可惜 变强的机会就这么擦身而过了 其实自然之杖的真正作用 并不是镶嵌上一块宝石之后 用来做法杖的 前世幸存者们更多的是 用这种装备作为团队战斗时的 攻击或者防御武器来用 当相应的元素宝石镶嵌上去之后 拥有者就可以激活这种能力 通常火系兵系雷系是攻击技能 水系土系是防御技能 而自然之杖附带的技能 是可以选择强弱的 既可以使用数次 也可以一下子把宝石里 蕴含的能量全部耗尽 完全激发 这种特性被很多幸存者团队所写爱 通常都会作为杀手剪来用 造成一击定乾坤的效果 而前世的杀戮玫瑰木星飞 手里就握有一根金色级别的自然之杖 可他也很难找到一枚高阶 甚至是超阶的自然宝石 这根自然之杖的级别不太高 但也是好东西 只要找到自然宝石 那在叶忠明手里又是一张底牌 这时 满身血污的圣元已从里面走出来 奶妈很自觉地上前治疗 叶忠明安排圣元出面 把这个县城控制住 而梁初音和乐大远 则带人搜索黄喜结和进化者平时戳墨的地 看看有没有更多收获 末叶三人则带人成立食物兑换地 组建狩猎队 争取多收获一些魔精 而圣元和朴秀英则组织了一些人 在县城里巡落 确保这里不会再次乱起来 并且负责收集各种情报 二级变异师朝马上就要来临 我们需要争分夺秒 做好准备 时间来到三天后 在乌兰小镇里 叶忠明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让他们汇报这三天的情况 夏磊三人在周围猎杀清理 变异生命 确保了县城的安全 另外用水和食物跟幸存者兑换 一共收集了1000多枚一级魔精 50多枚二级魔精 而乐大远两人则找到了黄喜结的仓库 里面居然囤积了4000多枚一级魔精 150多枚二级魔精 而由圣元出面的保卫工作也没有问题 调秀英统计了一下 目前手头上共有2万枚一级魔精 500枚二级魔精 以及100多瓶一新净化药剂 两辆武装卡车 至此叶忠明也没有闲着 也收获了两枚三级魔精和一个材料 现在他们要把东西收好 准备出发去下一个地方 这让大家反应都很大 漠视耿就动荡 现在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 然而叶忠明表示 还有个更好的地方 准备出发吧 他们开车来到了之前待过的二层小房 安排乐大远 把这里能带的东西都带走 叶忠明几个 只要去看看红发了 发现红发和之前没有任何变化 伤口也不见一丝愈合的迹象 看来这人魁是真的没救 朴秀英叹了一口气 知道这个救了他命的人魁是真的死去了 叶忠明也感到可惜 决定在院子挖个坑把他给埋了 心软的朴秀英领走前 却一步三回头 看着红发的木 随后众人驾驶两辆重卡 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了 时间过得很快 夜幕降临 在红发的木旁来了个不速之客 一条红色藤条游进了院子 在身体中端有一枚白色的魔精 这是一株二级荆棘 他闻到了尸体的气息 想都没想就钻进了尼堵中 顶端的触手迅速掀开了红发的伤口 就在这时 红发铁石突然破头而出 身上已不见任何伤势 他一把抓住被吸干能量 而软答答的荆棘 用力扯出体外 可却把红色的魂珠也一并扯出来了 视线落在与自己血肉相连的魂珠上 红发愣了愣 而荆棘在他手中碎成了渣渣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人类 我需要你 红发回头看到是一个身体高度损毁的男人 两个断臂长出白色的触手 然而下一秒 男人的嘴巴突然爆僵 一团白色的东西跳了出来 啪的一声 白色小章鱼就粘到了红发的脸上 脑虫那些小触手 冲着他的头颅往里面猛挤 已经往脸部钻进去的脑虫 看到了红发脑子里的红白双珠 正在吸取自己的能量 恢复了更多能量的红发 把脑虫抓在手里 脑虫发出了他的专属沟通 连连求饶 红发原本好看的嘴 突然异常张开 红发抬头看向来人 那正是之前曾出现过两次的羽 和他的宠物猫 这是一场变异生命之间的战斗 它是女子变丧尸后 进化而成的新特种类 它是由人类用丧尸血液 加上魔精制作成的人魁 红发并没理会屋顶上的 一大一小黑影 它本能地知道 吃下这个白色的东西 对它会有极大的作用 羽婆健壮立刻带着宠物飞升而下 它在半空中 使出了黑色的通灵之刺 而宠物猫 则是直奔红发手中的脑虫而去 可还没靠近就被红发一手拍掉 状态还没恢复好的红发 打飞了小飞影 却没躲过通灵之刺 它低头只想把这些暗器拔掉 可羽婆的身影已经到了旁边 一拳砸在了红发的侧脸 力量之大把口中的脑虫都打飞了 羽婆没有丝毫停留 向着小章鱼就抓了过去 地质指挥战斗的人物 却有了被虎口夺食的愤怒 为战斗而生的红发 俯身用头狠狠撞到羽婆的后背 羽婆飞跌在地 红发也被反震了一下 两人针锋相对 都不愿意放弃这条 对他们产生巨大吸引力的脑虫 在对峙了一会之后 双方再次开始了殊死搏斗 变异生命之间的战斗 就是这么的直接和血腥 红发和羽婆同时动了 结果是通灵之刺 对在了红发脸上 红发的铁爪也穿破了羽婆的胸腔 双方都惨兮兮的 目光落在了脑虫上 两人同时用力 脑虫竟然被扯成了两半 这个动作让他们都为之一愣 接着互相对视了一眼之后 他们都转过身去做了同一个动作 那就是吃 画面一转 叶忠明这边正在地图 查看此次的目的地 突然他似有所感 看向了来时的方向 梁初音注意到了 关切地问叶忠明怎么了 叶忠明摇摇头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就一瞬间 他感到和红发铁尸 重新建立了联系 叶忠明把地图合上 决定聊聊正事 从这里开始 就要汽车步行穿过这片区域了 末夜提出疑问 这一片有高速 有国道 落好开道飞起 而夜中鸣语出惊人 因为前面一片是绝地 末世开始时 从天降得不仅仅有轮盘 还有成千上万个金色 圣光轰炸后留下的绝地 那里遍布着非地球生物 怪物横行 有着让人类 都感到绝望的恐怖存在 那里也有奇花异草 珍稀矿物 可以找到所知的全部宝物 绝地对于冒险者来说 既是乐园 这绝地这么危险 绕过去不行吗 这绝地面积很大 绕路时间长 且不能保证没有危险 还有夜中鸣 需要去绝地看看 去证实一些事情 既然老大都这样说了 那大家也就没啥好说的了 他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出发 向着神秘的绝地直冲而去 然而大家都睡了 夜中鸣却毫无睡意 他站起身 拿着望远镜看去 在淡淡发红的空气中 看到了远处那座蔚蓝色金石山 每个绝地都有颜色 这绝地外围的混沌壁垒是红色 代表着泄星 夜中鸣没记错的话 那里有座宝石山和一条宝石矿脉 这里是绝地 外面这层浓雾是混沌壁垒 将宝石山隐秘于此 此时的夜中鸣一行人 以小心翼翼地潜入了这个神秘的绝地 他们正在这里躲避天上 那只会飞的变异生物 确认安全后 他们才继续出发 这巨大的脚印 就是绝地怪兽留下的 他们可以通过吸取宝石矿脉中 蕴含的能量 让自己的进化 等级得到巨大的提升 宝石是工匠 炼金术士 药剂师 元素师 魔法师等职业的必需品 甚至一些战宠的进化 也需要宝石来投喂 夜中鸣之所以选择冒险 进入绝地 就是想证实前世那座宝石山 是一直存在 还是后来才出现的 他给队员们介绍 这就是宝石山 里面有宝石矿脉 夏磊突然低声说了一句 三点钟方向 夜中鸣立刻拿着望远镜 看了过去 他仔细观察后发现 那有关兽尿液留下的痕迹 这些怪兽也像动物一样 在自己活动区域的周围 撒下尿液 用气味宣告这里是他的领地 而前方的宝石山里 就有着可以镶嵌到 自然之杖上的自然宝石 那些些淡色的是 水系自然宝石 那些深色的是 冰系自然宝石 两种是半生矿 夜中鸣看着宝石山 考虑了一会 决定先把众人带出去 这里已经被某怪兽占据 成了他的领地 听到夜中鸣要返回绝地的时候 都觉得他疯了 夜中鸣让大家放心 如果他觉得没机会 就会撤退 在那他们看到了四级的怪兽 和两百只二级怪兽组成的军队 一个人回去就是送死 夜中鸣表示会带着帝皇玩 有他在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偷袭他 而夜中鸣也给大家安排了任务 他选定了云顶山庄做基地 让大家把周围的情况摸一摸 有什么势力在 有什么怪物在 有没有大规模的诗群 甚至如果可能的话 还要找找轮盘 看看周围的轮盘哪里有 是几集的 但有一点记住 别去云顶山庄 一边的圣员表示要跟夜中鸣去 他顶在前面 可夜中鸣却表示保护好了大远 就是保护好他 说完 夜中鸣带着帝皇玩准备走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就是占据云顶山庄的时候 就这样夜中鸣带着帝皇玩 重新踏入了绝地的上河村 绝地的确处处危险 可这里也是遍地财宝 夜中鸣找到了人参瓜 是地瓜的变种 凡是有生命接近它 嫩苗会发出自动攻击 因它是变异植物的缘故 这些地瓜苗是有魔精的 而夜中鸣有园丁职业 等有了自己的基地 就可以种魔精得魔精了 随后夜中鸣在矿脉附近潜伏着 看到了把这化为领地的怪物 居然是一只四级的三尾魔蛙 妈的这玩意可不好惹啊 这次重生了 进化到二星 得到诸多职业 月级挑战三级没问题 可对四级 就这样放弃 不可能 好不易来一回 怎么能空手回 绝地里 在宝石山的洞穴中 三尾魔蛙惬意地 舔食着自然宝石 这种水加冰属性的半生宝石 是它的最爱 然而一只等级不高的金黄色的大狗 却在周围游荡着 可三尾魔蛙却不想再搭理了 可这狗速度很快 也很狡猾 并不踏入洞口 只是在附近观察着游走的 三尾魔蛙自然不允许 这样的挑衅存在 这只以四级的三尾魔蛙 立刻主动出击 可他不是以速度和长途奔袭见长的 他追不上帝皇丸的 蹲守了三天 叶中明确认三尾魔蛙的反应 与奔跑速度 攻击特性 以及他的容忍度 他最多追傻狗一分钟 超过一分钟 他就会判断自己追不上而选择折返 所以要拖延更多的时间 就要靠他妈妈了 这是叶中明费尽心思 偷到的赤炎猎假兽的诱奶 被放在了三尾魔蛙的里面 果然 一分钟内 没追上帝皇丸的三尾魔蛙停了下来 接着他遇上了与他同事四级的劲敌 失去了孩子 赤炎猎假兽的愤怒可想而知 双方的眼神开始拉丝 战火一触即发 叶中明拍了拍帝皇丸的脑袋 是时候发财了 接着一人一狗 蹦蹦跳跳的淘宝石山冲了过去 一只水属性和一只火属性的怪兽 已经有智慧的他们并不容易产生争斗 可一只以为对方要占领自己的领 一只要寻宅 都将彼此当成了生死大笔 但叶中明进入了宝石山 三尾魔蛙很快便会发现叶中明的族在 所以叶中明下手不能拖沓 观察纹路 确保能量脉落 不然宝石挖出来也是废的 不一会 第一块水系的自然宝石被挖了下来 接着是第二块 都被收进了空间水晶 此时的三尾魔蛙已经意犹所感 他看向了自己的宝石山 他焦急的大嘴一掌 使出了他的天赋技能之一 聚薄冲击 数百块冰柱就从他的嘴里呼啸而出 直接砸在了赤炎猎假兽的身上 赤炎猎假兽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三尾魔蛙趁机就想回赶 地黄丸嗅到气息 便给叶中明发出信号 第三块冰系宝石这时才踩了出来 叶中明暗叫一声可惜 这怪兽发现得也太快了吧 见没机会了 叶中明立刻叫上地黄丸 他们朝着定好的路线奔跑 而三尾魔蛙却一下跳到他们的身后 他瞬间认出了一身金毛的地黄丸 这三尾魔蛙是真的生气了 肚子瞬间气鼓鼓地怒急之下 一股极度冰寒从他的嘴里迸发出来 叶中明见状脸色大变 是兵级龙卷才四级的三尾魔蛙 竟然掌握了这种恐怖的攻击技能 叶中明随手一指 使出了初级凝幻树 一颗绝地里的古怪树木 就变成了一个强壮的树 一头栽进了兵级龙卷之中 一瞬间 巨大的树人就被甩到了一边去 叶中明立马发出了应风雁刀 可鲜红的火焰一下消散在兵级龙卷 而恐怖的技能已经笼罩了叶中明 叶中明知道 自己重生以来最大的考验来了 这个由兵物组成的兵旋风 是三尾魔蛙最强的天赋技能兵级龙卷 三尾魔蛙追不上他们 不代表这个技能也追不上 这瞬息而来的四级怪兽技能 已经把他们包裹其中 叶中明瞬间从空间水晶 拿出了自然之杖 他把刚刚从宝石山上挖到的水系宝石 直接镶嵌了上去 下一刻 这根木杖突然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一股柔和的湿润之感 包裹住了叶中明和帝皇丸 下一秒叶中明就发动了自然之杖里的技能 只见一个淡蓝色女人的虚影出现在了天空 双手托着一只精美的蓝色花瓶 这是水瓶之户 当叶中明激发了这技能后就知晓了他的名字 然而没多久 虚影的颜色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 快撑不住了 如果这块水系宝石品质再高一些 或许就能与之抗衡了 他没等水瓶之户被完全击溃 立刻就拿出另一块冰系宝石 在镶嵌树之下 宝石与手杖合为意义 在他把手杖插入地面的一瞬间 虚影一般的水瓶之户瞬间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朵巨大的实体冰莲花 这是蓝血之莲 忽然全部花瓣从花堵上脱离 变成了一片片锋利的冰刀 呼啸着冲向的那片冰雾 强大的冰级龙卷技能 在这一刻被击破 叶忠明眼睛一亮 拍了拍地黄丸 一人一狗迅速向前窜了出去 此刻天空两个技能同归于尽了 刺散的能量朝着周围凶猛扩散 叶忠明心中大骂了一句 好不容易得到三块宝石 却为了逃命被迫用掉了两块 手杖上的这块宝石已经碎掉了 叶忠明刚把手杖重新收进水晶里 就感觉前方迎来一笔气了 只见对面虎视眈眈的三尾魔蛙伸长了三条尾 犹如一台投石机一样 猛朝叶忠明发射宝石 叶忠明知道 对方真是不想让自己走 万分危急时刻 叶忠明一跃而上半空 发出了火焰刀芒向着身前猛批 然而数量太多 叶忠明根本防御不过来 一下没坚持住 叶忠明直接被打落在地 就在这时 看到三尾魔蛙消耗得差不多 誓言猎甲兽 伺机而来 这两个同梗级的怪兽再次打了起来 这可是好机会啊 叶忠明迅速把身上的宝石收了进去 朦胧中的叶忠明是被帝皇丸带到了这个安全的地方 一身狼藉的帝皇丸正舔给他 叶忠明评估了下伤势 短时间内他是无法行动 他没有可解决的办法 于是让帝皇丸去找人来 只要人没死 那就不算亏 接着叶忠明眼前一黑 就陷入到了昏迷之中 叶忠明是从一堆人的说话升红起来了 他们在议论着叶忠明应该是和他们一样 来到绝地探险而被怪兽袭击了 骨头都塌陷了还没断起 应该也是进化者吧 名叫糖果的妹子拿着一瓶药剂 想要去救叶忠明的意思 可男人却直接否定了叶忠明被救助的可能 药水是糖果做的 但材料是大家一起找的 所以不要浪费珍贵的药水去救陌生人 这些人的对话传入了叶忠明耳中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 被叫做糖果的妹子最先发现了睁开眼睛的叶忠明 其他人都纷纷围了过来 叶忠明扫了一眼 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 这是一支很标准的狩猎小队 近战 攻坚 防御 远程 支援 这就是标准的配角 叶忠明最先注意的 并不是想救自己的小姑娘 而是那个掌握了小队话语权的老者 叶忠明感觉到了这个老人身上对自己敌视的态度 接着 叶忠明才看向了那个圆圆的小姑娘 看起来十五六岁 这个绿色的瓶子 是炼金术士特有的标志 中和之握 它居然是炼金术士 怪不得这些人还留在这里看着自己这个将死之人 因为这个炼金术士没有走 而这个小队 显然小姑娘才是中间力量 恢复药水 这可是好东西啊 那个站在叶忠明身边的灰衣男踢了踢叶忠明 问他能说话吗 叶忠明的伤势依然很严重 一说话喉咙就有些血气伤 灰衣男直接咄咄逼人地问叶忠明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同伴 叶忠明表示自己一个人来这里 是想找些好东西的 小队的人互相看了看 神色中尽是不幸 老者问他一个人就赶来这里 叶忠明表示着没什么好奇怪 有人来过这个绝地 还画出这里地图 他就是得到地图之后来到这里 见叶忠明起身不变 糖果热心地过来搀扶 糖果的大哥健壮立马把他叫了过去 在末世 像糖果这样好心的人 终究是要被这个世界淘汰 叶忠明对糖果很是感激 不过要想身体恢复如初 怎么也要七八天的时间才行 所以他才随便胡说有地图 以现在情况 最好的选择就是和这支狩猎小队在一起 安全可以得到保证 在老者的示意下 这几个人立刻聚集到了一起 开始商量起来 有人想着直接抢过来就完事 可胖子刚才搜身却没有发现地图 他们分析叶忠明要么瞎说 要么真有地图 但目的都一样 就是想让他们帮他离开这里 想到这灰衣男想让叶忠明自生自灭 他们不要地图慢慢找吧 这话遭到了糖果的潜质 糖果表示可以和哥哥一起照顾叶忠明 灰衣男却觉得糖果啥都不懂 过来添乱了 而这是老者说话 他让大家听糖果的 带叶忠明走 等到众人离开后两个人却依然原地站着 灰衣男不明白 就一个进化者 恐怕恢复之后对小队不利 老者却表示小队都是进化者 怎么会怕一个 而老者也忌惮糖果 他们还需要他以后提供越来越多的药剂 特别是这次的麻痹药水 一旦做出来就可以猎杀二级变异生命了 那样他们离二星进化也不远了 而这炼金术士 在外面可是很强手的 若他们遇到什么对付不了的怪事 就可以让叶忠明上了 灰衣男听的眼睛一亮 被老者这么一说 还真是这么回事 老者解释一番后 过来问叶忠明拿这里的地图 而叶忠明指着自己脑袋 说地图都在自己的脑子里 老者看了叶忠明一会 突然拿出了一张纸 问叶忠明知道上面的材料不 叶忠明扫了一眼 麻痹药剂的配方 算是不错的东西 对方不知道自己是要技师 所以才放心大胆地把配方给自己看 叶忠明心里突然生出 把糖果拐走的想法 队伍里有一个炼金术士也是不错的 叶忠明目光不懈地 在这些人的身上巡视了一圈 这样的警惕性 这样的实力 还敢自称金武小队 叶忠明现在伤势恢复得还算顺利 不过还得多两天才能扔掉拐杖 忽然叶忠明警惕地转过身去 手腕一抖 一块宝石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这是当时三尾魔蛙用作武器 攻击叶忠明时投掷过来的宝石 让他感到兴奋了时 这竟然是一块中阶兵系宝石 通过这块中阶兵系宝石发出的蓝血之脸 威力与兵级龙卷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 叶忠明多了个攻击力 最为强悍的杀手锏 他计划着这两天伤好后 尝试用几个配方拐走这个小姑娘 小队休息足后 便继续上路寻找材料 叶忠明在与唐天的闲聊间 了解到了他与唐果是同父一母兄妹 所以年龄差距大 而他把净化药剂给了唐果 所以他是队里唯一的普通人 正在巴拉杂草的叶忠明目光一闪 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一颗草收入到了空间水晶中 唐天看他这么久不起身 盲问是有情况吗 叶忠明立刻让大家过来 他表示找到了狐齿草 这是麻痹药剂所需的一种材料 找到之后 大家分散在四周继续探查 陆陆续续地拿回来了十来株 仅仅是这种材料的分量 已经足够制造食品麻痹药剂 叶忠明的运气也很好 就在附近叶忠明竟然找到了两种草了 加上刚才那种 这三种东西已经符合一个配方 然而兴奋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队伍就遇到了麻烦 只见两只怪物追着一个队员 正朝着众人冲过来 这怪物叶忠明认识 是二级的红眼鹿雕 不知谁说了句快跑 金武小队的人就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逃跑 唐天野一把抱走还在愁愁地躺 最后两只红眼鹿雕奔向了腿脚不变的叶忠明 而叶忠明神色一片平静 只是有些心疼 又要浪费好东西了 手中光芒一闪 自然之杖就出现在面前 叶忠明把最后一块出街冰细宝石镶嵌到了墓葬上 为了省着点用 他一次发出四分之一的能量 盛开的蓝血之帘瞬间出现在了叶忠明身前 金武小队跑到了一座小山丘才气喘吁吁的停下来 而老者却只是关心胡耻草还在不赞 只有唐天兄妹想起了叶忠明 想着要不过去帮忙收个尸吧 老者文言立刻答应了 但不是为了叶忠明 而是为了那一片的胡耻草 不久后 金武小队小心翼翼地靠过来 却看到叶忠明不仅没死 还在烤怪物的肉吃 队员们猜测是不是碰巧出现了怪兽的天敌 不然怎么会死在了这 而老者却阴沉着脸问叶忠明那两枚魔镜呢 叶忠明毫不掩饰 直接拿在手里 众人人眼中满是贪婪 伸手就要过来拿 可叶忠明突然把魔镜攥在了手里 可惜 你们没资格得到 一个跟着他们的脱油瓶 竟然口出狂言说什么没资格得到 金武小队的人同时哈哈笑了起来 看来他伤到的地方是脑子吧 糖果知道这些队友接下来要做什么 圆脸上露出了担忧之色 小队的人此时已拿出家伙 准备给点颜色叶忠明看看 糖果健壮上前劝说 可队员怎么可能会听他的话 于是他转而看向叶忠明 叫他还是交出魔镜吧 这让叶忠明对糖果的好感又上升了 不过也更加笃定糖果更适合待在实验室 会一男叫糖果别说那么多废话 随即抽出一把匕首对着叶忠明 而叶忠明却突然把两枚魔镜扔在了地上 老者见状脸上露出鸡头 现在交出魔镜已经晚了 可叶忠明却莫名其妙地问几个队员 是不是都和老者一样的想法 接着问唐天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唐天给了个眼神 表示自己认为的 其实不重要 叶忠明点点头 问他们要魔镜吗 他这里还有 说完 叶忠明随便朝着地上一挥手 十多枚一击魔镜出现了 金武小队的人嘴巴都张开了 这魔镜怎么凭空出现了 明明搜过身什么都没有了 叶忠明让他们不要急 还有呢 叶忠明再次挥手 出现的魔镜更多了 得有三千枚一击魔镜了 没等他们清醒 又出现了几百枚二击魔镜 金武小队的人都疯了 这么多二击魔镜让他们按耐不住 可叶忠明却表示自己还有 就是不知道他们认识过 叶忠明把十多枚全黑色的魔镜 放在了魔镜山之上 不过现在 贪婪就变成了彻骨的寒冷 叶忠明真的是他们能欺负的人吗 然而叶忠明却表示自己还有 震惊的众人目光习惯性地落在魔镜山上 身体都抖了抖 可却只是看到叶忠明手里出现了一根泛着蓝光的木子 我说过 你们真的没资格得到 书音刚落 蓝色的莲花花瓣全都打向了一个方向 站在前方的两人不幸被袭击 只留下一声短暂的叫声 队员们看着他俩上身被射的千疮百孔 再看向一边 他们终于知道两只二级怪物是怎么死的 一旁的糖果健壮说不出话 叶忠明抛出一捆草药 教他一种配方 让他配出药剂 而除了糖果兄妹 剩下的三个人 瞬间食食物地跪在地上求饶 叶忠明叫他们想要活下来 就要好好干活了 三个异星进化者轮流 抬着叶忠明来到了一个山谷 这里能听到阵阵猛兽的吼叫 糖果注意到了某个动物 盲问那是什么 叶忠明表示这叫云体 因为长相和地球上牛马相似 四个蹄子是白色的 叶忠明一边解释着 一边在心中盘分接下来的行动 好不容易在这上和绝地遇到云体群 而正好糖果是炼金术士 叶忠明的那个计划可以完全实施了 根据叶忠明给的配方与材料 糖果配出了好几瓶洛红枝 一时间糖果化身好奇宝宝 这洛红枝是毒药吗 一路过来你拿在手上打磨的两颗宝石是什么 叶忠明却只是笑笑 什么都没说 随后叶忠明叫上大家一起走下山坡 他要找个更好的位置 接着来到山谷外不远处一个草丛 然后吩咐糖果把洛红枝分给大家 让大家把洛红枝均匀地喷洒在这一片区域的草丛 并让唐天等会去把云体群给引过来 唐天文言微微一愣 这遭到了糖果的反对 唐天只是个普通人 可云体却是二级怪兽啊 而叶忠明却表示每个人都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没有谁有义无养没用的人 唐天知道叶忠明不是一般人 他也知道叶忠明想收自己妹妹入麾下 他想知道叶忠明能给妹妹什么 叶忠明表示自己的小队跟他们遇到的不同 糖果不仅会活得比大多数人更久 还会一路晋升上去 唐天自知此去凶多吉少 他无法证实叶忠明说的话 叶忠明让他活下去 亲眼看着就行了 唐天惊讶 自己还能活下去吗 如果是必死的任务 叶忠明会安排那边三个人去 不过绝地之中 没有任何时候是安全的 唐天文言咬牙答应 他交代叶忠明若自己出事 要照顾好糖果 可叶忠明却甩出了药剂 表示是提前给他的奖励 唐天兄妹一愣 他们发现手里是一瓶一星进化药剂 唐天毫不犹豫地一口喝了下去 顿时觉得身体涌动着一股澎湃的力量 而这时 三个小弟也撒好药水过来了 叶忠明安排他们三人保护糖果退到后面去 而唐天则潜入山顶去引引体了 随后叶忠明走到了 撒满落红枝的草丛中央 手往前一伸 使出了圆丁的培育技能 这些嫩跑在叶忠明的培植技能下 长高了几厘米 接下来 他们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 唐天领着兽群快速移动到这边来 糖果见到哥哥立马叫他过来躲 糖天没想到他们就躲在这 怪兽们马上就要来了 可叶忠明却淡定地表示自己看保 几百头云蹄冲出山 场面极其壮观 然而下一秒却都停了下来 并开始低下头来啃食地面的嫩草 糖果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他配置的药剂灌溉后产上的效果 叶忠明不打算解释这个问题 这是他众生前出现在三级轮盘上的配方 糖果只想知道这是不是毒药 这样一下就能搞定几百头二级怪兽 可他却得到了一个另开意料之外的答案 这落红枝竟然是春药 这种叫云蹄的二级怪兽 此刻正对喷过药剂的草大快躲 不久后 云蹄群开始有了骚动 只见云蹄群竟然开始强行交配了起来 糖天连忙遮住妹妹的眼睛 怕他看了长真眼 他没想到叶忠明的药剂居然是这个作用 心中万头神兽呼啸而过 可叶忠明却满不在意 有用就行了 现在云蹄正处于狂乱之中 现在下去会直接被踩成肉 叶忠明从空间水晶拿出之前的红眼鹿雕的肉出来 然后转移了阵底 开始烤起了肉吃 叶忠明让大家多吃点呢 等会才有力气干活 这两天吃这些二级怪兽的肉 对体质多少都有些增加 吃饱喝足后再次来到商店 此时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大部分云蹄都趴扶在地上 一股股鲜血从口鼻冒出 慢慢走进之后 唐天发现这些云蹄几乎都死了 叶忠明解释这药水不仅让他们发情 还会让他们发狂 会在争夺配偶或过于兴奋丧命 叶忠明警告大家远离还剩一口气的云蹄 只需要挖掉死了的云蹄的魔镜 唐果兄妹看着这些尸体有点难以下手 而另外三个兄弟却是轻轻松松的就挖下了很多魔镜 一个小弟看到一匹奄奄一息的云蹄 一丝力量直接把这个进化者撞得飞了出去 所有人都跑了过来 发现这小兄弟已经厌弃了 死了一个人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叶忠明脸色不太好 他再次警告大家不要去碰那些没有死的云蹄 唐果想责怪叶忠明 却被唐天制止了 叶忠明已经提醒过了 室内人不听劝 叶忠明叫大家抓紧时间 要笑很快过了 在太阳快落山时 终于挖完了 大家都来上交自己挖到的魔镜 随后叶忠明安排两个小弟拖底头云蹄的尸体到山谷路 并切开血管 让鲜血多留一些 等他们完成之后 叶忠明却突然掏出了风之月 在几人惊恐的目光下杀掉了其中一个小弟 唐果愤怒地瞪着叶忠明 对他突然杀人无比愤慨 叶忠明却只是伸手摸向了小弟的尸体 剩下的三人立马明白了 这个同伴撕藏了魔镜 做完这些之后 叶忠明让大家跟着他找的地方埋伏起来 三人感觉叶忠明身上的杀气还在 谁也不敢说话 于是他们又退回了之前那个山坡上 半个小时后 一个影子出现在了山谷的上空 被血腥吸引过来的 竟然是四级的迷离大棚 英城 是一个大猎场 同样是变异生命的猎场 这是小队第一次离开叶忠明这么久 此时的小队正在处理满地的丧尸 忽然一把猎枪对着小队恶狠狠说道 放下魔镜 然后滚蛋 梁初音抬头望了望这些同类 队伍中的黄毛 于是条件就变成了把魔镜和梁初音留下 其他人滚蛋 在一边的小虎脸上全是看好戏的样子 初音美女很受欢迎哦 梁初音瞪了小虎一眼 明明让他放哨了 结果敌人都来到家门口了 乐大远说了句公道话 刚才能把丧尸都引过来 是小虎的功劳 看到被枪指着的这几个人竟然毫不在意 来人终于愤怒了 无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说完就要扣动扳机 然而手指还没动 一个身影靠了过来 只见圣元举着个巨大盾牌 一下把几人撞到了一边去 刚睡醒的圣元感到抱歉 没能及时清理状况 接着两人走进人群当中 把这些人都打倒在地 把魔镜收拾好后 他们准备撤场 几天的时间 他们收集到了1500多枚一斤魔镜 还有二十几块二斤的 而小虎在刚才这帮人身上 也搜到了十几枚魔镜 现在他们得赶紧走了 快到了和夏蕾他们会合时间了 小虎满脸惆怅 老大这么多天一点消息没有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 然而没走出几步 昏暗的天空突然升起了一颗信号弹 小队的人一呆 接着一个念头在所有人心中浮现 出事了 镜头来到了险情连连的局地 夜中明正在使用手杖上的 蓝血之连绽放技能 花瓣刺进了几条长着蛇身 和四对手走的二级怪兽身上 又搞定了 夜中明安排他们帮忙收集魔镜 这些二级的挖名怪 是理想的猎杀对象 他们体内的献囊通过浸泡之后烘干 和烈酒一起服用 可以起到对各种剧毒提高抵抗力的作用 夜中明从生前 一个挖名怪的线囊 能换来一瓶二星进化药剂 用云蹄的尸体作为诱饵吸引 果然是对的 这三天来 他们已经收集了五百多枚二级魔精 和七枚三级魔精 可惜了这三人没有实力 夜中明只能让最开始 那只四级的迷离大鹏走了 就在这时 夜中明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第六感 他迅速让大家回到山坡上隐匿起来 有东西过来了 夜中明知道 自己在这里的狩猎结束了 闯进来的是一群 由两只三级怪兽带领的兽体 这是最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怪兽 要对付三级怪兽必须用到中阶宝石 但把他们全杀光 才得到两枚三级魔精 太亏了 就在夜中明一筹莫展时 一声嗷呜传进夜中明耳中 夜中明笑了 帝黄丸这傻狗 还真把人给叫来了 当初受伤昏迷之前 让帝黄丸去找人帮忙 也只是最后的尝试 结果帝黄丸真的找到了小队 而小队也一刻没耽误地 赶到绝地来救夜中明 帝黄丸的吠叫声 惊吓到了獠牙兽棋 接着在两只三级兽棋头领的带领下 这群獠牙兽棋冲着帝黄丸的位置冲了过去 夜中明见状叫上糖果兄妹从山坡上去 绕过去跟那边的人会合 糖果难以置信 他看到对面的人居然要和怪兽们正面冲锋 他们一定是疯了 夜中明也觉得奇怪 小队里没有冲动的人 做这样的决定 他也立刻改变了方向 带着糖果兄妹开始向下冲 圣元率先发动了他的职业技能不动地银 一个个巨盾在地面竖起 朴秀英连连挥手 给每一个成员都加了一枚空云盾 夜中明没意会就靠近了小队 忙叫圣元给盾开个口 小队们这才发现自己老大已经来到了跟前 心中无比激动 夜中明从碎掉的口子里走了进来 他此刻只想知道 到底是谁做的决定 要选择和这些兽群硬碰硬 小虎朝夜中明扔了个卡片 因为这个老大给你 夜中明接过一瞧 心里的担忧消失了 这居然是驱奴卡 这可是好东西 去哪弄来的 夏磊却理直气壮的说是抢来的 这话给糖果兄妹下了一条 他们是强盗团 夏磊瞄了苗圆人的糖果和高大的汤品 忙问夜中明什么时候喜欢罗莉了 小虎看了看大家 没人觉得老大这是为了我的终身幸福着想了 只听见数个声音一口同声说了一个滚字 夜中明自动无视了这帮人 而把目光落在了越来越近的獠牙兽棋身上 此刻这只兽棋的队伍竟然分成了两路 另一路打算迂回攻击他们的后方 小虎问老大该怎么对 夜中明问他们冲下来的时候 没想过这问题吗 小虎看向卡片 他相信老大能用他封印一只三级怪兽 驱奴卡 可封印与卡片等级相当的变异生命 成功后 这个变异生命就会被封印在驱奴卡之中 成为类似战虫的存在 可战虫有独立生命 被封印后的变异生命会被抹去记忆 只听主人命令 除非使用特殊的升级卡 否则无法提升进化等级 夜中明没想到他们是这么想的 也太看得起他了吧 不过大家都在 对付一个三级和一群二级 还是可以尝试的 随即夜中明跳到盾牌之上 目光紧锁在前方兽棋的三级头领 夜中明伸出手 使出了初级名幻术 一只石头人迅速成形 直接扑在了兽棋首领的两条腿上 在兽棋首领想要月旗甩开石头人时 夜中明落在了他身上 就是现在 夜中明举起手中的卡片 电光火石之间 拍在了兽棋首领的身体上 战场上瞬间出现了一道刺眼的光芒 当兽棋放下捂住眼睛的守候 他们都懵了 因为他们三级的兽棋头领不见了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而原本纯色的牌面 此刻上面已有一幅图画 正是一只獠牙兽棋 由于兽棋头领被封印在了驱奴卡里 这让兽棋们失去了纪律 开始原地转圈似乎在寻找什么 看到面前獠牙兽棋处于混乱当中 夜中明没有丝毫犹豫地发出印封验刀 漫天火影和刀芒朝着正聚集在一起 寻找首领的这些獠牙兽棋直劈了过去 小虎在一边得意忘形 竭力邀功 老大好用吧 绕到他们后边的兽棋 已经冲过来快把他们包围了 夜中明让小虎别打哈 准备动手了 糖果 糖天 乐大远三个脆皮则被留在战阵里 三人成为梁初音和圣元的着重保护对象 剩下的人则和夜中明一起迎接敌人 随后夜中明从空间水晶里拿出前沿轰鸣机械师 并且塞进了一枚二级魔精 99单位能量 二级炮台 激发形态一 射线炮台 轰隆一声 强大的威力直接把这些獠牙兽棋的队伍给打散了 小队立马前去处理打散的另一个半兽棋 另一只三级兽棋头领无比愤怒 兽棋头领仰天长笑一声便开始了冲锋 夜中明微微一笑 把手中刚刚新鲜出炉的去弩卡甩了出去 顿时一个巨大的影子拦在了那个三级头领之前 看到消失的领袖突然出现 那个副手正要和自己的老大交流 就发现头领的手抬起 然后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在眼睁睁看着大头领杀掉了二头领最后 兽棋纷纷发出嘀吼 现在这种混乱时刻 小队自然是不会错过 糖果兄妹简直难以置信 这夜中明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们原本为了一级魔精打身打死 遇到二级丧尸就要逃跑 好在他们很幸运 这只小队一定能走得很远 兽棋们的惨叫声响绝于耳 持续没多久便消停了 不需要吩咐 小队便开始迅速地清理战场 不一会 夜中明突然问小虎他们想不想要做棋 在山谷出口附近 是云蹄的巢穴 那些云蹄的蛋孵化出来后 长大了就能当做棋了 在这一片活跃的云蹄和兽棋都被解决掉 其他的变异怪物不会有太大威胁 小虎和初音开心地像个孩子般朝着巢穴冲去 夏磊则向夜中明报告阴城的情况 云城山庄他们没有矿 但打听到那里的人被分成了三派 因为没接触 所以具体实力有待确认 可最大的势力却不是云顶山庄 能够对他们造成威胁的 至少有五股势力 一是科技城小队 首领是个二星进化者 村子里有一个二级轮盘 手下至少有三十个一星进化者 二是一家大型水泥厂 七八十个人自称恶虎骑士 水泥厂中也有轮盘在呢 并且他们有好几个很强大的职业者 几个人联手 竟然差点把科技城的首领杀掉 三是阴城监狱 关的都是一些亡命图和变态狗 人数最少上千 并且拥有大量的交通工具和武器 那里的黑老大擅长泰拳和跆拳道 是个二级进化者 据说是个召唤师 不是召唤师 而是描鬼师 两人有些诧异 听到黑老大 叶忠明心情复杂 因为他是未来的九星强者 叶忠明在绝地的收获不小 本有好心情的他 却因听到灵伤会而变得极度恶劣 在重生前的末世十年间 灵伤会代表血腥没有人性禽兽一般的组织 如非必须 他绝不会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去招惹灵伤会 所以现在做好万全准备 以防万一和灵伤会发生了什么冲突 于是他决定在这次绝地大收获后 使用一次献祭之门 使向里面投入大量的材料 直到把所有获得的暂时用不上的材料都投入了进去 能量宝石依然没有被填满 还差最后一丝 叶忠明没舍得向里面扔魔精 毕竟很快要用到魔精 他直接扔进去了一块现阶段用不上的鬼精 宝石终于在鬼精被投入进去之后全部被填满 叶忠明无比期待 献祭之门会出来什么大宝贝呢 然而在静候了一分钟之后 献祭之门没有任何变化 叶忠明一乱 不懂发生了什么 我擦 不会还要重新再次填满宝石才可以吧 这个念头让叶忠明整个人都不好吗 这绝对是亏本生意啊 万一填满了之后 献祭之门再次让你填满这块宝石第三次怎么办 或许是方法不对 叶忠明尝试着轻轻用手点了点那块宝石 仿佛触动了开关 金色的献祭之门也随之亮起 并且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叶忠明本以为光芒瞬间就会消失 可片刻就变成了一道光柱 叶忠明快速跑出了房间 来到外面就看到金色光柱直冲天际 叶忠明满头黑线 现在是夜晚了 这道金光把整个阴城都照亮了 知道这东西会引来无数麻烦 叶忠明吩咐大家收拾东西马上离开 好在这道金光仅持续了十几秒钟 之后便逐渐转弹 慢慢消失在了天际 叶忠明赶回房间 就看到献祭之门下放 出现了个正方形盒子 没多久他们远离了那短暂休息的废弃工厂 穿过前面的小镇就能去到云顶山庄 穿过小镇会碰到丧尸之类 战斗不可避免 所以在进入小镇之前 行进了一夜的队伍需要在这修整 众人立刻开始布置港哨和制作食物 叶忠明则在一边拿出了 从献祭之门里得到的那个笔及奉献之箱 标注了个小 说明献祭之门是可以填满多次 累计填满的次数 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好 怀着一点激动和期待 叶忠明打开了这只盲盒 叶忠明挣了一下 这箱子里竟然给了一件装备 其实叶忠明最期待的是三星进化药剂 或者职业技能卷准 叶忠明动用工匠的鉴定能力 发现这装备还是个半成品 简单来说 这半成品需要向里面投入材料才能击 投入的材料越好 品质也就越好 叶忠明越发不满 这玩意还要坑材料 够坑爹的 好在叶忠明收集了不少材料 第一件材料就用云蹄的蹄子吧 刚把蹄子放进去 踏屑战靴就一亮 本来毫不起眼的战靴立刻变成了白色 同时一道数据出现在了叶忠明的脑海中 有些逆天了 仅仅放入二级的云蹄材料就有这么好的属性了 还可以放两次材料 第二块材料就是这根经过了处理的三级蜥蜴虫人的尾巴 踏屑战靴再次发生变化 在速度上增加了平衡和韧性 还多了个TG技能 这第二个技能让叶忠明更满意 光是云蹄和蜥蜴虫人的材料 就已经让战靴提升到这种程度了 要是投入鬼金的话岂不是更逆天了 叶忠明再次向里面放入了一块 他现在最有价值的材料鬼金 然而得到的提示却是 这东西不符合装备特性 什么玩意 叶忠明眼角一抽 这鬼金可是铁锁囚徒在成为九级怪兽之后 依然绑在身上可以和任何级别的武器硬碰硬的东西 竟然不能当成材料填补到这双靴子里 最后一件材料 或许三级物魁的内金可以 当他看到那块能吸收生命能量的黄金布时心中一动 他鬼使神拆地把怪物宝贝的黄金布 作为第三件材料插入了踏血战靴的孔中 一瞬间金光大闪 黄金布不仅符合战靴的属性要求 反而闹出了很大的动静 小队的人无奈 得赶紧干反 注意四周 随时准备转移了 叶忠明看着这双上面流转着金色光芒的战靴 有些被惊到了 属性技能基本保持了原样 却多出了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一 储物 体积两立方米 被动技能二 吸星撒旦 吸收一切触碰到的生命和生命有关物质中蕴含的能量 补充佩戴者消耗 治疗佩戴者伤势 又一件金色史诗级装备 与献剂之门不同 这可以立刻用上 空间储备价值连长 能持续战斗吸星撒旦 让穿戴者变身为不死小强的神迹 这技能强的离谱 而且还可升级 把战靴穿上 叶忠明立刻有股飘飘欲仙的感觉 整个身子清零了不少 穿着新鞋 叶忠明回到了队伍中 大家都注意到了叶忠明换了鞋 不过谁都没有问出来 吃过了饭 小队继续前行 在穿越小镇时 小队和另外一股势力不期而遇 看他们的着装上 末夜看出这是黑衣车队 一个人举着双手表示他们没有恶意 黑衣车队的老大园上看到对面小队不好忍 便露出善意 表示他们只是做交易生意的 如此说着 园上的眼睛却在圣元的巨顿和大家的风之月上流转 黑衣车队是出了名的黑吃黑 遇到弱的阵营都会被他们血洗一番 叶忠明不想再听他废话 身形突然一闪 他只是动了两下 就瞬间越过了圆上 到了大巴车的旁边 手从车厢里掏出了一包东西 接着一甩手 把这包东西扔给了圆上 圆上惊恐地看着手里突然出现的东西 这不是自己的炸药包吗 回归队伍后的叶忠明晃了晃手里的黑色遥控器 我们没有滥杀的性子 但却要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中说话 现在人家拿的不是引爆器 而是他的命 圆上不知道身上的炸弹引爆器 是什么时候被叶忠明拿走的 自己从威胁的一方 变成了被威胁的一方 圆上把炸药扔给旁边的手下 让手下找个原点的地方丢掉 他走到叶忠明身边 尽量不引起这只奇怪小队的误会 叶忠明直接开门见山 我需要三样东西 价钱好商量 叶忠明伸出三根手指 一 子弹 二 梁氏 三 情报 圆上皱着眉头 子弹这东西有 但不多 粮食是主营的产品 这个没问题 至于情报 叶忠明表示 只要有用的情报 都可以拿来交换 会根据情报的价值给出报酬 而最后说的粮食 并不单单只是食物 圆上心中无比惊骇 在为了一块面包 都可以杀人的漠视 他竟然要大量粮食 他到底想做什么 圆上从手下的手里拿过袋子 放到地上拉开 从里面掏出了几个弹甲 90发 50枚魔精 正适合你们枪的型号 叶忠明直接点头答应了 圆上的眼睛一亮 遇上土豪了 既然需要子弹 那手枪也得安排上 十只左右 轮盘出品 必数精品 不过子弹不多 只有300发左右 叶忠明接过一只看了看 嘴角扬起了冷笑 让他说个价格 圆上一咬牙 说了个他认为的大价钱 200枚魔精 在他们看来 叶忠明好像不了解行情 直接点头说买了 圆上很是兴奋 还有大米 白面 油盐酱醋这些 要吗 叶忠明很干脆地摇摇头 然后掏出了一袋魔精 就扔给了圆上 黑衣车队的老大 接过去颠了颠 这个重量 好像给多了 这是500枚一级魔精 告诉我军火库的位置 圆上和手下们 顿时就一阵骚动 不少人甚至都抬起了枪口 在车队等候的兄弟们 看到交易有冲 立马去支援 而叶忠明的小队 也摆起了作战阵型 圆上在震惊中拦下手下们 他只想知道 叶忠明怎么猜到 他找到了个军火库 叶忠明没有回答 而是让圆上做好权衡 现在的交易 比一个他无力操控的 军火库来得有价值 圆上现在深深感到了 这个人的可怕 加一千枚 我再告诉你 一个小型粮库的位置 那个粮库 至少够一千人吃上两个月 叶忠明文言同意了 但他还要周围 各个势力的具体信息 交易过程 在此画上完美的句号 看到这帮人 真的要离开了 圆上下意识问了句 你不怕我骗你吗 叶忠明回头笑了笑 骗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敢吗 如果还想做生意 两天后多带些食物 去云顶山庄 人走远后 一个手下向圆上提议 要不解决掉这帮人吗 圆上瞪了手下一眼 随后出声警告所有兄弟们 以后再碰到刚才这对人 都不要起什么坏心思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自己找死没关系 别连累大家 都听明白了吗 傍晚时分 叶忠明的小队 到达了云顶山庄附近 云顶山庄位居山顶 背靠悬崖 只有一条路通行 从战略角度讲 确实一手难攻 不过这只是对人类来说 对丧尸和变异生命 其实区别不大 只是路好走 还是不好走的区别 在他们观察下 在这附近的丧尸 粗略估计有几千个 还有不少变异生命 黑衣车队的信息 透露云顶山庄里 其实是有四个势力 这几个势力的人 初入山庄 都会弄出声响 敲击引开丧尸 然后开车迅速通过 几乎每一次都要死人 也因此 外部的视力 暂时没有动这里 情况这么恐怖 梁初音不明白 为何要选这里当基地 原因只有叶忠明知道 可这源于前世获取的信息 这一时他还真不敢 保证说一定没问题 叶忠明决定今夜 去云顶山庄探探路 云顶山庄里 三个女人一脸 怒容地看着前面的大光头 原因是女人们为他们服务 说好的酬劳 却只有一点 东哥劝说他们有就不错了 就这点都是兄弟们 拿命换来的 绿鹰女气得浑身发抖 一群言而无信的混蛋 东哥回头笑问几个手下 我真的是言而无信的混蛋吗 后面的人哄堂大笑 东哥他就是个大混蛋 你说的太对了 一群男人以贬低他们为乐 女人们眼含泪水 诅咒着这帮人 早晚会有报应吗 听到这话 东哥的目光变得冰冷 东哥扭曲着表情 他让女人用身体换 吃的喝的就是报应吗 他倒是可以不换 可女人们能出去找吃的吗 一帮在末世前 做着明星梦棒大款的玩物 在这桩什么高尚 明明是一帮废物 就这些食物爱要不要 晚上老规矩 继续换几个人来 否则下一次食物减半 三个女人忍着怒气地 拿着食物走了 其实东哥不管怎样 也还是要养着这群女人 云顶山庄除了他们 还有一帮老外 办公区的魏小勇 仓储区的卢老头 他们进化者的数量 一直在增加 而东哥的人数不比这三方少 可大部分都是一帮娘们 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 东哥很快会被别人吞并 那帮女人里有三个进化者 还可以撑撑场面 然而奇怪的是 这帮女人的进化药剂 是怎么来的 他们住地方都被搜了个底 没发现轮盘 容姐三人回到了别墅里 立刻有几个女人围了过来 当这些女人看到食物 只有这么小包后 脸上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埋怨的声音 让绿衣女骂了出来 这些都是几个姐妹 用尊严换来的 谁嫌少就今晚去陪东哥好了 也总想着让别人付出 今晚过去的人 会多分一些食物 这次的东西不多 最多够大家撑三天 容姐看到这种情况 心中感到无比的疲惫 谁能想到如此优美的地方 却会如此肮脏呢 容姐把换回来的食物 分给其他姐妹之后 独自一人来到了地下室 这里藏着他们进化的秘密 守在门口两个 拿着棍棒的女人 看到她进来 都和她打招呼 门一打开 容姐急忙问 默默和嘉怡情况怎样 默默举了举自己的左手臂 只要接近那东西 一米的范围内 就会被攻击 并且攻击力 比前些天强悍了不少 她和嘉怡一起冲了一次 被逼了回来 一根花筒都没有砍断 如果还是不行 就用老办法 我去当二 你们找机会弄断一根疼 一直颓废地站在墙边的下白 无所谓的树桃 容姐怒斥了下白一顿 她不允许下白这么自暴自弃 可下白却活够了这样的日子 说不定哪天她就自杀了 如果能够用命换来一颗净化果实 让姐妹里多出一个净化者 她死的就有价值了 容姐推了一把下白 让她别想着 在得到净化果实 下白就是下一个成为净化者的人 另一边的默默一下 拉开了地下室一个两米高的柜子 嘉怡则走到旁边 将石台上的花瓶轻轻一米 暗道的金属板就升了上去 今天他们三个冲一次 容姐就不信那株浪花抵得住他们 云顶山庄的仓储区 是为数不多有着光亮的地方 向涛开门通告老外詹宁寺那边来人了 想要换些食物 一瓶一星净化药剂 要换二十袋大米 五十盒罐口 十袋盐 十桶油 两箱方便面还有二百生水 卢书文言皱起了眉 他虽然控制了山庄的仓储区 但资源终会耗光 这个兑换比例太低了 现在他们有十个进化者 东哥那边有十二个 魏晓勇是十三个 詹宁斯是十四个 这次来的有三个是进化者 剩下的全是普通人 干掉他们 让詹宁斯那边的进化者数量成为十一个 这样仓储区就有了十一个进化者 和詹宁斯那边持体 他们也就不敢报仇了 卢书考虑了片刻 我们一旦动手 意味着以后不会有其他人 在和我们交换进化药剂 向涛表示我们也和他们一样 出去打猎 只要有了魔精 就能换到进化药剂 倒是花些手续费 去别人那里转动或者直接交换 卢书迟疑的片刻 最终决定按照向涛说的做 叶忠明进入云顶山庄的过程 轻松地让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让叶忠明奇怪的是 二级变异生命为什么都围在这里 却不突破只能挡住 普通丧尸的围墙吗 叶忠明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 他要找的地方是在一栋别墅的地下室里 但具体是哪栋 叶忠明忘记了 他悄然无息地潜入了一栋有亮光的别墅 里面传出男人的嬉笑声和女人的哭喊声 这里的人有点多 叶忠明决定留在最后再送 叶忠明跳到二楼正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楼下突然传来一声淒厉的惨叫 房间传出男人的惨叫声 原因是他的一条腿被女人给一口咬住不放 东哥疼得浑身冒汗 可女人却仍不松口 逼不得已东哥使出了火焰掌 可又怕烧到自己 与此同时 叶忠明刚到二楼 他就听到了这声淒厉惨叫 接着一股火热的气息直透二楼 冲到了叶忠明的脚下 叶忠明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手里拿出强化过的手枪 将枪口对着房间里的大窗 然而里面却传出一阵混乱 叶忠明听了几句 好像只是一场意外 不过叶忠明打算探探发生了什么 说不定有机可成 东哥开始谈条件 只要下白松口 就放他一条生路 一边的一个女人劝下白 想要去拉这个豁出性命的女人 僵持这么久 一个手下来气了 给了女人一巴掌 然后拿枪指着下白 东哥急忙挥手阻止 东哥给出两个选择 一是松口 并给下白一瓶进化药剂 二是把这帮女人都宰掉 正好还想知道他们进化的秘密 到时把那栋别墅和地下室全拆掉 就不幸找不出这秘密 这么长的一句话 让叶忠明捕捉到了地下室这个重点 东哥发了狠 杀心见农 举起了燃着火焰的手掌 突然枪声响起 东哥的手被射住 屋内的所有人都没想过 有人会在这种时刻偷袭 破窗而入的叶忠明 收割了有应急动作的几人的性命 还活着的都怕了 纷纷后退 生怕引起这个从天而降男人的杀意 叶忠明让所有人蹲下抱头 这些人立刻老老实实地照做 他走到女人身边 危险解除 你可以松口 两个女人扶起了半张脸 被烧毁的女人 叶忠明举枪 逼问东哥嘴里说的地下室在哪 东哥还没说话 就被一个满含力气的声音制止了 下白恶狠狠地表示 他会告诉叶忠明 但必须把东哥交给他 下白哀求着叶忠明 他从下白的眼球里 看见了滔天的恨意 叶忠明有些理解 这个狼狈不堪的女人 抽出了一把匕首扔给他 这种被点燃的仇恨 不亲手抱了都会死不瞑目 下白笑了 扯着脸上鲜血直流 东哥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无力反抗 这个刚才被他欺辱的女人 下一刻 力气刺入肉体的声音 在房间内回响 下白享受到了 这种复仇的快点 门突然被推开 容姐带人来救下白 却震惊地看到了 下白杀死东哥的一幕 下白感到抱歉 他答应了叶忠明 会说出地下室的秘密 叶忠明没想到知情人挺多 那现在可以告诉我 地下室的信息了吗 容姐表示 可以告诉他想要知道 但有条件 但叶忠明不觉得他有什么讲条件的自处 可容姐却笑了 他们是不怕死的 大家都看到了 这就是下场 死亡对他们来说 何尝不是解释 他不认识叶忠明 但他有叶忠明想要的东西 不答应条件 你就把我们都杀了吧 总好过这样狗活着 最怕的就是不怕死的人 叶忠明让他说说是什么条件